接说一段聊斋志目叫做少女 这一段少女有的聊斋上写叫少九娘 三绘本上写叫少女 咱们说少女不说少九娘 为什么名字还不一样呢 内容也不一样 我仔细查了点 我现存手里这几个版本聊斋啊 词句上还真有挺大出入 这一段 但唯独少九娘这个名称 这段书没有九娘二字 您查了半天 姓少子咪女的 您也没查到九娘二字 所以咱们还是叫少女 不叫少九娘 这一段书说的是柴亭斌 太平人 其今事不遇又其度 怎么个意思呢 柴亭斌这个人那是安徽乌湖人 太平现在的治所就在安徽乌湖 呃 但过去的都归罪于这女的 女的不生养于男的没有责任 这些过去人 这些过去人就这么认为 所以呢 不遇又其度 这个女的金氏啊 她的妒忌心特别强 都到了其度的份上了 够意思了 可是三会本淡评呢 写什么呢 说不遇呀 必其度 她这个女的 她不养我孩子 她肯定她的妒忌心特别强 怎么意思呢 她有优怀意识啊 因为她不会养我孩子啊 这本身就犯七出 随时有可能下岗 男的要把这女的修了 有七条理由 这是其中一条 可以光明正大 合了合法的把你修了 在那个社会 男女不平权的 所以不遇呢 这是她在这个家庭当中 地位的一个威胁 跟现在都整反的 现在不生孩子 你敢跟我提离婚 马上就嫁别人 有孩子我还考虑考虑 不好再嫁了 你还别正哥大哥 你还 你现在不遇好 这是个 这是个很优势的条件 说实在的啊 在座有不少堂科在座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 我可能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哎 可能实际 大家这个女同志们 不是这么想的 哎 这个这个这个 我只代表我 我 我凭我 我作为一个男性角度 可能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思想 那么他妒忌谁呢 他就妒忌 柴廷斌身旁的 其他的女人 他有三七四千嘛 也没那么多 啊 主要家里头有这个 丫鬟不少 尤其有个大丫鬟 叫小红 这个小红呢 还是今世的近人 他有好多事呢 他还得让这小红去办 但同时他也防他防得很严 因为他年轻漂亮 所以他怕柴廷斌呢 跟这小红两个人 就苟且之事 那么柴廷斌的本人 还是很风流的 家里这媳妇呢 不遇呢 就有理由纳妾 这在过去是正当的合法的 所以他堂而皇之的 花百金 苟且就买 我们一再强调啊 妾在过去的封建社会 是最没有家庭地位的 都是他媳妇 但跟正妻比差太远了 甚至不如小红 把这个妾买来 她很满意 年轻也漂亮 但是 今世不干 您琢磨琢磨 她又兴其度 她能对这小妾好得了吗 非打责罢 她打人呢 她还有一专门的工具 有一铁杖 她也不知道 她是哪个门户的 她有一铁杖 这今世 您算算 这铁要能论成杖了 可也得有点分量 而且必然是实斗着了 那年头可能也没有那么高级的科技 研究出 不锈钢的管的 也研究不出来 她拿这铁杖老打这小妾 那么 柴廷兵管得了管不了 那管不了 这孩子那会儿 这制度所决定 她这个正妻打这小妾 也就是她随便打家里人吧 使奴患逼这些人 她打哪个都行 因为她是祖母 这妾也一样 打得白打 柴廷兵呢 偷偷的背着金饰 甭管在经济上 在精神上 在各方面上 物质上 都给小妾一定的补偿 那也不成 嫁不住天天打呀 嫁不住非打则骂呀 这人呢 心情也难受啊 自从嫁到柴家来 一天好着都没过 这大奶奶太厉害 身心的都受到巨大的摧残 精髓 就不到一年 死了 活生生 给打死了 原文上并没有写明白是打死 但是后边有一句 这是金氏自己承认错误的时候说了 说我误杀 那就确实是他亲手动手打的 这铁杖不就抡到哪了 赶巧了 帮着太阳穴上了 就给打死了 这是蒲松灵写的 但蒲松灵在另一段里头写 有这么一小妾 也是这大婆天天打他 哎呦 打过了门 每天打 打得跟烂酸梨似的 原文上有很精彩的描写 您回去翻去 我就不给您复述了 天天挨揍 哎呦 不仅挨完揍啊 还那么温顺 您说什么是什么 还该干什么干什么 而且没有一点怨言 就是他挨打的时候 他也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 没有痛苦的表情 除了疼之外 他一点都不恨的 而且由衷的 就是背地了 跟别人没说过 怎么他老打过 他对我这样不好的虐待 我没有过 这家里所有人都替他名不平 这大婆呢 打这小妾 打顺了手了 骂惯了嘴了 咬错没错 每天得打一顿 他认为三天不打 上方街瓦呀 这天家里闹贼 来了一伙 抢到好几十人 这帮人冲进来就抢 大爷呢 害怕拉着大奶的 就藏着密石里头了 你们爱抢不抢 只要不伤人就行 这个家当就不要了 正在群道哄抢之时 这小妾出去了 把这个顶门杠抄起来了 舞动如飞 当时就歇死俩 群道呢 就开始进攻 就不抢了 打他一人 然后接着又打他 那几个之后 群道发现了武术奇高 这个女子 我们站他不过 怎么办呢 打算越墙而走 连跑都不让你跑 身法还奇怪 追到墙根这手起杖 若顺墙头又打下仨了 剩下的人连跑都不敢跑了 全跪在院子里头了 求女侠饶命 这点蒲松陵 有一个很幽默的描写 这个小妾把这杖 就这顶门杠 往地上一扔 啪鸡光当一响 你们还当贼呢 你们都哪哄来的你们 你们 就这样的水平 这样的能为 怎么敢配当贼 真让人笑话死你们 就是翻译成现代话 就是怎么这贼一点 技术含量多么 就这样的人多 就这样的乌合而动 你们就敢 白昼行抢 上人家来 这小妾数了这些贼呀 一个个面红耳赤 对女侠您说的是 就就就别别丢人 把门打开 搭着死尸受伤的滚蛋 滚蛋 全都轰出去了 一家子全出来 就大婆没出来 大爷出来了 说你这怎么意思啊 你这 这个聊天原文上写的 不是我辩的 小妾说了 我爸爸是枪棒教头 您知道林宠那卷 林宠是八十万进军 枪棒总教头 说这小妾的爸爸 是不是那么大的官 那么大的能为 不好说 反正枪棒教头也可以了 从小随父习武 我这拳脚还胜出了 这二年没怎么练 我大伙恍然大 我要不这么大能耐呢 好家伙 一根顶门棒击退的群贼 请大奶奶 大奶奶好在屋里 标的门棒 谁呢 说什么也不出去了 为什么怕看见这小妾呀 这这太难了 这个 那么大伙呢 一看呢 乐了 把这小妾叫的 大奶奶不敢出来 没事我讲这 大奶奶甭害怕 没事 您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咱该怎么过怎么过 大奶奶这才出来 打这以后好 什么叫打 什么叫马全没有了 连说话都不敢高声说了 也不敢支持她干活了 那么大伙就问这小妾 问你 当初她打你 你怎么那样呢 你怎么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而且你由衷的 你就没恨过她 你背着她 你没说过 你一点没说过她不好 那这小妾说什么呢 这估计现在的女同志 大伙不同意这种理论啊 但她就那么写的 她说 此之愤也 这我应当的就这么做 愤所应当 就这么句话 她打我就 我就得忍着 因为她的大婆我是妾 你要别人打我的群贼 我就还手 她打我 我就挨着 她突然把我打死 那就是我的命 这段叫什么呢 这段叫妾鸡贼 我翻开这目录 我先看这 我想看这妾咋鸡贼 后来我一看 不是这意思 我小时候没看过了这呀 我拿这目录 我一看有一段叫妾鸡贼 我从这段成好 她本身在这家小妾 她的动心眼 特别鸡贼 后来我一看 不是 这小妾能力大了 你看那妾鸡贼 跟这段少女 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只不过结果不一样 那枪棒叫头的闺女 经此一役 在家里边 地位也上来了 而且她这个确实有能耐 你这个有这么句话吗 成功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 机遇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 你还得会点忙 你要不会就完了 这天天拿铁杖打 就打死了 说非打太阳穴也不 打哪也不成啊 天天打你这哪馅就打死了 这馅财经兵可不浪 公然打出人命来了 柴亭斌还得花钱给她运动 是 竹母把小妾打死 也不能说是打的 一家子都得说 小妾是怎么样的误伤而死 怎么样的 甭管走到哪 是投出了缸了 是这个碰到房上掉砖的 掉瓦呀 你甭管怎么说 反正就该到她死了 那你也得花点钱运动运动 这事把人命吸入 但是家里边 柴亭斌可不让 柴亭斌怎么样 愤出 愤怒的愤 就是愤然而出 顺家里头 从内院到外院了 不进内宅了 这柴亭斌这人还挺厚的 并没有因为这事 你本身不遇 我就可以把你休了 因为你在七出之列 不仅没有 而且是自己躲出去 实在这人不可理 我娶着小气 天津第一 那会人认为是天津第一啊 你活生生就给琢磨死了 每天非打鸡骂 打死打出人命来 说什么也不回去了 就住在书房 外院书房 每天呢 哎 就是失酒消遣 也约几个朋友来 白天好过呀 晚上 难挨呀 晚上 啊 独队孤灯 又响起小气 就不说花容月貌 多么样的艳丽吧 最起码年轻漂亮 一个女孩子 活生生就死到我们家了 我也对不起人家呢 最多人家还不干呢 我还得赔偿人家呢 可是后院这位我又惹不起 就这人性 那么几次 金氏派人去请 坚决的不回来了 你说出大天来 也不进内宅了 金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回是真急了 自己呢也反省 有点过了 活生生给人打死了 还是真难 怎么办呢 找个结果眼 来个什么台阶 让大爷好下这台阶 要不我也没台阶下呀 哎 赶这么一天 柴的爷过生日 这个过去有钱人 他过生日 也是很讲究 他家里边呢 没人敢提这事 为什么呢 小妾这个 死了没几天 这生日怎么办呢 瞅柴的爷也没这心情 每天是嗨声叹气 竟喝闷酒啊 来朋友说话 也是三言两语就给对付走 大伙不提 今世张狼 二百钱分的满张狼 把家里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 哎 后个是大爷生日 我把钱拿出来 今年必然咱们大伙啊 得热闹一番 为什么呢 家里都出了这样的逆事 啊 这就应该好好冲一冲 接着大爷这生日 咱们好好的张狼张狼办吧 让大爷高兴高兴 大家伙一听 你要不给打死呢 至于这样吗 现在你又给张狼 这不知真的假的呀 呵还真不错 把钱拿出来 这就开始准备 并且让人开始送请柬 派家联下请柬 以柴廷斌的名义 给大伙亲友们下请柬 然后找人跟柴廷斌说 大奶奶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看还欠点什么 柴廷斌这个毕业 年年都办呢 今年没心情办呢 这金石又这么张咯 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既然现在何必当初 我皆因为你给打死了 我才这样 哎你既然办呢 我也得硬头啊 请柬都撒出去了 到正日子这天 人还真不少 那么呢 金石呢 预备很丰盛的寿宴 给他祝寿 他在内宅 张狼女眷们 人家来的人呢 耳目的他们家有着事 也心里都明白 这两口子大概有点啊 因为这事啊 哎 闹别扭 所以呢 都往宽处说 外边的朋友也尽量啊 想高兴的事聊 勾这个柴廷斌的高兴 让他好好乐呵乐 也算是尽欢而散 亲友都送走之后 金石派小红 到前面去请柴大爷 让大爷今天晚到内宅来 原文上写史通言笑 这些日子柴连的笑模样都没有 就打今天做生日 这才算留点乐容 而且迁怒于小红 本来与那小红没有责任 但他是金石的 近人 遗憾来了 你这些日子天天来请来 不去 没好脸 说多了就烦了 去去去去 该干嘛干嘛 今天做生日 一进门 磕头 祝寿 柴廷斌还得预备红包 你起来吧 大奶奶请您 咱们又请我 请您到内宅 今天晚 咱们家里头也得给您祝祝寿啊 亲友们都送走了 像往年一样 咱们真得说是 何家的团圆呢 也就你勾我这陈凡 其实一天也没人提这俩字 团圆的了 他又不给打死 您别提了 您还看不出来吗 他知道错了 他又不知道 他干嘛这么样呢 我们当下人的 不能派大奶奶的不是 得饶人处且饶人 有道是得过且过 这个事情大爷您还往宽度想 今儿是大爷的千秋至喜 您大好的日子 依我看的您还是 后边来一趟 台庭斌摇头 你们也都累了好几天了 早歇着去吧 跟大奶奶说 我吃酒吃醉了 托此以醉 派人来请说喝多了 小红无奈 转身往里走 一会儿的工夫又来了 这回没空手 带俩人 拿着姜汤来的 醒酒的醋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这大奶奶啊 亲手做的 醒酒汤 您喝点吧 他怎么又拆你来啊 还是让您进去 您看 这意思也可以的了 够小的 我已然吃醉了 跟你说 今天这一天我太累了 有什么话明儿再说 得了 跟大奶奶去说 就说我成情成情 两口子 您还说这话干什么呀 您还是来一趟吧 东西我收下了 明儿再说 又给轰出来了 小红又去了 一会儿的工夫又来了 大爷 我已经躺下了 那您怎么还没吹灯呢 我一人吹灯 我害怕 那正好您后边人多呀 我睡独了 您快开门吧 不开 大奶奶来了 哎 亲自到前面来 而且是盛庄 半上了 今天在后边 呵 来的这些个亲友的内眷 在后边 对答如流 谈笑风声 啊 让大伙看着这份情景 让大伙看着这份主持家务 真得说什么一天 温良公显让让全了 跟大伙说的也都是 非常好的 跟柴爹怎么样的恩爱 柴爹怎么样的对我好 我怎么样的对他好 今天晚上一定要 把自己所说的这些个 坐实了 怎样大伙看着 我是表里如意的 带着人上头来了 柴人来请几次 托辞以罪 你不喝多了不来吗 我亲自请您来 他来了 你也不能不给开门呢 没办法 柴爹也把书房的门打开 抬头一看大奶的金氏 也搭着 好多天没见了 今天一看 这金氏下了功夫 说广半上 导致的好看 那还无所谓 最主要站在门外头 他得有一种示弱的姿态 这是有点不好意思 含羞带会 要承认错误又张不开嘴 就仿佛小学生见老师啊 或者小学生在学校受点什么批评 写了一篇检查 回家让爸爸签字 想掏又掏不出来 不掏回就没法交代 往那这么一站 你说这难受劲 还得有点心软 你来了 差人几次来请 您是执意的不去 怎么 您也得赏我个面子 两口子谈不到面子不面子 什么话 您误了请吧 大爷今儿您喝多了 喝醉了 可不喝多了吗 即使喝多了 您随我到后边 咱们家宴也不多喝 您就一展 您就喝一杯 您就走 您还上头了睡 当着这么说 吓人 我差人几次来请 今天您无论如何 说得给我一小面子 家里的外头 我都有个人情 有个面子 唯独到您跟前 您要把我绝了 我的时代的难堪呢 还得心了话说 那么你把我心爱的小妾 就活生生打死了 我就不难堪吧 那么我是一家之主 你大肆因为这样的做法 又置我于何必呢 将心比心呢 有道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天啊 非是我这样的对待于你 您别提 有什么话呢 后边说 谁对谁不对 大伙都清楚 我们都坐在这份上 当着这么新的吓人 您还让我说出点什么来吗 好吧 他目前带路 你这几句话 说得让大爷肯定过得去了 这样大家伙赶紧进屋 干嘛 抢他的铺盖 连他这手使的东西 烂七八糟 这些的顺后面都挪头了 这人生活习惯都这样 他要到新的一个地方 一开始很不习惯 慢慢的从后头 他使惯的东西 包括一个茶碗 包括一把扇子 他都得拿着头来 这个大伙七手八脚 该拿什么拿什么 抢他一看 他就没打算让我回来 跟着他就进了内宅 内宅上房屋一看 别有一番风情 又是一种景况 今天大奶奶下了功夫了 要把这个 两个人生活了很多年的 这么一个上房屋 布置掉 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浪漫 说跟现在似的 什么点蜡烛 那过去都点蜡烛 他也没觉得这浪漫 我也不知道怎么 现在点一蜡烛就算浪漫 其实这是商家的手段 有灯他不点 一人给那些蜡头 还不是那挺长的 蜡金烧的那 一人给一蜡头 那一小碟跟烟杆似的 点个里头 你说这火苗 跟这点的突突老晃哟 能要老听聊这 这环境老黑乎乎的 坐这谈恋爱 这情调怎么浪漫 我反正可能我这人呢 有点粗俗 我也体会不到 包括好多西餐的餐厅 讲究格调 讲究什么 我去过若干间 我接受不了 有的地方这个 稍微静一点的还行 这个吃个牛排 喝个鸡蓉汤 蘑菇汤 点个沙拉子 这还可以 有的这个酒吧西餐厅 咱们不适应 我一进去好 比中国这涮肉馆 这个还乱 中国这饭馆就够乱的 想藏道道老虎贵 腰三和五 现在饭馆里少了 看不见 我小时候光着膀子 喝着酒 划着拳 老虎杠子鸡 哥俩好啊 裤子这趴子这 even day啊 他这乱 现在好像这样 喝酒的少了 灌酒的 抢占的 聊天的 什么都有 这个外国餐厅 比就是在国内也有啊 国外我也去过 比中国这还乱 这墙上四面 八个电视 一面俩电视 八个台同时放 就你爱看哪看哪个 然后一人一扎啤酒 他也不吃菜 外国人一人 搁一扎啤酒 也有抽烟的 也有抽烟的 也有抽雪茄的 然后就这么喝 外国人的嗓子也都大 哇哇哇哇 就这么说 啊 有人说这叫田园风格 什么风格 我 啊 甭管是牛仔的风格 田园的风格 我来不了 那天那个那个 这个我要去了 我都要求 我说您把您的音响 关小点 我说这音乐 音量最 为什么你得跟他证命啊 你聊天你不染不行 因为你互相 你听不见 他音乐声太大 北京好几家主题餐厅 西餐的我去 我都不成 工体那有个摩头鹰 那女的穿的都比较暴露 您知道吧 啊 专有一批上那去看这个的 您知道吧 然后吃着吃着饭呢 吃着吃着饭呢 他跳上舞了 服务员站好了 放音乐 跳一段舞 然后吃着吃着又跳 你说这叫什么餐厅 我是吃饭 我是看跳舞来了 我不适应 还有地方特别讨厌在哪 他别知道你今儿过生日 一般的中国餐厅 知你过生日 现在讲的送碗面条 或者得来 来块蛋糕舞的 西餐厅部去 好 你要知你过生日 大发了 他跟大伙宣传 他喊住了 这一捧口的人全喊住了 就是他过生日 大伙一块唱 祝你生日快乐 那歌 那羊歌 大伙一块唱 那吊子我大概一会哼 那词我不知道 外国那词我不会 然后就是 你还得站起来 谢了 我过生日 他们什么事 你知道我过不过 儿子生日母的男人 我告诉你我今儿过生日了 他因为他有你的信息 知道吧 他他那个 你会员制什么 他都知道 但那时候 我没感觉 我的朋友去了 这个 而且象征的送个菜 什么的这个 但羊毛处的羊身上 这都得你花钱 是不是 不能说他赔钱干这个 这大没有必要 哎 今天呢 大奶奶这环境 啊 布置的比较温馨 比较好 哎 预备好的精致的酒饭 这个菜 跟大伙吃那个宴席 那不一样 那是 百席大鱼大肉 让大伙吃的解恨 解气 啊 上你们家来看 你们家有钱 却是不招待人 不含糊 这可不是 这个酒 这个菜都很细致 今天大爷 前秋至起 没别的 咱们老夫老妻 我敬您一杯 好 这杯酒拿下来了 他可不跟你碰 为什么 这一碰就坏了 说好了 在后边喝一杯酒走 所以有多的话 都得这杯酒之前说 咱们二位 在一块也不少年了 是啊 你我 也是多年的夫妻了 前些日子 我误杀杯子 这原文啊 就说明这个妾 确实是他杀的 嗯 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你就那么狠心 到头了这些日子 就不上后头来 就不念结发之情吗 结发 过去男的女的 男的二十加官 竖发加官 女的十五竖发季吉 啊 说这个年以季吉 就该嫁了 那么得男的是二十成人礼之后 女的十五成人礼之后 这才可以结婚呢 就是过去中国的婚姻法 就是这么定的 但这个不是说 明文规定 这个你不遵守 他也没无所谓 十八九你就结婚了 在中国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 是女大男小在旧社会 女的都比男的大点 大个三五岁的不新鲜 还有更大的 就所谓同样级吧 那么他为的是 儿媳妇进门 能早干活 尤其在农村 这种现象更普遍 但实际呢 中国人也早就明白 那个男女的生育的发展 必然是男的成熟 比女的要慢一点 他就到了二十 女的到十五 这才是合适的 但现在的婚姻法 又不一样 中国的婚姻法 这岁数老变啊 因为我是学法的 就是打我上学 那婚姻法的岁数到现在已经改过四次了 这我知道啊 这岁数老变 那么 竖发呢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 就得把各自的头发剪下一个来 拧在一块 结发吗 或者缠在一块 或者就绑在一块 甭管这么说吧 找一个香囊 或者一锦盒 收起来 这俩人 这是两个人的这么一个 呃 表示同心的这么一信物 现在也有 因为我老给人主持婚礼 也有 眩碱 啊 哪里剪的眩碱 对 线不说线 说眩啊 不是我发音有问题 他那字就念眩啊 这个 这个 婚礼仪式上 现在又有中式的了 也是卖火盆 火盆可不是真有火啊 说过去 您听侯大师那趴走在这 泼一盆 泼一碗酒 这火腾下起来 现在没有 现在都是电子的那种 然后弄一 鼓风机 吹那红愁子 也跟一探盆似的 很闪光 哎 搁这个 然后弄一马鞍的 也预备苹果 咬一口 这叫平平干干 卖火盆 活活实实 然后呢 过来挑盖头 还得拿蹭杆 啊 拿着这蹭杆 这头是蹭钩 没有拿蹭钩 狗家 就这拿蹭杆也够呛 赶上那新娘子 脑袋带东西多了 寡住了 这盖子 接不下来的 赶好几个 上去四根帮着宅 最后连猪子什么 也都耗下来了 这我都赶了 然后他们俩 拿着剪子 那就当大家伙 男的也剪一点 女的也剪一点 哎 你这他们娶媳妇 这还能剪下来 你这我娶媳妇 我跟我媳妇 结婚的时候 也没这个 是不是 就有这个 我还得 留头发 就被这仪式 还得留头发 所以现在也复古 还有的是 弄锁的 俩把这锁 这锁跟锁 解一块 然后把钥匙 这解 就钥匙拔了之后 就永远打不开了 就俩永远不分开了 那这钥匙怎么办呢 最早我听说 有扔地勾的 还有说扔房上 这可能是从牙牙那 过来的 上个牙扔地勾 下个牙扔房上 这都妈妈论 还有的是 拴气球上 清气球放 能一大堵住气球 就拴那两把小钥匙 拴上之后 还有个放飞礼 这同心锁定的之后 放飞的气球 这钥匙就跟着气球 不定走哪去了 你们俩这锁呢 这被子永远谁也打不开了 这两把钥匙没了 谁也找不着了 就永不分开的意思 跟这个头发节呢 这大概节都一样 因为过去人呢 发如首 对他示弱生命 那么两个人今天提出来了 大奶奶先说的啊 大奶奶这杯酒端起来 不喝 跟柴子爷说 说你就不念结发之恩吧 我是发妻 这很主要 说这个老百姓的过去 北京土话 叫抓就是夫妻 就原配 你怎么着 你也得原谅我 柴子爷呢 听完这句话 这杯酒没喝 放下了 原谅没有 没有 这句话不想说 应该是顺杆扒 就坡下 对 这么多年你也不容易 以后不痛快的事 咱们不提了 不就完了吗 过去了 但是他活生生 把他打死 这个行为 太恶劣了 自从花百金买来这切 原文上写叫 今霸无欲知 太残道 这原文上写的 就你的手段太恶劣了 大伙都看不下去了 我一家主人 我也看不下去 所以我采取不理你 现在你主动的求和 我还不愿意理你 不能原谅你 所以柴子爷不愿意 金水他这词都想好了 你看 结发之情打动不了柴子爷 好吧 那么 打劲个起 我不管您了 您爱取谁取谁 我帮您物色 打劲取您 取金钗十二行 不辱瑕疵 这是个盗装劲 应该是辱不瑕疵 就是你没有毛病 从你这来说 我挑不出你的错 金钗十二行 白居的诗 中乳三千斤 是这个金钗十二行 就说他身体棒 身体好 喝了中乳三千 不知道这是什么营养品 中乳是什么乳 我不懂 喝了三千中乳 这营养品 能取十二个小妾 他形容他这个好 身体好 你说过去人古人 做广告都这么 而且找名人代言 白居易写诗 白居易说的不是他 是说的一朋友 这您查去 白居易有这么两句诗 所以现在我也找人打听 中乳是什么乳 这个奶 那个奶 没听说出于中乳的 所以蒲松凌也拉这么一点 从大奶的嘴里说出来 但凭于你 我这回那是痛改前非 我知道我不对了 你再取来呢 我能够容纳 不仅容纳 而且我要善待 为什么 因为我打死他 确实使你难过 使你伤心 导致咱们夫妻两个人的感情破裂 这我认为是一大损失 你这个说的话 打动人心 金氏说 鉴于咱们是发妻 你我有结发之情 结发之恩 您不念我念 我愿意跟您付旧如初 那么我同意您再取切 他这个动机说的好 这句话 柴里也可听进去了 头了那些个都没动心 允许他取切了 而且自己承诺要善待了 你说这是真的 你看 当着这么些人呢 这对灯起事 你看 我能够说下话 你不信 不信这么办 今儿是晚了 咱不提了 明儿早晨 咱就把媒婆请来 是咱们这儿 说得上的 数得着的媒婆 都找来 杀出人家 就说大爷呀 让大气 物色好的 跟你说实的 钱我都预不出来了 这回咱们还大办 为什么 我这个名声不好 人家有好姑娘 也不敢给你 给你完了 怕让我打死 就您大过生的 我不愿意提这个 说被表我的心 既有恶名于波外 难免就有人 嗯 有抵触的情绪 人家有好姑娘 也不敢给您 咱们必须要下血本 花重金 不惜重金 跟您这么说吧 只要这事办成了 花多少钱都成 柴蝶一听话 都说着这份上 而且再一看 这个说话 有点慷慨极昂了 啊 赌天发地的 这么一起事 像是真的 走了 你也甭说了 来来咱喝酒吧 这一说喝酒 这盏可就接过去了 这一杯喝完了 赶紧手盖 第二杯就给倒上了 要不想起刚才那盏了 一杯就走 这不头 您尝尝这菜 这都是我亲手给您做的 好啊 那么您今儿晚上 就别上外院书房去了 您就睡着咱这屋了吧 这什么时候呢 睡指宿呢 就是 见着那个插蜡烛那蜡签了 啊 就逐进见拔 就那东西 蜡烛都烧完了 已经看见底下那蜡签那拖了 都到这会儿了 酒也喝的差不多了 柴的爷 这才 睡觉 留宿 睡在自己家屋里 费这么大劲 那么夫妻两个人呢 岁富好如初 这事不提了 那么这也是今世提出来的 那要再提这事 我脸上也不好看 当的吓人呢 我也没脸 在做这个大奶的主母 最主要的是 对您那妾不利 您老提这事 老然想着 一来小妾我给打死 这就不合适了 那么以后我改了 您也别提了 要不咱们都难过 都伤心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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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好如初 也不能说第二天就找 媒婆 反正过这么三两天吧 也没等柴的爷提这事 真把媒婆给找来了 当着柴的爷的面 啪啪啪啪一说 有条件 你们不能瞎办 你们先说您几个 谁最有能耐 谁说的成功率高 这媒婆也都互相的表现 啊 我们说成过多少多少对 我说成过多少多少对 甭说柴的爷您这样 比您条件差得有的 什么都给说成了 啊 瘸龙呆啥呢 多了去了 你瞅你们提这个话 能拿我们柴的爷 当这样的人比吗 你柴的爷跟他坐着 你们看意表人才 我们家这家的 不说大夫大贵母 满说得下去 谁嫁的我们家也不受委屈 可是呢 有个事呢 你们不管知道不知道 咱们可新朝不宣 什么事呢 咱可都说好了 都是往好了办 那么我呢 把几位妈妈请来 那也不能白请 办得成办不成 我这都有份意思 这不一家都没提呢吗 今天我先表示表示 来 一人给拿块料子 你这大奶奶 您这是干什么 事办成了 谁办成 您谢谁干嘛 一人拿块料子 要不你们不尽心 您这话说的 您赏这话的 我们哪能不尽心呢 咱们把丑话说头了 可真得是好一家的闺女 真得是啊 年轻漂亮 温柔贤惠 这才配得上我们大爷呢 哎 好吧 我们尽量给您办去 他跟我们这吃饭走 不了不了不了 媒婆 全都送出去 怎么样 我是嘴对的心吧 哎 柴的爷一看呐 办事还真忙 这么些媒婆 撒出去了 说每个人回信 甭多给我介绍 每人介绍一个 我还挑不上一个吗 这事不就成了吗 看来这回是回心转意 这是真心实意 这回知道错了 所以才这样对我 好吧 那这个事 你张罗吧 我外边找朋友 那么您回家吃饭吗 可能我这就不回家吃饭了 就即便是我 我回来得晚 我让孩子们往回来 早告诉你 好 你们跟着人进点师啊 别让他多喝酒 好好好 我小子 孩子爷走了 大奶奶一直送到二门那 看着大爷带人走了 回来 找小红 去 小妈 把刚才那几个煤盆找来 您干嘛那么不放心呢 甭废话 找去 哎 煤盆都嚼小 走得不远的 大爷刚走 丫头老妈的一个月 都追回来了 家里这料子 怎么后悔了 是怎么 见奶奶 见奶奶 坐坐坐 老妈妈们都坐 你们都会说亲的 想您说的 我们就干这个的 啊 媒婆媒婆 两头说和 啊 不为财务就为吃和 您也是赏块料子 我们尽心办就是了 大奶奶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别人家的亲你们会说 我们家的亲你们不会说 怎么不会说呀 您家的条件好说呀 哎 您的条件找好的就是了 嗯 那是一定了 刚才有大爷在这 我说话 有点爱口 有些新的话啊 不得说 这回大爷出去找朋友去了 哎 家里没什么外人 把你们老姐几个请回来呢 咱们老年几个坐一块呀 好好的说说话 我们家这个娜妾跟别人家 还真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就因为呀 你家原先有个妾 知道不知道的呢 我也得说 他死了 怎么死的呢 我打死的 是 那他 他做的不对 他一定是伺候您伺候的不周到 而且不知道 做了什么忤逆犯上的事情了 恼怒了 奶奶您了 该打死 该打死 甭废话 该不该打死 那是我们家的事 你们知道也罢 不知道也好 这个清早你们说呀 每人给块料子不算完 来 拿钱 一人又给拿五两银子 这是奶奶我的TG条 料子送给你们 钱给你们 有个要求 您说 风是风 雨是雨 外边给我办 但这事不许办成了 谁要是真往家带来 让他相中的把这事办成了 可别说我不答应 而且外边还都得知道 是奶奶我把你们使出去的药 给大爷说媳妇 要买这切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警媒婆一听 嗯 按着这心的 这就算明白了 还得大张旗鼓 柴家大爷要娶妾了 谁给办的这事 柴家大奶奶呀 金氏夫人呢 人家那真得说不是啊 一般的那个汉妇妇 人家说爷们娶个小媳妇 哎呦不成 酸得厉害 醋坛子一个 横车竖打 人家没有 人家主动把我们请家去 看见没有 给料子给钱 让我们尽心办这事 那真得说夫妻恩爱 那真得说对台队燕眉的说 可是暗寒着呢 这事不能成了 真东家串西家跑 把这事说成了 到家来还就干了 也是 我们不能把这事说成了 我们给谁就说成到你们家砸死 这怎么跟爹妈交代 人爹妈惹不起你们 人还不找我们 您给说的什么人家这是 哦 是这么个意思 大奶奶您甭费劲了 算您肯花钱 什么事都能办 我们大概就明白了 就这个事啊 我们还得别说了 明白就得了 甭废话了 送吧 小红带人友都把媒婆送过来 几个媒婆出来 你看我 我看你 还有这事呢 那咱们接几个走吧 干嘛去 给他张楼去吧 哪有的张楼 哪 哪没有好姑娘上哪张楼去吧 哎呦 大伙呦 可出了新闻 这么一个人说 柴子爷 外部可就有人给道喜了 柴子爷 道喜 道喜 什么事道喜 听说 红蓝星照命 小登科 您又要大妾了 这能没影的事 听谁瞎 听谁瞎说干嘛 好 我们那位嫂夫人 真说得上这个 女众的魁首啊 那个胸襟真说得开阔 不让须眉 你跟您弟妹可没法比 那天我就跟她那么一聊天 我就说我黄黄的心眼 我这那个小心 我打起来了 脸给挠破 大罐也给撕了 还得掉地上 让耗子把脑子给啃了 至于那么邂逅吗 你前天就那小心眼啊 这傻子 这就行 就冲战丁 还得请客 真有那么一天 好日子 一定得把哥几都趁家来啊 没得说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们也给您物色的 还得到家来 见金事大 你别这样大张旗鼓呢 这事八个还没一瓶呢 倘若真说我乡上谁家的姑娘 咱们下了定理 挑了集成 选了良日了 把这事都定为好了 你再这么往外嚷嚷也行 现在我理解你这心情也就是了 也不必弄得这么风风雨雨的 还能不成 我办事就这样 你不这样能动筋大点啊 挑不着好的 这个呢 咱们钱也花到了 回头事没办成 挑不着好的那可不成 好好好 那那那那这事 你你你你 看着办吧 柴廷斌柴的爷是信以为实 就这样 嚷嚷了够好几个月 一个成的也没有 他成不了啊 各位琢磨琢磨 他没打算让他办成 他能成了吗 前面这个 一派的喧哗 看着 是给大爷物色媳妇找小妾 暗含着下半 哪个也成不了 不是肥了就是瘦了 不是高了就是低了 高门不成 低门不救 哎呦 这个理由这个多呀 简直的把柴大爷急的呀 柴大爷心话说 我呀我 我干脆吧 我别等他了 他得好 杀出人家不少 柴大爷干脆 我也组织组织人家 来来来 给我找几个媒婆 背着大奶的 他也找几个媒婆 我给钱 非得给我找一好的 我这媳妇不知道 怎么回事 嚷嚷动静挺大 工作起来没有效率 进度太慢 就打着说这事 好几个月到现在好 我一个都没见成 你们给我张罗张罗 大家伙一看那两口子什么毛病 反正我们大伙闹得有钱 甭管你们是让成也罢不成也罢 两头都给钱 我们落一个实惠 哎大爷这边可有动静了 推来选去 真有一个大爷看着不错 是邻家养女 就是姓邻的这么一个人家里的干 这两天就把他迎娶过门 说这个门户都比较合适 大爷可就动了心了 回来跟大奶奶这么一提 我说 七呀 现在有邻家之养女 我看上了 不用你操心了 我打算 那他为妾 你是乐意呀 你是不乐意呀 瞧您怎么说的 我先能不乐意呀 这两天您就把他迎娶过门 林氏女不进柴家 还得罢了 一进柴家就又是一条 人命 书接上文 接说一段聊斋志目 叫做少女 上回书给您说到 柴廷斌柴的爷 要纳妾 拖出人家了 他媳妇今世呢 也拖人 他也拖人 拖着人可不一样 方法也不一样 他媳妇今世明的拖出人家 让快找 暗含着不许找 原文是写 年余 一年多 没信 柴蝶实在受不了了 干脆我自己来吧 找人 给我找一好的 那他有钱呢 好办事 那么原文上写到购置 这个咱们一再说 每次我说出说的这个 什么买鸭子买窃 因为它是封建社会 这就是一个商品 所以才说购置 购买的够 人得看好一间 林氏之养女 姓林的这么一个 干闺女不就说 不是亲的 反正养的 抱的 长得不错 岁数也年轻 哎 跟这个柴的爷这么一说 为什么同意呢 那不是本地人 哪的人呢 这地方人 柴的爷哪的人呢 咱们这段叔叔刚开始说了 太平府 太平府那 安徽 安徽悟乎的地方 那么 这个林氏之养女呢 是北京人 这儿的人 可又不是纯北京人 燕山脚下 原文上写燕人 那这燕山可大了 一说燕人泛指北京 北京地区当时所谓 也有可能是密云县的呀 也有可能是淮州县的 也有可能是梁乡县的 您说这密云跟梁乡差多老远 比北京到天津还远呢 但都算北京人 哎 北京您要别看户口本上写着 户口本上写着 原籍 籍贯贯的就是北京 现在是16区县啊 现在 因为东西城这一核必16区县 反正我知道就有五六种口音 那通线人说话又一样 哎 我说我不来 你非说一块来 嗯 到这儿来又不好好来 啊 来不说来说来 哎 你要到了评估人说话 您听得点唐山口音那意思似的 叫月泊不叫月泊 我说月泊 叫我名字叫月泊 哎 来月泊嘛 我是立军啊 他叫陈立军 哎 那咱北京说立军 他不叫立军 哎 我是立军 哎 这就是口音的关系 密云县密云县口音 这个门头沟门头沟口音 都不一样 所以也没说他是哪的 反正是这地方的北方人的范主 长得好就行 花钱 买 买可是买 得跟金氏商量商量 找金氏问问吧 您乐意不乐意 金氏说太乐意了 我哪知道 这些人办事效率这么低啊 您只是一年多 我给您拖出人 也搭着找着都不好 我都看不上 既然是大爷 您自己物色了一个好的 您自己看了一个好的 那就是他 您赶紧的迎娶过来 我已经啊迫不及待了 我已经非常的想啊 让您有一个小窃了 我也有个帮手 最主要的 正正咱们家的门风 别让人家看着我呀 是个 汉富的形象 你看这你取过来 你看我怎么样 我要好好地表现表现 表现表现 柴立一听高兴了 这真得说是 回心转意 这回是彻底觉悟了 他不知道他背后搞的小动作 花钱给买来了 临时进门了 临时这一到柴家来 金氏大奶奶怎么样呢 喜行于色 那个高兴啊 带出来了 哎呦 来的这些亲友啊 他这场张楼啊 让大伙一看 贤良淑德 没有这么开通的大婆了 你看自己的男人纳妾 这个高兴 而且是由衷的 说话 这些乐不音的 看见谁都乐呵呵 那么对这个临时呢 那更不错了 哎呦 对临时的个好啊 妹妹长啊 是妹妹斗完 临时在金氏大奶奶面前呢 还要有一个掌幼尊碑吧 全免 不用 不仅这样 就是柴大爷 跟家里的这些人 包括大丫鬟小红等人都算上 没见过 原文上写了 饮食共之 这可挺难的 就一块吃一块喝 真跟姐俩似的 这么好 他这个大婆跟妾是有等级的 尤其这吃饭 我小的时候北京 咱就说北京啊 有些个奇人家庭还是这样 我赶上过 我见过 就是男人上桌 女人不要上桌 做饭都是女的 家里的男人不做饭 然后做得了饭 做得吃喝 都吃完了 女人跟孩子们才能上桌 在家的姑娘都是干活 可嫁出去了 再回门了 这姑奶奶地位高了 所以这女孩一嫁出去 再回来叫姑奶奶了 这个地位反而很高 这就是您看 这个大宅门的电视剧 就看出来了 大姑奶奶远嫁济南府 从济南府回来 敢跟七爷瞪眼的 不是这些哥们兄弟 是这姑奶奶 是这大姐 她敢跟七爷瞪眼 敢讲理 拉着这杨九红 跟他平礼去 您看杨九红 他们家带他们家的地位 不如一只猫 老太死了 给猫穿效 不许杨九红穿效 杨九红愣拿被我 把这猫给捂死 恨疯了 恨麻了 恨铁了 那真是恨得压根养 这是过去的封建 家庭等级制度 就这么森严 这金石大奶奶 对这林氏推好 饮食供之 这还不算 有这么四页东西 纸 则 花 穿 这四页东西 认取之 什么化妆品啊 纸啊 就是胭纸 胭纸的纸 则 就用那个钩 这叫美白啊 什么的这种东西 冷面奶 冷面蜜 花露水 这都算泽 这都算上 这都一路 花 过去女人讲带花 这个花您可听明白了 不是说 咱们想的这花啊 不是 就是珠宝 这个珠宝 这个这些花 珠花 这些东西 穿就是首饰啊 粘的 什么这都会穿 一斤子 反正一穿 这四页东西 认取之 是我的 你随便拿 看哪个好 子你说出来了 就给你 送你 而且亲自给你 捣 这个更难了 别的都得防 你本身就年轻 就漂亮 就有资本 你在天天捣着的 很艳丽 有的那个小妾过门 好 受气受大了 还帮着小妾 有的儿媳妇 让婆婆带花不成 干嘛呀 打扮花枝刀斩的 打扮勾人去呀 没人你洗一清水脸 穿一身清衣上 我还没死 那就要穿笑 是怎么着 怎么着都活不了 他打扮着 你鸡蛋里面 挑骨子 怎么你也不对 就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这部件 全主动的 指责花枝 全给 这个金氏可想了福了 金氏在他们家 一过门啊 原先还有点顾虑 耳目的 说这大奶奶 脾气不是特别好 尤其我那个上任 我那上任 他们家有一小气 愣让他给打死了 这本来就战战兢兢 到这来一看 不是 这个态度和蔼 一团和剧 春风出面的相访啊 这哪找这大奶奶去 家的小心的伺候 他对他也好 最高兴的还是柴黎 柴黎一看 罢了 家有贤妻 男人在外 何愁不作横施 家和万事兴吗 取了这个不打不闹 俩人混得跟亲戚俩一样 每天看着都是那么和颜悦 谁 东西随便用 这才叫无有后顾之忧呢 柴黎心里高兴 俩混得这么好 那么他加倍的伺候金事 他也得干活呀 什么都行 这些活他还都会干 唯独有一二不灵 过去女子 三从四德 四德当中 有一很重要的 女红 什么叫女红 做真挚 过去这女的 不会做衣裳不成 缝缝补补 洗洗涮涮 这还是最简单的 最起码 刺激的衣裳 自己男人的衣裳 家里的棉被 开洗座 这都得会 凌固燕产 不洗女红 除秀吕外 须人而成 会什么 会纳鞋底子 除了会给自己 做鞋 剩下的都得别人干 须人而成 就需要别人给做 这个他是燕人 就打这句声 说出来的 这福宗陵说话 你看凌固燕产 就燕山这地方 生产的迷人 不洗女红 那么据我想 也必不是北京城里人 他可能还真是 怀柔啊 蜜云啊 房山等等的地方呢 就是说他家里头啊 是干粗活行 这个女孩的 真正的刺绣什么的 那更甭提了 连差一辈我都甭提 就甭说绣鸳鸯 不灵 你让干 他不是不干 他干的不好 这金氏呢 要批评批评 但是批评的 有方法 哎呀 妹妹 你说把你 啊 大爷把你取来 这不是说 买你 当画 看的 咱们居家过日子 你说姐姐 我对你怎么样 姐姐对我太好了 吃着喝着 穿着带着 哪样对你 哪样都不 你这不干活呀 可不成 你看我不干 我真不会干 是 我说就这事 这么着 你呢 嗯 得给他们下人 做个表率 按说呢 当姐姐我啊 心疼你 我是不忍着说你 也不忍着管你 但是呢 我要不管你啊 就没法管他们 俗话说的好 这车篮头一亮 要连你我都说不了啊 那下人们就要造反了 他们就没人啊 幸福我了 是大姐您说的对 那您说怎么办 怎么办 别打鼓 别含糊 打劲起呀 你算我徒弟 这什么意思 当姐姐的做师傅 教你 什么不会 我教你什么 但是呢 有那么句话 这个 徒不教啊 是师之舵 这是三字筋上的话 你要是想想好了呢 想有一天也跟大姐我似的呢 有这么一手好针线活 你可得吃苦 真要说哪点不对啊 大姐到时候我没准啊 真得恨的你几句 那该说您就得说呀 要是再忍不住我许 乖几年两下 该打您就打呀 那您可不许恨姐姐我 您这不是为我好吗 您要针对我不严格 我不也小不出来 呵妹妹 你太明白了 严实才出高途 没有一个成功的人 是懒惰的人 这话说的 得把自己摘一干净 全都垫瓷水 打你骂你是为你好 你不许恨我不许说姐姐我不对 这金事够很大 临时哪是 就这个呀 她出到这家来 这大姐对的这么好 好早晕了 这一说 要交做这女红活 那就小吧 真给买好东西 出紧断子 那好的 愁的断子拿来 教你做 这东西 不是当时就会 能干什么 也是个熟练功夫 在座的也有女同志 也有男同志 你说女同志 心系做真的好 你看好裁缝都是男的 好厨子也都是男的 你在家做饭都是女同志 你看饭馆炒菜 没有女同志 现在是有啊 我说这是过去 是不是 这个这个司机也如是一样 什么也如是一样 不是说咱轻视女性 我说这意思 他下功夫下的少 真得吃苦 你打的那颠这炒勺啊 您看那厨子那一身手 那胳膊 没有一个说这皮肤 跟我似的细白粉嫩的 没有 这手我说我会炒菜 各位也许有幸 你在家嘲笑 颠仨吵俩 这小人摊个鸡蛋呢 是不是 像这天烧个茄子 闷个扁豆啊 哎 拍个黄瓜 这小 您真说那大炒勺 神不搁 您就把这炒端起来 就这么颠 就这么 他这这翻着把 他不是跟咱们炒菜 这么端着过 这把是这样 他这么炒菜 就这您试试 什么都不搁 您就拿这 这还在灶上搁 还不让您平端起来 就在灶上这么搁 真练怎么练 这大炒勺里下沙子 抖这沙子 这一把沙子 养起来 我见过炒菜 不食铲子的 不食勺的 把这所有 这油做好了 该下昨了 烂七八糟 全全用手 全是下手 那这出勺怎么出 就把这炒勺 抖起来 这是盘子 齿盘拿起来 这菜起来 打这一过一接 这可不是电影 各位 这是我亲眼所见 把这一盘接过来 这身上可是三白 帽子白 衣裳白 围裙白 不能染上 也有点 不能有一点菜摊 手上 那个色 都是刚才抓嘴里抓的 齿盘端起来 就这一齿盘 您端着您试试 打这一过 这多的分量 还别说这炒勺 这还厨子 他得下功夫 干什么也如是一样 当时会会不了 这林氏怎么样 不灵啊 开始小和颜月傻 和焦的那个耐心 给说给讲 老肖不会 这可要给颜色了 妹妹你可够笨的 要当时就骂 那就不是金氏大奶奶了 得让人看的 我得屡说你屡教不改 最后才能达到 我要跟你骂你 跟你动手的地步 这是一步一步的 你可太笨了 是姐姐 我这也是 最近呀 不成 你这要是 嗯 打算偷点懒 姐姐我可不答应 我没有 你看我这汗都下来了 接着闹 把这拆的重新闹 哎 先开始还是说这活 慢慢的就说这人了 我早看出来了 你也不是这不行 你什么都不行 你干别的呀 也是笨手笨脚的 哎 把你取来算倒了没了 就这话了 再到后头啊 可就骂出不好听的来 你他骂的 这就得听着 刚开始呢 叫出游喝霸 继而编除 可就要动手了 反正在屋里做活 有炕调说 有线板啊 拿起什么算什么 帮就一下 最厉害就是胆袜子 真往身上抽啊 但是打 你可听不明白了 不打脸 往身上打 那胆瓣要抡圆了 抽一下 当时就是一大驴唇 啊 说书说得 说驴唇什么意思 叫驴唇呢 就跟驴的嘴唇一样 您回去您看看 跟驴的嘴唇那啥 子的血印子 子血印子 要怎么叫驴唇呢 打成这样 柴德爷看这 那能看不见吗 他疼啊 打完你还给你上药 今是亲自给上药 今儿姐姐可打手中了 姐姐您这不都为我好 还为他好呢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柴德爷看他心里 叫痛切在心 但又不能为其地 就不能为他换一个地方 这个东西 说不出来 道不出来 这么一难受劲 你说脸这么好 他打完呢 他还给他赔礼道歉 他还给他亲自上药 见着我也是 今儿我可对不起 大爷您 今儿他呀 做这个时代太难了 我这么一着急 我给他一胆霸子 你说打完呢 要不然你娘妹妹 也拿胆霸子 抽我两下得了 老说这话 柴德爷这头还真着急 还真上火 你别老动手啊 你这哪天真打坏了 怎么办呢 也只能说这个呀 行行行 下回注意吧 这边还得劝临时 你看你姐姐 打你可不是为别的 他不是欺负人 他还得替他做饲养工作 这难受劲 过来过不去 今儿一看呐 嗯 差不多了 我呀 还得再加点紧 金对林 就这个爱 叫过于往昔 每天少打 多骂 这是背的人 但当着人 就那个姐妹之间的感情啊 让人看着 哎呀 过于往昔 比刚来那会儿还好 你别看这林氏 每天 挨骂 每天挨打 还是由衷的特别呀 尊敬这金氏 但最近跟刚来也不一样 害怕 那么俩人这个爱之过于往昔 到什么份儿上呢 经常的为他亲自竖发 云千黄矣 过去女子化妆呢 需要千粉 千黄 就是她脸上 得涂啊 得画呀 尤其描眉啊 得拿千粉画 这个其实对女性啊 身体很不好的 这么一种化妆品 因为这个千粉有毒 但是过去人呢 他认识不到这个 现在这毒 现在没人拿着往脸上赶涂 没有 你这个小孩写这个签字笔 啊 这个签笔吧 就说 签笔 这个签心 实际对人都是有很大伤害 尤其有时候 这小朋友 他不知道 他啃这签笔 签笔这头的都露出来了 把那木头蟹子都都啃下去 那签心都露出来了 还吃 那对身体你琢磨琢磨 这能有好处 签中毒啊容易 过去人不知道 这签粉现在还没有 我们不是上平遥去过买 在平遥那我看见这签粉了 大家都以为是黑的不是 签粉是白的 这个辽宅原文上写的对 签黄 这签粉呢是奶白点的 也可以说是黄上发点黄 我在平遥看这干嘛用呢 就制这个 漆器 您都懂 漆器 你要到平遥县城里边 好多家卖漆器的 漆盒 这本身就是手势盒 也有大的也有小的 你说你不装手势也成 也有干别的用的 也有漆盘子什么的 这漆盘子 他得上漆 但这骰怎么上 现在平遥有一七十多岁的老师傅 他家里有两包签粉 他说没有人哪 给漆器上这骰了 现在的漆器都是化学骰 我还用这个土办法 拿油丝 涂这个千粉 和好了颜料 在这个漆器上的擦 这么上骰 涂什么颜料上什么骰 它是揉出来的 那个感觉跟现在的化学骰不一样 揉出来之后啊 这东西您看着朦朦胧胧的 这个 你远瞧啊 有点磨砂那感觉似的就是 现在平遥县城 就他一人这么做 纯手工做漆器 卖的可不便宜 我就问他 我说您这个千粉是怎么来的 哪卖呀 没有卖 他说这两包我可舍不得用 现在我这两包都干嘛用 表演用 多的有人花重金了 让我表演这个 我才来这么一回呢 而且这是 有毒作业 这个我还轻易的不演 现在知道这个对人身体不好 一般都是日本人来呀 台湾人来呀 有人知道我会这首绝活 让我给揉一回 我没点买这千粉去 我说那您怎么来的呢 我是从一老太太手里给我的 这老太太知道我用这东西 临死之前呢 让孩子把这两包东西给我送来 我一看上千粉我乐坏了 我问他这孩子 老太太说 这是我年轻时候化妆用的 哎 所以我说这段聊斋 就是从平遥这趟我找的确实 这是过去女性化妆 这个用这千粉 这不是瞎说 云千黄 这是原文 就是拿这千粉往脸上涂 云嘛 每天亲自动手 您琢磨琢磨这大奶奶做的可以了 先是竖发给盘头发 给洗头 给这临死 伺候他 然后云这千黄 让谁看多好 没毛病 但是 对他的这个 娇 就是娇的这女红 已经升格了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做真挚的问题了 上升到什么 上升到严刑了 我们家什么家庭 我们家大宅门 说话得有规矩 你在你当初你们厌产 你是那地方产的 你不懂规矩 到我们家的 按我们家的规矩办事 你的说话 你的行为 你的言行 都不成 重新教 稍微有一点做错了 就骂 再不改 就打 胆霸子 没有了 抗条主 不用了 用什么 上费单说了 铁杖 他有一铁杖 这是当初 那小妾怎么打死 就用那打死的 这凶器 这家法没扔还留着呢 拿这打 这下搞打狠了 把这林氏打的呀 每天身上 那要说青一块 红一块 都是好的 经常打得出血呀 尤其这个打骂 是当着人的 不是说关起门来 偷偷的教育教育 你就完了 当着这些下人 对身心进行侮辱 精神上的折磨 各位 可比肉体上的折磨 要厉害得多 您知道 这个好多 这个折磨人呢 真说打 真说骂呀 它不是那么回事 哎 尤其现在最近 这个革命题材的片子 比较多 这个特务片 什么谍战片 您经常看 真说打 真说骂 那是最简单的刑法了 那种折磨呀 好多都是非人的 这临时有点受不了了 当人也好 被人也罢 先开始 还是自冤自哀 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怎么就小不会 你小不会 他没明白 想打你 你永远小不会 你这小会了 还有更难的 才是打爷呢 怎么样 怎么最近又有点 要旧胎复发呀 先找这临时问问吧 这大奶奶怎么老打你 骂你 这怎么回事 都怨我 我做的不好 他教我 我也小不会 尤其你们家规矩 又太多 我们家哪那么些规矩呀 这规矩也是人定的 慢慢调理 那可千万别说大姐 大姐对我不错 每天还亲自给我化妆呢 他这脾气是不好 他说你们今儿俩 出的挺好的 怎么老动手 我说上去 您可别说 屈了大姐 你甭管了 找近视来了 我说大奶奶 这可不成 你这个先开始 打两下 乖气两下就完了 你这拿胆巴子 抽抽的浑身 是青一道 红一道 这就够巧的 最近你怎么又 给铁拐罐拿出来了 你这铁杖子 这好 铁炮都给了 这个 你这个 这铁炮的后边 您听说 还三斌的给呢 原文上写的 你这可不成了 你这个 是 我也是这脾气不好 行行 我注意就得了 注意呀 直接柴子也不在 每天就打呀 打的这临时 到最后到什么 不敢提了 为什么他发现了 今儿要 挨文打 没跟柴子爷说 第二天稍微好点 今儿跟柴子爷说 柴子爷跟金氏的密 矫情 第二天叫 变本加厉 格外的双加料 打 打到什么份上 各位您听啊 铝根稍有折痕 铝根呢 就鞋呀 铝奶塞也呀 那鞋根稍有折痕 就这鞋根不皱 不皱皱 有窝的印了 则以铁杖机双弯 就打俩脚 弯呢 一轮弯月 古时候就泛指女子的足也 因为过去女子不都是小脚吗 穿弓鞋 所以像一轮心悦 铝根稍有折痕 则以铁杖机双弯 法烧乱 则披双甲 三兵都给了 在哪就在这 大嘴巴 臭啊 双甲呀 打呀 打话了还给你云千黄 不许哭 老得乐 最后准有一句 姐姐这么对你 好不好 啊 委屈啊 眼泪敢 敢哭 当初姐姐说了 小点能为不容易啊 你得忍 你快出途了 快到头了 次清晨 就听丫鬟嗷嗷嗷这么一嗓子 大爷可了巴的啦 怎么 临时不堪其虐 自惊而死 上吊了 今世知道不知道 知道 道道给柴蝶 柴蝶跌跌撞撞往后边跑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抬头怎么一瞧 悬梁不尽 不堪其虐 忍不了 这临时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 不断地反省自己 以我的这个智慧 以我的能力 我达不到她的那要求 我已经浑身上下 都做得非常好了 发烧乱 则披双颊 您说这女子这么长的头发 尤其这头发 她给输 她输什么样算什么样 我可不敢动 动就是打呀 那么她告诉说 出了一根 这就劈双颊 就大嘴巴抽 走道 女子那小脚 拐的拐的走 稍有折痕的 就是您注意 蒲宗林先生这字眼啊 不是说已经鞋都歪了 不是 就有那么一点 这大踝的骨啊 这都是内伤 看不出来呀 第二天你走 更拐了呢 那鞋更不成了 还一打 林氏一看呢 得了 我提前 一夜吧 我等不到毕业了 不堪其虐 自惊而死 上吊 举家震惊 又几着死一个 反正你不能说是我打死的 他自己心窄 上吊了 这回我看你们说我什么 柴的爷 这丑得上吊的尸首 真得说 欲哭无泪 欲喊无声啊 哎 这股火啊 蹬蹬往脑门上撞 不知跟谁 这会儿冲谁仨不知道 转身奔上皇宫 把门踹开 金氏大奶奶 稳稳当当 往这一坐 等你呢 知道你得来啊 那是抹脖子上吊了 自杀了 你能不来吗 大爷 怎么了 怎么吃肤吃 身体不合适 来 小红 上外边 跟孩子们说 给大爷找大夫 请郎中 这大热天的 可别着急 真要养成了大病 可不成啊 七啊 大奶奶 好手段啊 哈哈 愣给挤兑死了 哎 什么话这叫 这大胆起来 哪出啊 谁挤兑死了 林氏娘子已然自惊身亡 是怎么回事啊 心眼小啊 哎 人是个好人 可惜 命薄 心比天高啊 是命比纸薄 这还是我天天呀 紧嘟着 紧劝着 带他往好了走 不成啊 没那个福分 死了死了吧 死了死了吧 和你说得到清晓 这事就与你没有一点关系吗 有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我对他这么好 他还上吊自杀了 这不是骂我一样吗 哦 怎么的 你那意思是 我把他给逼死的 我代入 娇名子 是有何罪呀 你不教育 我替你教育 你还派我的不是 你自己说你对吗 这都是一步一步想好了的 知道你要来 就这套词对你 柴蝶在外不一听 嗯 哈哈 你替我教育媳妇 是这意思吧 对呀 替得真晕呢 叫柴史物期间 这才明白 恍然大悟 感情全是假的 他替我找吧 他托人弄枪花钱吧 来了之后 这样的队临是 全是假的 到现在愣给挤着 又一条人命 好好 今世 你我夫妻一场啊 想当初 你 把我请到内宅来 跟我说 要念在结发之情上 好 今日我就念在结发之情 你全对 好啊 出来 不反目 自此夫妻两个人 永绝琴瑟之好 这回是下了狠心了 说还搬头了书房去 那能行吗 春家出来 因于别业 就别墅 他们家有的是房子 在他住的这之外 还有产业 偷偷的在那 谁要走漏风声 告诉大奶奶 我在哪住 这回啊 我来先下手为强吧 我也会 我也把你们打死 我别等他再替我教育了 我不需要了 我看明白了 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 我以为他改了 没有 始物期间嘛 这才明白 赖谁赖我 我要早看出他这样的心眼来 我能白白的害人临时一死吗 这才应的那句话了 我不杀不忍不忍因我而死 这临时不是我奶奶 不是我杀的 但又不是因为我糊涂 那孩子死不了啊 这个毁啊 真是毁清了肠子呀 这回我搬的别夜 谁要敢杠大奶奶 我在这住 走漏一点风声 我要不把他打死 算我没志气 这家不回了 你爱教育谁教育谁 爱打谁打谁都打死了 最后剩你一人 我看你还打谁 永绝琴瑟之好 说什么不回去了 大奶奶在家里得审啊 得问啊 挨个打 挨个问 大爷上哪了 这么些日子不回家 打会两头挨打 回那哭 不敢说 为什么 这边打打不死 这要走漏风声 那边打死了 你没看大奶奶 大爷怕大奶奶 他为什么 他得使这些招 笼络人心 你地位再高 你高不过那大爷去 过去就这样 厨子怕老妈 厨子怕老妈 老妈呢 老妈怕大奶奶 大奶奶怕大爷 大爷呢 大爷怕官 官怕大官 大官怕皇上 皇上怕天 天怕云彩 云彩来把天就挡了 云彩怕风 风一来云彩散了 风怕强机脚 风到强机脚这儿 窝住了走不了了 强机脚怕耗子 耗子一来 强机脚钻一呼喽 耗子怕懵懵怕狗 狗怕厨子 谁叫螺圈怕 神不出来 神不出来 谁也不敢告诉 而且这告知还真不是怕打死 说怕打死 一方面不能再告诉您了 大伙都明白了 再让您知道啊 这人命太多了 头一个您打死 二爷您脊椎死 太狠了 这大奶奶是真可以的 谁敢说呀 不停 谁都不说 大奶奶也瞧出来 问是问不出来了 大爷呀 是真急了 这回跟我 说北京话死磕了 那也没辙呀 人在外边住 没办法 各过各的吧 这柴蝶在外边过 把人找来了 给我办 办什么 取戒 还取戒 对 我就跟他欧这气了 我就非取 这回找更年轻 更漂亮的 在这院住 谁也不许跟他住 我好好取一个 两头为大 对他什么待遇 再取这什么待遇 我这回呀 我没大小了 也不分先后了 就盼着他死了 我这边好过 好日子 说像他那么狠 把他挤着死 我不是那人 我狠不下这亲来 自他死 我就给他扶着这 跟他们说 这回甭害怕 我自己独立做主了 那也没人跟他 就他媳妇给他 传出这名 太难了 谁家有姑娘 敢往他们家送 活不过一年去 那头一个就是 经岁而亡 就不到一年 这个自经而死 光阴荏染 半载 就是又过半年 您听听 柴子爷受的这个折磨啊 各位 花钱 花百金购窃 金暴御之 经岁而死 这就一年 然后呢 他搬走 在外边夫房住 一直等到他过生日 两个人夫妻 重新和睦 他答应给他找小妻 年余没找着 他自己找 这就二年多了 把这个临时取回来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给挤兑死 原文虽然没写多长时间 但我琢磨 最起码也得小半年吧 然后打完架 这回真正认识到 金氏的本来面目之后 躲到别业 到自己的 别墅里去住 这又半载 没信 就是前后三年 作为那个时代 一个男人 这三年 就这么窝里窝囊过来 没有一天痛快 他这心里老别扭 你咋咋咋 这日怎么过 这三年 这才得说家齐人不齐 这个家 说财产 过得去 鸡炒鹅斗 而且身边 没有一可心的女人 就取这么一大仆 他老给你弄死 你这怎么着 所以我粗算算 这柴爹 就是小三年 没闯过云士气 这个日子可就够苦的了 真的 说时代的 我老这个说这个 有的时候说 这夫妻两地分居 两地分居 他想 他这个相思 君在长江头 我在长江为日 也四军不见军 共饮一江水 他这是光想 这个也有痛苦 但他不闹得很 他不生气 什么时候拿起媳妇 那相片来看了 都这样 韩情卖卖 都是这样 看什么 没有 没有 你这个他不斗 他每天斗 你这受得了 受不了 好家伙 而且竟斗出人命来 真的 那是不堪其虑 我要说柴爹不堪其扰 这确实受不了 您各位琢磨着 镜头也够瞧的 躲出来虽然烙一清醒 但半年没信也够呛 这天呢 偶会有人之葬 有朋友啊 家里都有个葬礼 去了 就是出份的去 这个葬礼呢 在家里都办 或者说出殡 到坟地 这是女人一次 公开露面的一个机会 真要说大家庭呢 那个女人公开露面的机会 很少 内外有别 朋友家如王府 胡溜都不同 但是赶上 家里都有红白室 这是一个全体亮相的机会 那么会有人之葬 那就是在坟地 就是开吊出堂 发饮 入病 这么一个过程 就在这个葬礼上 柴子爷 看你女的 这个女的 太漂亮了 岁数也不大 十七八 我老说这个 男要敲一身 到女要敲一身 笑 要出病 到葬礼上 也不准化妆 妙美打病 都没有 那么这女孩 就没化妆 而且穿的 一袭 笑衣 柴子爷一看 漂亮 看到什么份上的 看到他不走了 他呀 就看愣 看见 追着看 笑 笑 他离着远 往前踢我还看 这样说老百姓 普通话 就往肉里看 能不能这么看 不能 你甭说看女的 看男的也不成 笑 看谁也不成 你这么看都不成 不礼貌 那过去呢 有礼貌 就更不成 尤其 男的看女的 哎 你 你这个看人 一般就 看眼就得了 好看 好看再看你 对不对 你这往肉里盯 老看人家 这就不合适了 那么这女的 发现没有 发现 这女孩啊 一看柴子也死 盯子都不错眼珠了 当然是很害臊 她不穿着笑衣吗 拿着笑袍子 大袖了 微微的一挡脸 干嘛挡脸 就要看她了 我得看看你 什么人 一个人老注视 你是有感觉的 这个女孩的 抬眼一看 人文上写 怪奇张狂 就你啊 看着看过 这姑娘不高兴 这姑娘不高兴 怎么样 就白了她一眼 咱们平常话说 这姑娘 瞪了她一下 白了她一下 那蒲松陵 不这么写 蒲松陵写 写不而转之 这大文学家 写出来就不一样 这写了眼 然后一转着眼睛 你看这过程 先斜着眼睛 白了一眼 很不高兴 什么人呢你 哪有这么看人的 但是 实际她看她这一眼 一眼全看明白了 这个女人可了不得 能往后听 她看她这一眼 已经明白了 这又怎么回事 这人 你要让人遭一白眼 一般人可就不好意思了 柴子爷那现在好 无鸡四可呀 柴子爷现在这好家 你看这么漂亮 我那白的一眼 糟糕 你这看我一眼 旁边有点不 看不过去 柴子爷 人家走 别人 哪那么看着呢 哦 怎么了 人家大姑娘 哦大姑娘 没嫁人 没嫁人 认什么 认什么 谁这姑娘 这是少女的姑娘 少女的姑娘 我怎么不知道 来来来来 借过讲 把知内情的 这给拉过来 打听打听 这姑娘 谁呀 这位还真爱聊天 还知道怎么回事 啪啪啪 把这个女子的 这个身份 就跟柴爹 这么一介绍 少氏之女 这个少呢 乃是贫氏 您别看贫 就是穷 但可是氏 我给您说 我这氏农工商 这可了不得 这氏呢 还不是丹领人那氏 徐而优泽氏 那氏不是 那是官 这个氏 要是氏人 打仆宗灵 他们这人 这些人嘴里 说出够氏人 这人身份还很高 而且学问就不小 不管你是穷氏富 很受人尊敬的 这么一个阶级 这就是氏人阶级 少为贫氏 很穷家里头 那么只此一女 为什么我说 这段叫少九娘 三会本上写 叫少女呢 我也说是少女呢 就是他不是在家 行九 这通篇的文章当中 也没写出九娘二字 他如果说嫁给柴廷斌 柴廷斌行九 也可以 他叫 那得叫柴九娘 他随着柴廷斌 比如说柴廷斌 叫柴九爷 那他就叫柴九娘 您比如说孙二娘 对不对 孙二娘的上一个丈夫 孙二 他这个 是随着他叫 怎么来的 哎 顾大嫂 顾大嫂是他爷们姓顾 所以他叫顾大嫂 他可 为什么不叫顾大姐呢 那刘三姐 他在家姓刘 他杭三 就叫刘三姐 这顾大嫂是他爷们姓顾 所以他叫顾大嫂 这少九娘无初 就咱找不着啊 他这个 少九娘的出处在哪 所以咱们就算少女 就完了 三会本上也就叫少女 贫世之女 那么他这个人呢 从小就特别聪慧 聊来原文上写 甭管是什么文章 过目能了 咱老说过目成颂 他这更厉害 往背下来不成 过目能了就了然了 这本书看一遍就算了了 这本就不看了 全明白了 看什么书呢 喜读兵剑 爱看内经及兵剑 内经是什么呢 三部内经 您都知道 皇帝内经 现在您都知道 还有一部 贬阙内经 一部白氏内经 这个贬阙内经 跟白氏内经呢 现在没有 这个书失传了 现在大伙都知道 皇帝内经 就是今天好多大夫 还是依照着皇帝内经 来给大家看病 他经常看医书 所谓内经 就是泛指医书 不是专指这三部书 那这兵剑可就厉害了 兵剑是什么 是相书各位 喜看兵剑 兵是这个 两点一水子 您要知道相书吗 看回了水晶级两眼四 玻璃吗 他要看回这个兵书 就能见人 谁打这一过 您别看就邪木尔 转之就白了 柴德爷一眼 这柴德爷这一辈子 多得造化 人就知道了 人就了然了 过目就能了了 就这么大能耐 父母溺爱这 溺爱到什么份儿 在这个婚姻问题上 择序这个问题上 准其自责 咱们前文书说过一句 说别的道说过一回 有这么一劲 许其自责 让他自己挑 自己选 就由于把权力 下放给自己的女儿 让女儿自己找姑爷 导致了他这么大能耐 这么漂亮 这么年轻 这么聪明 嫁不出去 是因为是因为了自己的问题 就叫贫富皆少渴 就甭管有钱的没钱的 都没有可心的 皆少渴 少有他可心的可 忠义之人 见一个不成 见一个不成 近日十七游位置 这在过去啊 那年头 这就大姑娘了 十七 这就相当于 现在的圣女了 哥 现在说这姑娘 就得三十大几了 这意思 恨不得 还没嫁出去 十七游位置 嗯 我了解情况就到这了 您有什么想法 还得一听 要说这经历 要说这年龄 这岁数 可都不错 我有什么想法 我琢磨琢磨 哎呀 贫富皆少渴 贫的也不行 穷的也不行 我这样富的也不行 我财情宾 尤其在这个爱情方面 我是个失败者 我是个屡次在外边 有恶名的人 我找对象多不好找啊 您比如说 找对象 老离婚老失败 搞这对象 人家先问 你那几个对象 怎么吹的呀 你因为什么 跟他吹的呀 啊 他这个 你甭管从哪方面说 你说这女的不好 我得跟他吹 呵 我这几个对象 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毛病 这一听 那我也有啊 咱别搞了 算了吗 你不说这女 你说检讨自己 她是因为我不对 我有这样这样的毛病 那我凭什么跟你 所以你有 哪里有一次搞对象失败了 这你再搞第二个 说他问你 哎 你就 所以啊 这个咱们 也哪说哪了啊 甭管怎么问 就你就 我就搞过你一个对象 你以前没搞没搞过 你这么大岁 为什么没搞 那没碰合适的 反正你这小爸爸说的 你得尽量避免这问题 你知道是不是 哎 你看柴廷斌 这不是搞对象不成的问题啊 是跟了他却死了 你说这怎么呢 知不可图 燃心 逼怀之徘徊的怀啊 就是还 还想这事 因为这女的啊 给他印象太深了 不常还闹得好 还惦记人家 又既其家贫 妄以利徒 又希望 因为他们家的爸爸是贫世 聊这样写了 是穷文人 那么他们家这么穷 我这么有钱 或可以力动之 我拿这钱砸 没准能成 这是唯一的希望啊 现在啊 您听的啊 就是说他有钱 这是唯一的希望 然后求知树运 就是找了好几个媒婆来了 皆不敢赢 整个太平府的媒婆 谁敢替柴的也保美啊 这就是往火坑里送人姑娘 但娘家 还甭说上咱们家做小围妾 就是进门当大奶奶 一品夫人 人都不能给你 当着就死 这怎么当啊 所以这事也算搁置了 那么这中间 这些个媒婆 也互相的拿这个聊天 作为谈资 其中有这么一个媒婆呀 姓贾 贾媒婆 这贾婆子呀 跟少爵走动的比较亲 他不光给人说没拉气 这说没拉气是这样 不是天天有 您就是婚庆公司 您就是婚姻介绍所 也不是每天都能说成个三对两对的 这媒婆呢 过去也是 她得有她的主业 这媒婆是她的副业 她主业是干嘛的呢 她是卖猪子的 原文写货猪 就卖猪宝的 但您可听明白 这假婆子可卖的不是什么 翡翠钻石 闭起眸眼 不是这个 她这猪子 我琢磨现在什么呢 就是您上网店 您都知道啊 女孩们就是穿的这个 这东西啊 也过去也似乎是这类东西吧 她是个女子 闺中游戏 或者说是情趣 或者说什么 她不是真正显富用的东西 是她闲着没事编着玩着 这类珠子 哎 估计是卖这个 不是说很阔的卖猪子的 她跟那少爺走动的不错 经常去 少爺呢 就是柴子爷看上这姑娘呢 哎 她认得 而且她也知道这孩子好 这些老婆们聊天当中 这甲婆子一听 这柴子有钱呢 她要真看上这少女了 我来了呀 你们别都不管呢 这不是放的钱不挣吗 这么办吧 我呀偷偷的来一趟 我见见这柴子爷 看看她什么心气 要许弄对付这事弄成了呢 我来一笔羊腊 我发个小词 这甲婆子 她起了这心了 也没跟这些人说 这就是说着无心啊 听着有意 甲婆子跟人打听 这台的爷现在住哪啊 原先他们家认的 现在因为跟媳妇打起来了 搬出来了 搬到外家了 这外家呀 特别的神秘 因为嘱咐家里人了 谁说漏了 谁说出去打死 谁要让大奶奶知道 我住哪 她要找来了 这谢秘者 我必要重罚 所以她住这地方 还挺隐蔽 这甲婆子有两下子 愣找的这柴大官人 这柴的爷家来了 帮帮一叫门 门开了柴家的家人一看 说假婆子 你干嘛 我找柴的爷 你找柴的爷干嘛 他跟你不爱的呀 你不卖猪子吗 是啊 我这就有好东西了 我得让柴的爷看看 柴的爷买猪子像话 那都姑娘用的东西 小媳妇用的东西 不要这个 你怎么之不要 再说了 马上就该用了 这柴子是闲着忙着用 弄点存相啊 到时候以后有用 没用 跟您说 在早先呢 您说这话还有用 因为我们家呀 也有大奶奶 也有这个姨奶奶 现在呢 是全没了 姨奶奶打死一个 逼死一个 大奶奶呢 已经分居了 生死的 不能在一块过了 我们家是女人 东西全没用 一样没用 我让你给我回一声 你给我回一声 甭那么些废话 就说假婆子要见柴的爷 在家没有 在家您等我 甭着急 跟柴的爷一说 假婆子来了 柴廷宾一琢磨 卖猪子不能卖给我 听说这老婆能说会道的 也说没拉气 我找这么些个媒婆 都不敢应 这位主动来呀 你还别说 毛髓自荐的 他得有点能耐 他自己请婴来 上我们家来 估计跟我这个婚姻有关 柴的爷琢磨 给请进来吧 把假婆子给让进来 假婆子 见着柴的爷 行李已毙 您坐吧 是 大爷 听说您是红丸行动 要纳一帮妾呀 你听谁说的 好 太平府嚷嚷动了 是我们的同行的 都上您家来过 就是我没来呀 您怎么找他们不找我呀 找他们这事能成吗 这事您非得找我 哦 那么你知道我要说 谁家的闺女 少家的闺女呀 这少老头啊 我认识 他这个媳妇我也认识 我常常他们家走动 他们家这姑娘啊 也难说是您的 我的柴的爷 就是比您身份再高的 比您再有钱的 见过家里头 多数美女如云的 你瞅见这个小妮子 他也得动心 那天我在坟地看见他 跟他穿一只笑 是 他是跟着他爸爸呀 行人情去了 跟您说 这孩子光长得漂亮 隔一边 可有能耐了 他有什么能耐 好看书 我听妈跟 他妈跟我说 可爱看书了 是他爸爸看着书 他都看过 而且看一边就会背 还能讲 我这情况你了解吗 您什么情况我听 你不了解 你就敢吹这个牛 我这门清楚不好说 是啊 不就是 您那头的那两房间 一个让大奶奶 误伤 给碰死了 一个自己犯小心眼 上吊死了吗 嘿 哎呀 你比我们大奶奶还会说呢 我们大奶奶不容啊 容不容呢 那您 现在让去说 就没有点什么条件吗 您要知道啊 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啊 这句话 搁这儿也不太合适 对 他是猎女啊 怕魔狼 这句话也不合适 他是你甭说了 我当然有很丰厚的条件 哎 我主要听这个 只要您开出架码来 我的大爷 他们家呀 嘿 我太了解了 不能说认得码没有吧 反正养这姑娘啊 也够呛 真用那句话了 姑娘大得不可留啊 流来流去 流成了仇了 你让他自己啊 找我姑爷 呵 你看他吧 高门不成 低门不救 是认字也不成啊 不认字更不成 长得俊的也不成啊 是长得丑的也不成 胖子也不成啊 瘦子也不成 你说他可要的什么样的呢 咱也不知道什么主意啊 是啊 所以我没敢 死就歪裂的呀 呃 这个事啊 您哪 如果愿意办 能办的话 你有胆量办的话 啊 我比那些媒婆有胆 您辛苦一趟 上少爷去一趟 你呀 就给我把这信带到了就行 我是很真诚的 啊 一通诚意吗 原文上写 我是很真诚的 打算娶他们家这个姑娘 你跟他父母也说清楚了 到我家 不要有顾虑 不要害怕 因为这回啊 呃 我让他跟金氏不见面 我打算立这外家 起这外宅 看见这所院的没有 比我原来住那所一点也不差 使奴换币 那院有什么 这院有什么 不单在这种物质条件上 在名分上 我也给他很高很高的待遇 怎么个待遇呢 这回啊 不论长 又不分大小 两头为大 也谈不上什么叫气 哪又叫做气 我把那边也不回去了 那日子我也不过了 这边娶进来呢 这就是我媳妇一样 倘若呀 要是老天呢 要是给这个造化 他要能给我生性一男半女 哎 他还就算服了证 就算大奶奶一样 您看这怎么样 那感情好 您太想得开了 可您这边这个保密工作 那非常严格 也就是你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找来的 我多少年了 我老底下了 我这走街串巷子 谁就不知道啊 这个您就说以后的事 掩麽钱 掩麽钱呀 您就把这信带到了 让他知道就行 您把这信带到了 说的成 那甭提了 说不成 说的话这就拿钱 这二十两您先带着 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我还没去呢 您先给钱 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 您为啥来呀 对不对 这二十两你先拿着 就是跑这档腿 说这档的事 这事说不成 二十两归您 您回来给我个回信 我绝不恼您 这事要说成了 啊怎么样 去对这个姓邵子说 她这闺女要给我 我愿意千金聘之 有千金之许 我们家这条件您看了 就这条件 这甲婆一听 傻架 这柴爹这回是下了本了 买个妾 花千金 娶媳妇花多少钱呢 哼 人家有钱人 啊说话才得气粗 哦 给姓邵子千金 你也不白跑这趟 这事要说成了 我给你百斤 甲婆子一听 这我得卖多少甲猪子 这家伙 太得琢磨 掂量这事能成不能成 到那家去怎么说 嗯 行 这二十两我先带着 办事不成不算不能 跟您这么说柴爹爷 我尽量往好了给您办 办不成 我给您来个回信 这二十两银子 我不要 我还退给您 那也谈不到 您办去吧 这头跟柴爹爷说好了 甲婆子 说柴就出来了 回家 预备猪子 把他卖的这个东西里头 上等的好的 哎 把这猪子 挑这么 哎 几十颗吧 那就不是说那个 拿塑料袋装的了 啊 你看那卖猪子都一塑料袋 一剖篮一剖篮的 那好的都在井盒里搁着 其实这也是码嘛 你在那剖篮里找啊 那个也不比这盒里刺 搁这盒里这就单卖一件 这是生意经 遇不着小盒带着柱子 上少家来了 他上少家 没怎么做过码呢 还真是有点焦情 为什么 少乃贫适 这闺女 您没看这么大能耐 念书行 学问不小 要说穿戴 要说打扮 珠宝首饰更甭提 没有 买珠子也买不起 但是呢 心灵手巧 他们呢 等于办俩作法 这贾老太太来呢 拿着这珠子呀 让这姑娘给出个花样子 教给她怎么编 有时候呢 自己接活接多了 编不过来了呢 也给这姑娘 然后呢 还给她钱 是这意思 今儿又来了 到这啪啪一叫门 这个少妻在家 少贫室的媳妇 又 贾老了 您来了 您请进 让进来 您今天怎么闲在呀 是老妹来了 想你们您几个了 看看嘞 并且啊 得了几样好东西 得让姑娘给看看 她可懂得什么 小孩子家 家夫 咱家这姑娘可了不得 啊 我这一成的又有些日子没来了 这几天没见的 怪想的 姑娘一定是出落的更加好了 有道是女大十八遍 那越遍越好看 这姑娘多大 原文写十七啊 就因为她的眼光很挑剔 原文上写十七位字 故十七位 就因为这个 所以她的十七岁 没嫁出去 这在蒲宗陵那个年代看来 十七没嫁 人就已经了不得了啊 这可就大事了 这个 这姑娘就老姑娘了 您喝水 您别忙 您坐在这儿 我自己到 哪能让您到啊 姑娘 你假姥姥来了 给你假姥姥倒水 姑娘快来 哎 李建坞 有茶厅厂的门帘 把这布帘子掀开 这姑娘可就走出来了 确实长得漂亮 这贾老爷一看 柴子爷 这千金之许 直啊 这姑娘 而且不光是外边 长得好看 那里头锦绣文章 哎呀 姑娘 把那水撂下 姥姥不渴 姥姥得端详端详你 哎呀 说的话把姑娘手可就给拉过来了 好个美姑姑 这个话可是山东方言 因为普通梁是山东人 姑娘不说姑娘 说姑姑 啊 好个美姑 就好一个漂亮的姑娘啊 哎呀 假如到昭阳院 赵氏姥妹 以和祖 数德 这贾姥姥说的 怎么句话呢 这这么漂亮一姑娘 这要是到了汉宫 昭阳院 赵氏姥妹 和祖就是不值 数德就不值 排不上了 根本这都 在这个党外 啊 头二三等这都等外边 他说这赵氏姥妹 谁叫赵飞燕 赵飞燕是谁啊 赵飞燕是云罗公主 他姐姐的侍女 这云罗公主说的啊 赵飞燕是什么 那是我姐姐 伺候我姐姐的一个侍女啊 今儿俩 全让这个汉王 给招到公园里了 这个赵和德呢 是赵飞燕推荐的 说妹妹比我还年轻 还漂亮 今儿俩伺候她一人 啊 这今儿俩 把这个汉王 给糊弄得不善 掌上飞燕 能在手掌上跳舞 好 了不得 这句话就是说 他比赵飞燕 姐姐俩加一块 还美 这都没法比 这就是当娘娘的命 长着模样 就这个文化 这个才学 这个有一个才女 这以后就应该当娘娘 当黄娘 大姑娘 进门您不聊别的 您说看猪子 您看什么都行 一句话 您就聊我的婚姻 这不成 姑娘脸红了 把这手可就给 挣过来了 又假老了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墨头就走了 不能接着下语 说什么都不成 是您说对 照这姐妹 哪有我漂亮 那不成 那的 这话就不能 您说这是什么 您老一来 您就说这 说的话 把这水倒一碗 又给妈倒一碗 钻身就回里间屋了 哎哟 说人家没有啊 啊 没有 这个 长这么漂亮 这姑娘又有内秀 嘿 我跟您说 我呀 也活了半辈了 像这样的姑娘 我少见 这不定日后 谁有造化 谁有这样的福分 能把他给取的 加了去 这个 不能嫁给一般人 你可别着急 我听说了 姑娘也不是没乡过 她都不乐意 那对了 好饭不怕晚 茶池后来咽 浩子拉木仙 大头带厚头 这话您说得着吗 我就比喻 就说我这心情 这意思 我跟你说 太娘 这这个 这姑娘啊 日后小骑马 就我看啊 得有王孙公子 王侯之分 才能娶咱们家这姑娘 少气一听啊 扑吃乐了 老了 今儿您这是怎么了 您可别这么说 这孩子都是您给惯了 没有他桥子上的人了 简直 我跟您说句良心的 你说 还王侯干嘛 咱都没想过 咱家是什么家庭 我们家这情况 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您呢 这个年月可不好过 不是那富裕日子 就想着什么呢 门当户对 只要这家念过书 不是说俩眼一摸黑 瞎子不识 那就行 这个 找个秀才 这是最低的标准吧 至于说人嘛 他看得上就行 家里的家庭环境 比我们强点就可以了 还什么王侯之愤 王孙公子 哪想得到那地方 这不是 奢望吗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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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这个姑娘心大着呢 她想嫁什么样的 你知道吗 我哪知道 真没少给她说呀 就是假老的 您不也给她张罗过吗 咱不知道这孩子 什么心气 你说给她说这个 有钱的没钱的 人家看见她都乐意 她都不乐意 实不可一当 实际上有一个 能让她手啃一下的都没有 看这么多了 哪没有一个说呢 这还靠谱 这还稍微有点 连这么一个都没有 全部零 你说 咱们家要真是那个 家庭也行 有这条件 有这资本呢 您说咱们家这条件 咱不是这姑娘 平的什么呀 咱当娘呢 也没法说呀 您是知道 她爸爸又很溺爱她 这是原文上写的 少溺爱 对这姑娘挺惯的 要不也不能允许她 自己选这姑爷 自己择序 这在过去是不成的 哎呀 谁知她要什么样的 反正不能啊 不能穷了 这一说呀 这一说还有个笑话 哦 她家老了 什么笑话 你看 这要不是上你们家来呀 我还把这茬忘了 头一日子 她爹是不是 有朋友 家里都有白事 带着姑娘行人情去了 啊是 还不是朋友 是我们本家的一个亲戚 要不然能带姑娘去吗 那就对了 你说起来这是个笑话 你这事儿是闹的 苗你不说的这儿啊 这这我还把这茬忘了 哦 就是说这是谁提的这事 怎么就说这 是 他这个 他怎么个笑话你知道 我不知道 有那么柴的爷呀 叫柴廷斌 在咱们太平府 跟那大财主 我可不知道 你听说过没有 哎 这姑娘她爹呀 许知道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大人物 这葬礼呀 她去了 她跟那本家是朋友 就在这葬礼上啊 她可就看见咱们姑娘了 咱们姑娘这个模样 这个长下 一下 她可就看一声 然后她可就拖了人了 她拖人呢 可就拖得找到我这了 她就说呀 拿出这个千斤来 一千两斤的呀 来下聘礼 要娶咱们家这姑娘 你说这事够多面的可笑 你说咱们姑娘 啊 这当初来提亲的那个 比她有钱的有的是 咱都没看上 能看上她吗 这不是敌鸟欲吃天鹅肉 咱们都说 癞蛤蟆要吃天鹅肉 敌鸟是什么 是猫头鹰 敌肖吗 她这句话呢 可能是山东那边 跟咱们那边说话 窍壁话不一样 这不是猫头鹰 想吃天鹅肉吗 其实呢 西方的动画片是这么演的 罗德巴尔就是猫头鹰 是不是 罗德巴尔要吃天鹅肉 所以我也不知道 蒲松凌怎么吃的这段 您知道吗 哎 这家松鼠一骂个哩哩 一憨死 要接受一个 几个分的王子 下多多功夫 您看聊斩 您不能广看意思 你说是不是 刚来有的观众跟我聊天 说您那个聊斩里提到金瓶 没提到红楼梦 确实这三部书很有联系 但你要说把聊斩说完了 单说红楼梦啊 这恐怕有困难 这红楼梦是个长篇的 你开这红楼梦啊 这可日子可大得去 而且呢 我说句负责人的话 我说不了红楼梦 太深 这个红楼梦 我看过这么三遍两遍的啊 不敢说有研究 家里头呢 有关红楼梦的书呢 有这么百八十本吧 我不敢说我研究红楼梦 这个这个这个 我看了看还是没看懂 有好些地方啊 他们这里这些事有点乱 您知道吧 哎 但平常我说呢 也能带出来 这个三部书确实 他的年代相关联的东西啊 都都有 慢慢您就随着说 咱们就随着说 就能带出来 今天呢 他说 这个柴亭斌 他要想娶咱们家姑娘 这就是猫头鹰 想吃天鹅肉 这不胡来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 当笑话说 他可就看这个 少妻的表情 什么地方看 就说到千金之聘 这地方 他打的 拿一千两黄金 娶你们家这姑娘 你说这可乐不可乐 这多动心的 这怎么 这一点都不可乐啊 这多兴奋的一件事 你还别说 少奇还真就没兴奋 听完这话呀 叫微笑不语 哦 还有这么一档的事呢 那意思 还有这么一人 打算娶我们家姑娘 其实这个挺尴尬的 你说完这个 人没问 哦 这柴的爷 什么人呢 怎么那么有钱呢 想拿这一千两银子 娶我们家姑娘 人没问 为什么 皮了 这个 少奇呀 就这少女他妈呀 听这话听多了 老来 他不乐意 你是跟我说吧 你没用 非六车话 他一摇脑袋 不成 还是枉费 所以他听完这个呢 他不接着下语 微笑不语 多可乐 你瞧 多逗啊 嗯 你怎么不乐 他说这个事 你知的是怎么回事吗 他咱们家这姑娘啊 他想找这念书的 哎呀 得耻失账 跟您说 这要是 真说这事成了啊 你们家可就不是你们家了 这一千两斤的人 真拿得出来呀 卡洛 咱就说啊 比如说一会儿 您要跟姑娘提的这事 姑娘要万一成了 答应了 我跟您说 这姓柴的呀 嘿 他就造化了 他去咱们这姑娘 可咱们家可也就不一样了 你看今儿我一来 您给我倒水 再来呀 嘿 再来你们家就变样了 你们家就停台楼阁了 我这老婆子来你们家门口那人呢 就不让我进了 就得这样 你们就使努换毙了 听完这话呀 微笑不语 孩子不回答 哦 是 这柴姐我还真去了 你看他说这话 自己说的瞎话 一点一点就露出来了 哎 这姓柴姐跟他说 这他不往心里去 哎 慢慢的他就把这个本意都露出来 这柴姐我去了 你这这柴姐现在 好 他呀 他家里头啊 这事咱也得说一下 他有 有妻子 有媳妇 他这还是讨小 说是讨小 我跟您说 可不跟这正妻在一块过 他单有这么一个院子 哎呦 这个阔呀 好几进的大院子 往下人就十几个 男女仆人都有 家里是摆设惊奇呀 那个床啊 那床上那个抱枕 就一万多块一个呀 全是名牌 哦 那牌子用的 也放心呐 啊 一万多块钱一抱枕 就是真的了吗 他说他是意的利的 你就相信啦 老太太今天夸 不知道怎么夸好了 要打动少女之母的心 要夸 财庭宾他们家 就得这么夸 这就叫捣尺 货卖一张皮 我刚才说着也有这意思 各位 什么都在包装 老太太这说着 可没闲着 拿眼瞅这少妻 其实您别看少妻 那面带微笑 微笑不语 都听心里去了 这位怎么那么有钱呢 而且对我闺女还那么执着 我出个馊主意 您试试行不行 您辛苦辛苦 跟姑娘说过这事 我可不为别的 媒婆媒婆两头说和 不为钱财也为吃喝 这事我要办成了两头都白不了老太太 我那是甭提了 我可也是为这柴的也好 为这姑娘好 您 问问问姑娘 这说到这儿 这少妻站起来 进里间屋 他爹 我跟你说点事 把这个 贫氏 给叫出来 穷文人 这老少 给叫出来 俩人这说 比比画画 一时就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又把姑娘叫出来 仨人站那说 一时三人同说 先跟老伴说 又跟姑娘说 商量好了 三个人出来 就这一会儿的工夫 假姥姥可就明白了 这 白两斤的我正成 成了 又姑娘出来了 甭害臊 跟姥姥这有什么害臊的 你妈都跟你说了吗 姥姥我跟您说 您说 哪有这样的 明媒正取 当人家当大奶奶 不去 当妾 她会乐意了 你说 这叫什么人 我们两口子 在他身上 下的工夫可大了去咯 跟您说 大概今天也有个耳闻 似乎您这样 人来我们家很多很多了 高不成低不就的 这都十七了 眼看着就该十八了 今天您这么一提啊 哎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怎么 他这一答应啊 我倒没法张嘴了 怎么了 好像看着我是贪图啊 人家千金之聘了 看人柴子是大财主 这才逼着姑娘答应 真不是 以前的都是她自己啊 不乐意 今儿个呢 她愣回乐意了 您说 这事也难说呀 您哪 甭这么说 刚才呀 我跟您说呀 我还没把她叫出来 我还没把她叫出来 这回不三都在这 我再说一遍 人那儿站着房躺着地 说是当小 人家说了 两头为大 还不论长 又不分先后 分个什么大小啊 到那儿去 就是一品的夫人 还告诉您说 一年半载 这要给生个儿子 你们两口子 可就算行了 这少平事也乐了 哎 这个 这都不好说呀 当然呀 两头为大呀 那是更好 我是个念书人 这张脸总还是要的 按说呀 我的姑娘给人家当妾 我这儿官就过不了 可是今天她既然乐意 当着你贾姥姥的面 来来来 姑娘 你跟你贾姥姥说 这可是你自个儿乐意 可不是爹妈逼你看上 人家千金的聘礼了 咱家再穷 那么些有钱的来 我可都顺着你 你说不乐意就不乐意 这个你自己乐意了 这有钱 跟你说 你自己告诉人家 以后要是反悔 要是嫌弃人家俗 就跟你原先说那话似的 他们家有钱 就是有同臭气 特别的贱俗 你可别跟爹妈说 这可是你自己愿意 让姑娘自己说 姑娘说强调二老说 这话怎么能当着贾姥姥的面就这么说出来 贾姥姥来跟我妈说了 回头我也都听见了 可不是我自己乐意的吗 我自己要不乐意啊 您把刀架我脖子上 我也是不成 他们家有钱没钱的哥一边 下千金之聘不也是给您吗 父母安享厚奉 则羊有所济 然 自顾命伯 自己给自己能相面啊 能给自己把这命算出来 敞得家偶 必减寿数 少有折磨 亦是非福啊 前官 豺狼 就是豺庭斌 亦是福相 子孙必兴也 父母安享厚奉 养有记 我 把我嫁出去 他拿一千两斤的 你们俩 没有后顾之忧了 打这以后 算行了 养儿也得记 是养女也得记 这个地方咱们又提起来了 所以从这地方您看 您听 他并不是九娘 这个少九娘说不通就在这地方 他们家要是有好多姑娘 或者还有其他的儿子 等等吧 那就不指着他养活他爹妈 现在人家自己把自己嫁给财廷兵 甘愿作妾 当外宅 图这千金之聘 是为了养活爹妈 所以他头一句 阐明自己的立场 父母安享厚奉 和养有所济 那么底下自顾 命薄 我这个给自己相过面 你们不懂 我是扶小命薄之人 真要择了家偶 避检受处 我肯定得扫死 我要想长寿 我还就得给人当小 我还就不能找一个 称心如意 我看得上的 年岁呀 模样 长相 才学都比我还好的 那我干了 我压不住 底下这句 各位和关键啊 少有折磨 少有折磨 这对于我来说 不见得是坏事 这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 这是他今天很天真的想法 少有折磨 咱这书还说什么进去 在他之前的两任太太 两任妾 一个是被活生生拿铁杖打死的 一个是让这铁杖逼的 天天鸡双弯 把扫乱则删大嘴巴 最后 不堪其虐自惊而亡 那么这个书要是后来对他的这个虐待 还不如那俩了 可就接不住了 福松凌也不能那么写书 所以您往后文书听 就是少女在柴家 受到金氏的这个虐待 可比这个折磨可不是少有 可比头了那俩惨烈的多 那不是一般的折磨 为什么这书好啊 就这我给您说 您现在就想 您都想不出来 您只能回去翻了斋 要不您听我说 但您翻了斋 您看还没有我说的形象 说你说你就 一人咱看电影不成 咱看拍张电视剧不成 他那又拍不出来 他写这文字 哪个演员也不肯那么演 演完你也不敢看 您比如说 上位咱们说话评 王生的媳妇 忌毁王夫 这次让王夫知痛 这个爷们死了 让鬼大开堂 诱毁石拓之凶 这拓是多少 营把 各位 这要吃下去谁演 您找现在的女明星 画皮 谁演的来的 画皮是 赵薇 赵薇不是石拓的 他演妻 对王生之妻是赵薇 那鬼是那个周迅演的 就这赵薇 大眼睛 小燕子 来一把盘 让他吃下去 你甭管用什么样的东西 做成的那个形象 他也不敢 他也演不了 他就敢演 那也不敢看 您说这能演 这只能说 我这给您说 所以您听 后边这书的好 普通人写的确实好 我也爱说了 这就因为这个 今天这还很天真的 还要说少 有折磨 我能够扛 这对我来说 并不是坏事 前看豺狼 亦是浮相 我看到 我给他相面了 这您不懂 二老知道 因为我打小自幼 习都 兵剑书 我懂相书 我看的人没错过 子熏必兴也 他家里的 还是这么一个望 望丁的命 而且是打我身上起 没问题 我嫁给他 正合适 家老婆一听 这算行啊 你自己乐意 你爹妈也乐意 行了 我回腹去 鲜两黄金 这就算拿下了 我自己那白两 也算入账 这就齐了 原文上写 几分 这事可等不了了 这事可不能耽误 好一会儿 等三天 这头不乐意 又反悔了 那那行 当时就得签合同 这事 不能走 回腹柴 我说柴 柴 柴大爷 哎哟 喝 才得愿意看 怎么了你 不要紧张 这事 呵 老身出马 一个顶俩呀 成了 那什么话呀 你怎么说的 我是怎么怎么说的 他是怎么怎么 答复的 才听别一看 基本 干嘛 下定理 一千两斤的 早过去 您这一千两黄金 给你 吩咐家铃给买 没婆 应该给买什么 来四个肘子 八竹蹄 弄俩猪工顿 啊 费哪补哪 哎 这假婆子 发皮小财 咱就不提了 下了定理了 肖良辰 选吉日 真是吹吹打打 八台大叫 柴亭 别要不说 在少爷这边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来看 人家就是娶大奶奶 绝不是娶小贱 这个牌上了 大了去了 可有一节 起回家来 两口子 过日子 开家庭的会议 把上上下下 男女仆人都找来 娶了你们这位 新衣奶奶 谁要胆敢走漏半点风声 让大奶奶 今是知道了 我要不扒了她的皮 活活把她打死 为什么 我不打死你 她就把她打死了 我没地方再找这么好的 这太可心的 这个 多少人都不嫁 愣嫁我 才停滨了 到我手让她给琢磨死 那能行吗 必须完全保护起来 谁要是 把这事说出去 我跟她没完 头三天 少女没提 跟您 她 她是过日子 第四天 头上 您这样做不对 啊 才得一听 我这样做 怎么不对 您天天嘱咐他们 娶我的这个事 要这个当作一个秘密 一个机密 来保守 您把这个保密纪律呢 也宣布了 他们也没怎么说 但是日子短行 日子长了不成 君知记所谓 燕超于目 不谋朝夕者也 就是这小样 大窝 这搭的一个稳固的地方 君知记 就是您柴叠出这主意 就跟那小样 把窝搭在一块木布上一样 不管用 早晚得出事 原先我住这平房 您看这小样 秋去春来 到日子准来 这小样搭窝 搭这地方 很科学了 他搭这窝 搭这地方 总是这个猫啊 跟黄鼠狼 还有长孔 所到不了的地方 你看着这地方 搭不了窝 多大点地方呢 就我这扇子贝 这扇子贝 这么大点 这么大点一块地方 你说这么窄 怎么能搭窝呢 哎 人就理这一点为基础 燕子 闲泥嘛 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小泥点 小泥袋 多大 多大呢 就跟大概 跟黄豆 那么大 这为什么我知道呢 就因为那搭子也有掉下来的 烙到地上 啪 你就能看见 那小泥袋 有黄豆粒这么大 它就一个一个这么垒上 最后垒这么一半圆的 您都看见那个 燕钞啊 那要没见过 您买一袋雀钞咖啡 您就看见了 就那么个形式吧 大概其都那样 当然不光是泥 这边有草啊 有树枝啊 你说它一个小鸟 它也没小过 怎么搭的就那么好 我虽然说没把这个 要是我整个的拿下来看过 我就从 我拿这个目测啊 因为我们家房盐底下 每年都来 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最后挨着很多了 就拿着看 它就盖着那么好 经常有这野猫 在别的房上 跃跃欲试 这猫啊 要做这个最后的努力 就是窜 顺这房 窜到这房盐 它那地方待不住 它就借着一窜呢 把它给扑下来 这猫呢 也得冒很大的危险 因为什么 它窜过去啊 这儿高 或者它高这儿 它这么窜 但你窜到这儿 下面没什么 那就得往地上浪 所以猫也得先测 测这个 我摔得死摔不死 它也很精确 但是呢 每回都差那么一点 我老看猫跟那儿吼着 然后啪 跃起来 奔这 猫能穿多远呢 反正像我的一人多高 猫一下就上去 大猫 你看挺大的冰箱 你说这猫上过去 一坐摇蹭就上去了 大衣柜 蹭就上去了 你说这么高 比我还高 大衣柜怎么上去 两米多高 这猫平地就能穿上去 这都不新鲜 所以它这一月要横着月 估计两米还得多 那么就这小样 当初盖的地方 四面都得够不着 它才能把这窝盖在这儿 今天 少女说这句话 就是说您哪 这心眼啊 这个计策呀 还不如那小样 您就如同把燕钞 盖在一块木布上 所谓燕超于木 不谋朝夕者也 您这办法不成 防舍塞口 您打算让大家管着嘴 以记不漏 就是以希望这个事情 不泄露出去 怎么可能 何可得 你怎么可能实现 不可能实现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呀 仙下没有骨头风的墙 还甭说 您这儿有这么多吓人 就是咱俩人 您都不可能 不让别人知道 你得生活呀 不是您就是 我得出去买东西吧 你买东西 你这卖东西就得打听 打听来打听去 这事就传出去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事传都怪 柴底爷您看看吧 又取一小的 可漂亮的 在什么什么门牌 哪趟大街 就全说出来了 才得爷一听啊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那您 有什么好办法 哎 我有个办法 不如早归 其啊 或 就这个娄子 发速 而或小 这个娄子捅出来的快 立竿见影 你好比现在咱俩回家 马上那儿就蹿了 就得打起来 打起来 可是打起来 长痛不如短痛 打完完了 这个事情别看 发展的快 但是没那么大娄子 也就闹一阵就过去了 还这话说完嘞 还得乐 你呀 太幼稚了 亲爱的 你太天真了 什么 我素班而小 哪有那事啊 你是不了解我们这位太太 你没听说过吗 我没听 今天我跟你实话说了 我是怕你害怕 我不敢说 你的两位前任 都已经 因公牺牲了 一个是他亲手打死的 一个是让他挤了的 让他给逼疯了 最后自杀了 自惊而亡上吊 那个痛苦比直接拿的铁杖打死的还痛苦 您怎么让人打死 跟让人逼着自己死 那能一样吗 这就刚才老太太说这个自杀的道理 老太太刚才这虽是文笑话 但有哲理 您各位听 你怎么挤的我都不死 但是很坚强的人 有这样的人 但是 你像这个 林氏 最后让鸡的自杀了 上吊了 那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段书呢 说完了呢 回去呢 我太太听完这段书啊 回去跟我讨论 说没听懂 我说怎么 他干嘛死啊 跟他干呢 他那意思要斗争 这个啊 估计在座 因为也有唐头在座 有很多女性 跟我爱人年龄也差不多 二十大几三十来的 您大个几岁 小小个几岁 也就这意思 估计您的想法都可能有这个 要斗争 这是现代女性的想法 咱们一再说 我说的这是封建社会的事 葡松灵 他也是那个年代的人 为什么我给您先要说这 讲这 窃鸡贼 这个小故事 您还甭说 林氏这样的 金氏那有铁杖 那有人 老妈的家伙都是他的人 天天一块琢磨一人 那还甭说这个 就是窃鸡贼里边 那个小妾 武藏如飞 爸爸是枪帮教头 能击退数十强盗的女子 他都不敢斗争 他答复大家是 为什么能够受大婆的虐待 是切之笨 也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思想 如果他胆敢斗争的话 跟他干的话 那就叫自弃于人民 自弃于社会 你在这个家庭里跟他干了 在整个社会上 连柴爹都算上 让人瞧不起 说白了就不是人 你干这事就不是人办的事 你包括现在柴廷宾 背妻令娶 两头为大 这就为了法呢 您不用说娶三姬四妾 封建社会 娶俩媳妇没事 也不成 现在是不成 那人头也不成 你买丫鬟大妾 这都成 再娶一个不成 林氏跟我投了那小妾 虽然没你长得漂亮 也没你贤惠 也没你呀 时文断字 但是也不傻呀 都死了 你怎样 你长得越漂亮 他越嫉妒你呀 这嫉妒啊 今天当的这个 好多这个女同志 我不应该分析这个 你这妻子 因为女子这边 一个疾病的疾 这是女人的病 你知道 我可得罪啊 这几位啊 肚脏怎么讲 因为女子 反正这边 一个看家的能耐 但我说这嫉妒女 都不听书吧 她没事跟家 她竟琢磨着这个 听书的女的 没这毛病 那心胸都开过呀 你琢磨琢磨 你长这么漂亮 这么年轻 你到家里的 她能不恨你吗 你不了解情况 这事啊 你别瞎出主意了 你呀 听我的 还是不能说 少女一听 那投了那俩 打死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打死 打死吧 打死 打死 怎么着 你乐意死 我干嘛 乐意死 我不招他 不就完了吗 我不招他生气 我什么事 我都陪他小心 原文正确说 我苟不过 苟且的苟 我苟且的 而且我没有任何过错 他怎么能够发怒呢 他找我的茬 我不愿意 我天天 是他想到的 我都给办了 是他没想到的 我也给他想到了 不就行了吗 我当这个妾呀 原文上写 见辈 但这是女子啊 自轻的这么一个称呼 过去 封建社会给 他这种身份的人 一个名词 定义词 见辈 财廷斌听完了 摇了摇头 一咬牙呀 不然 这人说的话 不然 你说的不对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说这个人呢 已经到什么份上 不可以情理肚子 你按寻常人的道理 你去想这人 那你就错了 就他那个心眼 而且那个残忍 已经到了一个非人的地步了 按说我们俩抓住夫妻 结发异常 我不应该这么说的 尤其当着你的面 我这么褒贬他不合适 但是今天话说到这 性命攸关 我要不说 你要真办种傻事的 你就有可能死的时候 这回我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维护我 为丈夫的这么一点尊严 我跟你实说 让他知道你必死无疑 你不要瞎想了 他用的那个招 连我都给骗了 你这临时刚一过门 他对临时多好 我自以为他回心转意 能够好好的跟人家相处 哪知道 不斑的虐待 从这个肉体上到精神上 极端的自杀上标 别说了 你呀就探知过日子 我过不了 这日子没法过 我跟您说 身为贱备 少有摧折 愤责乃义 还是这句话 您看见没有 跟那窃急贼里这句话一样 就我的那个身份 受一点摧残 这是我应当的 我该受的 这没什么 但是现在如果按您说的在这 过这日子 原文写的好啊 各位 少女说了 我叫买日为活 这个事不可长久 怎么叫买日为活 你有钱 你有钱哪 你能够包这别墅 故人伺候我 花钱买日子过 我这日子天天过的是 精心吊胆 这日子没法过 每天提心吊胆的 都怕那知道 家里所有的人 都不敢提这事 这日子怎么过 买日为活 不如死了啊 天天总怕 有一人来登门 把我打死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那不跟做贼一样 为什么人要犯法 身不由己呢 你犯了法 您听相声也好 评书也好 都评过这个 马三利老相 有这么一段 情绪与健康 说这喜怒悲思 忧恐惊 这七情 先不说六欲 先说这七情 怎么为惊 就是你办了亏心事 外边的警车一过 一过 一蹭家就起来了 这心 就蹦 其实不是抓你 过去了 钢堂又来 哇哇哇哇 蹭又起来了 这日子怎么过 为什么又漂流在外 逃亡在外 多少年呢 回来自首了 就是监狱里 那个日子 比在外边 跑这日子强得多 他外边这个自由 还不如在监狱里 不自由呢 让人抓到了 判的刑 这回算踏实 谁让我犯法来的呢 我不用每天琢磨他了 这回有盼头了 为什么盼我十七年 十七年之后 我就没楼子了 没事了 出监狱 我又跟好人一样了 他这么想了 你所以在外边 跑这日子可难受 当然我这是听别人说的 我没跑过 我那几次事也没那么大楼 买日为活我不敢 这不为长久之计 不知君 以为然 您说不然 我说这话 您同意不同意 这两句话 说的柴亭斌 柴的爷 闭口不言 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 知道你说的对 甭说你痛苦 我也痛苦 我怕媳妇 我不怕媳妇 我是怕你让她 给揍了 甚至死的时候 不可以人的常理 而独知的这么一个女的 你说我拿着怎么办 我只能忍 我劝你 你跟我说的这个话 我都懂 但是不能按你说的办 你说的对 但是你可千万别干傻事 这个事情 让我想想 我好好琢磨琢磨 现在我把你领回去 是决然的不同 那不能这么办 过些日子 我在找家里人问问 看他有没有啊 回心转意的这个意思 如果有 我看对机会 赶什么过年的 他过生日 咱们再回去 嗯 这样可能好一点 啊 戎途啊 四肢 你得慢慢的 给我个功夫 少女也没原因 好吧 那这日子就过吧 但谁知道 少女早就想好了 这事怎么处理了 我不劝你 你不听吗 我让你带我回家见他 你不不见吗 那没办法了 我来个先斩后奏 这就是少女啊 看书看得多 咱们一再提 少女喜读内经及兵剑书 这三部内经都是一书 过去读书人都读一书 这个一书我搁一边不提 咱就说这兵剑书 有乡人之术 我得看看 我看那大奶奶 今天是长什么模样 我一看我就知道 他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得来一趟 时封柴出 他不能打在家待着 柴子也有事啊 他是社会名流啊 他走了 那么少女呢 换医生 换医师 这青衣就黑色的衣裳 青衣是什么人穿的衣裳 就是剑背穿的衣裳 您看过去演戏 大青衣 现在统称了 把闺门蛋呢 花蛋呢 青衣呀 花衫呢 包括演娘娘 这些都归为青衣了 现在只有青衣花蛋 两种分法 这不对 实际大青衣 演的都是低层女子 地位很低的女子 那叫青衣女 那过去呀 细班研习这个话 就是由这来的 换那么一身黑色的衣裳 就是卑女 所穿的衣裳 然后预备了一匹马 这马也太惨了 单找了这么一匹老母马 牡丹的母 也是这个公母的母这意思啊 找了这么一匹马 这马呀 这个岁数也大点了 这毛也呛了 牙也都掉了 干着指打话 牵这么一匹马 太惨了 那手牵马的这个 找一老仓头 这都原文写的 找老仓头 哭 老母马 就说在家里的这个人里头啊 找了岁数最大的 这位干嘛的 在这个柴家这别墅啊 这位就看门 看门老大爷 这个老大爷跟老大爷也不一样 有的那看门的 是 校园啊什么的 这也是看门门房 也跑腿 机灵的 有的小门小户 就找老大爷看门 原先你要学校 校园工厂单位 都是老大爷看门 后来现在也不是 现在您看都是小伙子 保安 这保安 有的时候我对这保安也有意见 我哪找的保安都是 可能连一米七都不到 一米六几也就是 就当保安 穿上那身衣装 带着大颗帽 还排队 打头那才一米七 还把那大个儿高都搁头了 个儿小都搁后头 这队长大概年轻 头卖个鲜货 您知道 卖苹果的底子 大个儿都摆头了 小个儿都摆后头 我一看 这要真出现问题 这没有什么战斗力 这保安 还不如老大爷 您看我们上学的时候 那老大爷 好 我们上小学 我小学就在这边上 我就这儿生人 这儿长 那大爷 好 收发信 报纸 摇铃的 上下课摇铃的 没有电灵 你觉得连电灵都没有 一大灵灯有一半 他拿着 刚朗刚朗摇 一听这灵灯下课 一听这灵灯上课 他这表就没准过 课间休息五分钟也是他 十分钟也是他 一课中也是他 有时候刚下课 没几分钟 他就摇上了 有时候该下课 这学生 我小时候 那个那种表 电子表圆的 大家小鸡就是那个 还挺高级的那个 跨一绒绳 跟那跨的那个 挺高级 那两块钱一块 那个电子表 好价 拿那上课看的 那有 那有秒表 打上课就掐上秒表了 这块电池 也就盯那么一堂课 你知道 到四十分钟 还不摇零的 都四十八分钟 他摇零的 就是他那误了 什么修窗户 换玻璃 这门锁 掉了 什么哪个椅子 晃悠 你像我坐那椅子 一年得换四把 找这么一位老仓头 碰这么一老母马 伺候他就不能这仓头 他是你奶奶 这什么让手啊 又找一老玉 全老一块去 老玉 你女的房子一驱 找一老太太 打一包子 打一包子 就是他手使的东西 搬家了 这就走了 这外宅那可挤于玉石 那所有的设备 跟正宅那不差猴分 因为他们当初 许给少爷两头为大 拿正妻那么取的 所以这边的待遇 尤其柴蝶亲自在这边 录规格很高的 全部带 什么金金手势三环 一二没有 就带着随身换洗衣裳 老仓头控老母马 老玉陪着 可就笨 原文写 嫡所 就是嫡妻所 待的地方 就是正家 可就到这 因为这老仓头 跟老玉认识啊 他们这是柴家老人了 姨奶奶 您想好了 想好了 好良言难劝 该死的鬼 不雅如英勇负义的一般 还是跟大爷说一声 甭说 我都想好了 叫门吧 哎 啪啪啪一砸门 门开了 一看这老仓头 一看这老玉 这院人都傻了 露面黑 四丛由这搬出去 不知搬哪去了 可这这么大太平府 那打成不出来 我们柴的也真够咬牙的 为什么咬牙 原文写 永绝琴瑟 就不跟你过 说什么也不难 你知道我住哪 这好自己回来了 再往那马背上一看 哎哟 清衣女子 又年轻又漂亮 这怎么意思 这是 大娘 嗯 家来了 嗯 见大奶奶 跟奶奶回一声 家来人了 谁呀 姨奶奶 谁 姨奶奶 这刚消停没多时日子啊 挂着那摘下来 刚发送完 又来一剃 我们这是包兔子买卖 一剃丁一剃 这些日子 他正没玩具呢 又来了 你们俩缺德不缺德呀 大爷没跟着 愣敢往这儿送 谁的主意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准死啊 也别说 你瞅这稳定劲 黑衣女子可厉害 打听打听 这是以色列 利比亚的 这没准人肉炸弹 人体炸弹的 看着黑衣女子得加点小心 您二老 这奶出 甭管奶出吧 跟大奶奶说 接一奶奶进门 您先进来 您先进来 把牲口牵进来 顺着马上 掺下来 老藏头就躲了 掺这马 奔后头 拉这马走了 这是 掺着少女 往里走 门盘的 还通不着那宅呀 找丫鬟吧 找丫鬟老妈吧 跟大奶奶回一事 什么事 姨奶奶来了 哇 听得头发根都发大呀 急得根都发凉啊 又来姨奶奶 好去 这更年轻更漂亮 行行行 你等会吧 到上方屋找小红 小红是通房的大丫鬟 好家伙 在他们家 除了金身 那就得说小红了 来吧 红姐 红姐 您来吧 怎么了 大奶奶这会儿干嘛呢 奶奶这会儿 喝水呢 高兴吗 今儿起来挺高兴 没怎么心事 行那还好点 来姐了 来什么姐了 这不是打哪 送一奶奶来 啊 小红一听 这 台铁您这怎么了 您这是 就别往家送啊 谁不知道您在外 起了外宅了 耳目的虽然说不知住哪 耳目的也听说 娶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姨奶奶 打这就两边过就完了 他天天打我们 骂我们 逼着我们问这事 这日子一长 真问不出来 他能怎么着 跟我们要死要活 也是问不出来呀 打这以后您不回家 不就省了吗 家里的有吃有喝 有穿有戴的 打这以后 忘门寡一样 叫他守着 谁难受 谁知道 谁让他自己作 你这送回来 这不害人 又坑一条人命啊 你奶奶 您万福 您是 我是小红 哦 红姐 您别这么客气 跟奶奶说 我求见 哎 小红转身往里走 这腿都拉不开拴了 不知说什么好啊 你看大奶奶 盘腿坐在炕上 炕上有炕桌 炕桌上摆这么几点点心 啊 挂在葡萄干 正喝茶呢 挺高兴 有点笑模样 奶 奶 怎么来这事 好好说话 奶奶 有人要见你 谁呀 我们大爷 他回来了 跟董先生 只要回来 他好好办 而且不能带上走了 这家伙 连搬哪去都不知道 他也嘀咕 大喘气话说一半 我们大爷 给送人来了 你们大爷给送人来了 送什么人来了 把姨奶奶给送来了 好 哈哈 柴的爷呀柴的爷 砖头打架 真有出手的呀 把姨奶奶给送家来 甭问呐 这得是想好了招了 要不吓死 他不敢呢 好大的胆子呀 这些日子没见 搬到外头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连住哪都闷得这么严 感觉又娶一个 娶一个 你就过去 不就完了吗 哦 不 就送家来 这是诚心要跟老娘 我逗的我 一伸手 连炕桌 火 就往地上 这么一推 炕桌也皱了 这装点心的盘子 这碟子都摔了 小红一看 可了得 奶油 奶奶您可别去 怎么了 我自己的家 我乐意摔什么摔什么 来得好啊 把姨奶奶请进来 回手找这铁帐 这些人都不打人 还不知哥哪了 你奶奶进来了 少女低头往里走 伏地自沉 进门扑通就跪这了 见被少氏之女就姓少 少氏之女也没有名字 见过奶奶给奶奶行李 趴着就磕头 一看这真人往这一跪 金氏都愣住了 年轻漂亮 而且他穿着衣裳 他很在意 穿一身轻衣 这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他知道他的地位 他知道他的身份 他穿着衣裳 就不是跟我斗了 金氏低头看了看 这能有什么招呢 他说他嘀咕 当然得嘀咕 这么些人都没回来 把小媳妇也送来了 搁谁谁也得琢磨琢磨 这里有事没有 他也含糊 但是少女跪在这儿 竟说好听的 不仅穿着符合身份 言语也符合我该说的这个话 你没让我起来我就不起来 跟他跪着 他想的是什么 就在家跟柴蝶说这 你别让他处一皱 废台蝶自己就来了 但是跟家里边想的 这既定方针是一样的 到这儿 我万事由他 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就本着我当小妾的这个原则 本着我合乎我这身份的话 这行为就怎么办 许你出圈不许我出圈 我认证 开始是圣怒 使怒 但是一看这个言词 一看这个表情 他这怒火要下来点 哦 姓少长得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多在进的门啊 有这么十几天了吧 在哪住着 那具体的胡同门牌 我也说不上来 离这儿不近 这个老仓头跟老玉 把我送来啊 也足走了这么半天 那你可受了苦了 这不应该的吧 我这算什么受苦啊 日后还得尽心尽力 这伺候奶奶您 甭伺候我 伺候大爷去吧 说的话 说的他伤心的地方 他这也眼泪不吃的 怎么 体体这台的也太难受 夫妻两口子 连家都不回来 住哪都瞒着都不让知道 他能不难受 而且他不认为他有错呀 主要是 我可不容易呀 为他操持这个家 替他煎熬于人 他全怨我 把你娶起来还瞒着我 是人不是 来呀 有 上里头屋 拿件好衣裳 给配上点 就来了这套啊 施以恩惠这套又开始 拿对付临时这套又开始 您的衣裳我怎么敢穿呢 能给你拿我的吗 他前头有两房小妾 一个呀 让我误伤给打死了 那天我跟他闹着玩 我有个铁棍 没想到处得他太阳穴上 也带着他这脑袋呀 糟点 这身子骨楼壳呀 软点 他可就死了 大爷不死心呢 又娶了个二房的姓林 不是咱们这儿的人 北方人 是燕山那边的 倒是个子不小 块也挺足 可爷死了 自己小心眼想不开 上吊了 他们俩还留下不少医生 按说应该呀 一把火全都给烧了 奶奶我呀 不愿意抱歉天物啊 我都给留着呢 那都是花钱买的 复制于机构 多面的可惜呢 我把他们俩的衣裳啊 拿一件来 你先凑合穿着吧 那我这先谢谢奶奶 多欺负着各位 说这件衣裳准时临时 那倒不见得 就这么说 死鬼的 你说不穿 当时就闹 今儿就得动手 人家穿了 没说别他谢谢 出紧衣而医之 拿件好衣裳给穿上 这一穿上好衣裳 比刚才 那又增几分荣光啊 人凭一马平安嘛 佛要金装 是人靠衣装 穿上这衣裳 再往这衣柜一看 呵 比刚才还漂亮 你起来吧 哎 你让起来的时候才起来 可也没做 就跟那站着 妹子 奶奶您别这么称呼 不 我要叫你妹子 你可不知道我的委屈 您说 伯兴人 在外 横拨恶语 他说我那词 我都知道 骂人没有好口啊 想必你过门 十六天了 他也跟你说过 我是什么样的人 上去说 对他说了 你不可常理肚子 拿正常人的思想 琢磨你是不成 这他跟我说的 说你不是人类的 这心了活动没说 大奶奶金是那说 他说我那话 我都知道 可是外边人呢 听了这些话 可就信了 因为他能上外边说去 我不能上外边说去 我是个妇道 要守妇道之本分 您要知道 持家不义呀 大妹妹我跟你说呀 可是 这两皇妾 一个是我误伤而死 一个是自杀 我不能说我没有错 但也是 见败不理 他们做的这个事 不对 我看不过我才管 我就是这脾气 可纵然他们死了 能不能把这个罪过 完全推到我的头上 都派我的不是 不仅这样 愣顺家搬出去 连住哪都瞒着我 都不告诉我 这叫过日子吗 永绝情色之好 你没准备他走 时候恩断义绝的那个样子呀 抓住夫妻 能能办吗 现在被欺 背着我 又去切实 他岂为人乎 他不是人 我呀是不跟他斗 我不跟他计较 我应该把他们家搬走 搬回娘子去 然后我就告他 就冲今天你来 这叫人脏并祸 你就是人证 然后你带着我们上来掏他去 那就误证 就把他送下来 我能搬呢 这今天你说 你平心而论 你掏心窝子说 我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进门打你了吗 没有 我骂你了吗 没有 上你心了话 没打没骂 把死人衣服 进门给我穿着 这比打骂还厉害呢 各位 难哪 我对你怎么样 山海之恩哪 完了 这我说没用 按说你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也罢 不知道也罢 我就应当 怎么来 怎么原样 把你给送回去 我好好的 把你打扮一番 怎么来 怎么去 我还让这老仓头 跟这老爷 把你送回去 我要修扫 修扫他的面皮 我知道他在哪住 我也不找他去 因为错不在我 他应当回家 他不回 但是 我又舍不得 妹妹你 你回去 你回去 你就算落到火坑里了 他今天能这样对我 他日后就能这样对你呀 现在你还年轻 你还漂亮 你有伤岁数那天 等到人老猪黄之时 就是他抛弃你之日 哎 哎呀 回来不回来吧 一人过也挺好 可这又叫什么日子呢 哪有这样的夫妻呀 说这个话 小红在旁边听着 心里话奶奶 您真有两下子 您说这个话 也就是您自己说 您看身边得有信呢 你能把他送回去吗 你是那样人呢 今天他一进府 一回到家来 就不雅如自投罗网的相似 他这就如同自杀行为一样 你那么好心眼愣 知道了 好不也好 怕这么些日子 打听确夺消息 今天有了 把他送回去 鬼都不信呢 但你敢说 我们就听着 奶奶 备有一言 在您面前 可不是当讲不当讲 我有下情要回 你说 你说 妹子你说 她不是不回来 只不过 她有点大丈夫脾气 这两天 据我观察 我看 所有悔意 她就不知道 奶奶您的好吗 她绝不知道 不然 跟您说 我可不是跟您顶嘴 我可不敢跟您降嘴 大爷呀 还是很挂念您的 跟您说 不肯下气 就不肯把这架子放下 在您面前不能低声下气 为什么 这个妻对于夫 李云呢 妻于夫 如子于父 而树于敌也 过去 李法上就这么写的 各位 回去您看五经四书上 这有名文 李约 妻于夫 妻子对丈夫 就是儿子对爸爸 树出对敌出 这样 叫子于父 树于敌 这话如同一样 还在今天是讲不通的 在那个社会 就那么想的 就那么说的 她 跟您 是夫妻两口子 明知自己做错了 但是现在 为什么不肯让步呢 就是因为 有这么一个 礼教的关系 那么您 如果要能让一步 不就更好了吗 我让一步 我没错 我凭什么让一步 妹妹 你说这两句话 倒是好话 要让也得她让步 绝不能我让步 我跟你说 这事没完 你就在这住着 你就等着她回来 你看见面 她怎么样 我非得把她问住了 当着你面 我问她一个哑口无言 我问应了她 我让你瞅 是我对 是她对 当然是奶奶您对 绝不能是她对 这个事情 等她来了 如果能够好好说 我想你们二位 是能和好的 妹妹 这话你说 我是真爱听 得了 别的也先甭说了 这不你已经来了吗 你 就先住下 来 把临时那间房 给收拾出来 还让住死人那屋 就上吊那屋 你可听着 让新姨奶奶搬进去住 一会儿晚餐 就跟我这一块吃 都好好伺候着 你们听见没有啊 自小红以下 这些丫头老妈 听见听见 来姨奶奶 您跟我们走 跪下二次行礼 这才站起来 低头退出这间屋子 大家伙 掺着少女 到临时那屋 给死人的医生 住死人的屋子 就这么办 看你怎么样 欺负人吗 那么 展示相安 原文让写 心虽不愈 展相安 这事儿还不痛快 你别看近来 就这几句话 就这个形象 为什么 要让这俩人陪着 要骑这个马 穿成这样来 这就是攻心 千以示弱 我先让你找不出 我的毛病来 果不其然 少女这头一步 就算成功了 今世并没有发作 有弄而不能发人 说的这个话 没毛病 你当时就找不出错来 进门打人 你也得有名目啊 他打临时的时候 是说你什么没目的 你笨 你学不好这个 你瞅你干这活 鸡蛋里挑骨头 他也得挑得出来 这也挑不出来 心里的虽然生气 这锅火顶得这样 但暂时没原因 摁下来 这个山东有个教授 叫马瑞芳 马瑞芳教授 批这个聊斋 就写 说今世 其度 有其度之心 还有其度之才 咱说了 人家 人家 扶宗领写这文章 说今世 开宗名义 头来就说 今世 其度 而且极其的强悍 凶悍 那马瑞芳说 他不光有其度之心 还有其度之才 就是他 他治小妻 他治小妾这招都绝了 别的女的想不出来 他能想不出来 那么偏偏遇见少女这样的 才比他高 你有政策 我有对策 他能弄得这金势啊 这火啊 鼓不起来 那么他说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 是 蒲宗领说的 那么 马瑞芳先生呢 批这句 这句是全文之纲 就要没有少女这句话 这段书不成立 他就这么想了 他认为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 我就要用我的语言行为 我的这个准则吧 感化你 感动你 这可不容易 这挺厉害的 因为大师哥信佛 我不信佛 这是佛语 佛家说的 没有不可度之人 大家都与佛有缘 在座的 有的人不少信佛的啊 因为我不信这个 我不信佛 嗯 我就老琢磨 度得了我 度不了我呢 我跟大师哥有时候 我们也吃饭 聊天 说话什么的 目前他还没把我度过去呢 但是他这说书的风格呢 基本上快让我度过来 我看他现在有点这意思了 这是我比较成功的地方 慢慢来 这不就谁度谁呢 我也不懂啊 我这瞎说 这跟他那书没关 说到这了 闲聊两句 这边柴的爷可就疯了 柴的爷办完事 回家还离个儿愣呢 挺高兴的 到家来这乌丑 那乌看 你奶奶没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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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奶奶出门了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这刚多是日子呀 要想出门怎么也得 二年以后啊 我家乌蹲监狱呢 这儿 大爷 没出门 家走了 回娘家了 这不年度节的回什么娘家呀 不是回婆家了 婆家 大奶奶那边 去了 什么 回 大奶奶那边 哎哟 才连羊手就给你嘴巴呀 这不混蛋吗 谁让他去的 哎哟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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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上写呀 羊入虎口的相似 羊入囊群哪 此时 必定狼藉不堪 一片狼藉啊 各位什么意思 已经乱七八糟了 这会儿少女已经乱七八糟了 这回到家不是铁账的问题了 不是三宾的给了 说抽俩嘴巴 拿铁账 帮怀子骨已经不是了 死了 您听这词 狼藉不堪了一句 登登登登登 往外就跑啊 大个白口 我跟着大爷您别着急 没跑这么快 疯了 真急呀 奔自己家跑 到家里一看门关着 哎哟 这心就凉半截的 咋他 咚咚咚咚 一擂这门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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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 这是我 哎哟 大爷回来 赶紧把门打开了 打 我开门着就给踹了 哎哟 咱爷真踹我干什么 姨奶奶在哪呢 姨奶奶在后不旋行 林姨奶奶住那屋啊 大奶奶 大奶奶在上房屋呢 他们俩人 你别听 你别听 没事 来了以后上房屋说了鬼话 又给换身衣服 然后把屋子打走出来 已经住下了 假装无事 没事 相干太平 说的可高兴了 就卷了您一顿 那倒是在我意料之中 偷窃 大一路 上房屋 大奶奶那屋 混蛋呢 我上大奶奶那屋干嘛去 要不是你们姨奶奶自作主张 回到此处 这辈子我都不回来了 今儿晚上 我这姨奶这屋睡了 大伙一看 本来挺好 这姨奶奶回来 在大奶奶面前呢 说的也挺好 做的也挺好 大奶奶刚开始挺生气 后来一看 这个 主动的 投降来了 我们的政策就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呢 人家没有啊 人家 那怎么办呀 法外失人网开一面 那没怎么干 您这一回来 一上姨奶奶那屋 大奶奶知道这能干吗 今儿晚上还得打 大伙不能拦着 下人能拦着主子吗 他只能陪着去 没想到 到原先林姨奶奶 现在少姨奶奶这屋 让住死鬼这屋 也够难的 姨奶奶少女 迎门而聚 堵着门 就给挡住了 大爷 您家来了 啊 我说您可真行 你多得胆的 你愣敢回来 他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你不要被蒙蔽 你还要给你 一上就给你屋子 你知这是谁住的屋子 这是让他逼死的 林姨奶奶奶住的屋子 临时就吊死这屋了 他愣让你住死鬼这屋 你说他安得什么 给你的衣裳 都是死鬼穿过的 你拿他当好人 我算把他敲透了 跟你说 今儿晚上我就住你这屋了 还有一条 你要觉得住这儿 别扭 现在咱就走 车就在外边 我让你准备车预备码 我接你还回咱那 主摸好了 谁走漏消息 我打死谁 我看他怎么样 死磕呀 死磕 您都家来了 还哪去 反正我是不回那的 我就在这了 您今儿晚上啊 我这屋也不行 您上大奶奶那屋 啊 我上他那屋干嘛去 我上他那屋干嘛去 我跟他吃兵 拉兵没话 我到屋就得跟他抓你起来 我刚才告诉你说 你还甭枪火 今天你把人黄说出来 就这屋了 我看怎么着 我看怎么着吧 那么 要是大奶奶来 拉您回去呢 啊 谁 他拉我回去 他能够吗 他行得到事 他什么人我不知道 甭了 不是 我就给您说这意思 他能不能来 在乎于他 现在我就问您 他要真来了 请您回去 上他那屋今儿晚上 您去不去 这少女说话呀 那也是有原则 也有学问 拐弯抹角 先把你绕住 哎 迎门一掌 我这屋不许进 然后现在说您 您回那屋 您不不回去吗 你们俩现在是 这寒鸡的火呢 事成骑虎两难 他也不肯落劲 您也不肯落劲 这架没法劝 我现在让一方 主动的存错误 让他来 请您回去 给您赔不是 您看这行不行 才这爷一听啊 这是与吃人说梦的相法 不能够 这么办 你呀 是非常的善良 我也甭跟你说别的 你到家来 你拿着当好人 你搅着他呢 给你撒瓜俩走的 啊 对你可不错 这叫什么 打一巴掌 揉三揉 现在还没开始呢 当初临时 刚来是对他 比对你好的多的多 这招我都经过了 我算把他求明白了 既然你说到这儿了 我也别让你为难 他能来吗 今儿晚上 只他能来 他请我回去 我去 好吧 您有这句话就行 您在这儿等着 哎干嘛去 我叫他去 你叫他去 嘿 你倒会行人情 爷们回家了 不往自己捂了账 让往大奶奶捂了账 你认为他能感谢你吗 他能不能感谢我 您甭管 一会他来请您来 您就痛痛快跟他走 不就完了 他不来 既然您爱睡哪 睡哪 我不拦着 这不完了吗 这是咱们 打个赌 飞去 飞去 卡嘞 来 多跟几个人 跟着去 到那儿 常有闪失 甭说挨揍 甭说挨打 张嘴一骂街 就给他抱回来 强行的把他抱回来 搁着屋 我在这儿等着 你说去 这玩意也邪了 你来了 他今儿弄会没闹 许你是道行大 你说去吧 好吧 您这儿等着 直接 进里边上房屋 上房屋啊 已然得到消息了 大爷回来了 这大奶奶今世 这儿正运气 运什么气 好 回来 是得回来 他没跟他说呀 他先回来 见我来了 虽然说是 主动的承认错误 对我也很尊敬 我今儿没揍他 也没打 也没闹 但是大爷回来 这可就不一样了 他可就来的 逞腰的了 大爷甭问呢 这是接他来的 一会儿就得给接走啊 就即便不走 今儿也得住他那 我正要琢磨这事呢 小红进来 大奶奶 少爷奶奶来了 嗯 干嘛呀 叫出不合适了 上这跟我说一声 大爷回来 今儿晚不在我的屋睡 留他那屋了 好啊 此你敢说 今儿我就跟你一样瞧瞧 少女进来 扑通往这一跪 见大奶奶 老是那么的谦卑 嗯 这个原文就写 执杯子礼 拿奴婢的弊啊 因为过去说书都说奴辈 我也念贝 执这个奴婢之礼 就是 拿自己没当 这个姐姐妹妹这种关系 就是您是主子 我是奴才 我是丫鬟一样 大爷回来了 嗯 我让大爷来 大爷不来 不来不来吧 不来怎么了 他这些人都不来 我怎么来 我不也活着吗 我缺他 你操什么心呢 冲好人来了 哎呦 你奶奶的这个功德可不小 大爷回来 你让他上我这屋来 就上我这屋来 他怎么听你的呢 这都是谈 这话可不好接 他根本也不听我的 他不听我的 还能不听你的 不听 我让他来 他也没来 他不来呀 您去得了 哇 真是一条 哎呦 喝 姨奶奶 我让你吃晚饭了 没饿的你呀 怎么胡说呀 我 上头了 请大爷去 大爷能给我那脸吗 我跟你不一样 您又年轻又漂亮 又狗狗又丢丢 我不成 人老猪黄了 完了 人在晚上能上我的屋睡觉来 不去 不去 他也不能来 我白费这么一番兔吗 白聊一面 没有用 我们两口事 也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你就管好你自己就是 下回像这个话少说 这个事你办不了 你管不了我 你让我去 我就去 你说这还说什么 人家少女有词 咋想好了 大奶奶我还有两句话说 说说说 说 我也瞧出来了 我让你说呀 你也痛快不了 趁着名位都说了 您知道您二位 这怎么回事吗 我那知道 我们俩事我弄不清楚 我没你明白呀 那你倒说说 我们俩这是怎么当的事情 您俩这叫寒鸡的火了 尤其大爷那边 大爷不肯下气 就不肯主动的下这台阶 那么您呢 就应该往下来来 您到那去一趟 原文上写 山孝 山孝之 一孝的事 您到那去 山然一孝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矛盾就化解了 还显得您大度 他现在是因为什么不来呀 他理亏 错了上女说这话也不没有道理 就是柴子爷被妻再娶这个事 本身是不合法的 你现在被你媳妇两佛 为她又娶媳妇 这叫停妻再娶 这不灵 不成 当时那个法律也管 那么他本身就害着丧子 就理亏着你 因为惭愧 所以他不来 他不好意思来 他不好意思的 您不好意思的 您给他来一个 这叫什么 这叫江的一军 您看他怎么样 您先坐在那儿 他再不来 与您没有责任 您到那去趴一请他 他摇脑袋 不来 您转身往回走 没人说您不对 都得说他不对 你这话说的 高级 今世坐这一坐吗 是吗 这新了话 嘴里可不说 哦 那么我要不去 就是我不对了 那现在你们就得说 是我的不对呀 也没人说您不对 那大奶奶 您要知道 我白天不跟您说了一回了吗 这个树于敌啊 就如同子于父 这个敌于树呢 就如同父于子 这是爸爸儿子的关系 你让爸爸主动给儿子 传人错误 这是很困难的 君于栖 树于敌 关系都是这么个关系 我白天不跟您说这事呢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礼记上说的 中国写礼法的书 礼记 礼记也没看过 您这礼记分为三部 头一部是糖醋礼记 二一部是滑溜礼记 三一部是甘炸礼记 你看过书多呀 菜肚你也看 那么你那意思 我就去一趟 对 您来一趟 哦 他来他嫌丢人 他不好意思的 我去我就不嫌丢人吗 你奶奶 你瞧你说的多轻声 你上嘴唇一放下嘴唇 我们可就去了 到那时真说这热脸贴冷屁股 你以为这滋味好受啊 他是夺面的狠毒的心肠 他能够背妻再娶 这样的事他能够行得出来 他嗓的我两句 给我点 啊 还甭说咸了淡了的 就给我来一个酸了咸了的 我也受不了啊 人家给我来一个不理我 我怎么着 这都是吓人 只有你我姊妹 咱们姐两个是他媳妇 这主意是你出的 就你不笑话我 让这些吓人怎么看了 我说不动大爷呀 这家我还以后怎么执家 我说谁 谁还听话 这还不是瞎说 你往后文书听 胡松龄聊天原本可能写的 金氏持家慎勤 这家后来他不管了 还就不成了 这家里边大乱 就因为他不管了 那么现在他说出这句话来 真不亏心 金氏有点能力 这也是马瑞峰先生说的这个 有歧度之心还有歧度之才呢 你别拿金氏当一般的人物 不是那个大肃不食的那家庭妇女 不是好运筹为我这一大家庭 都得他管 现在说出来 我到那去 他一扑了脑袋 我先栽一个 就你不笑话我 这帮人怎么办 有道理 少女一听 这算行了 你说出这话 就往我嘴里递话 那我就得给你讲讲 这个没理的人 遇见有理的人 你别跟他矫情 这个文化有时候很有关系 看过的书多呀 知道的多 词多呀 你跟他矫正 你矫正不过他 这就是舌头根底下死人 反正都是的 是那么回事 你别瞅 大奶奶这么大能耐 那到少女跟前不灵 少女那读多少书 过去封建设为女子 能读书读的少女 在份上 那叫女秀才 那确实厉害 就跟昨天我在电视台 录着刘庸似的 刘罗光 啊 就是这个君臣道 乾隆这里边 就是一句很很好的词 就是你这人不能理 刘庸这人不能理 你只要跟他一对话 他你就算说不过他 他说出这话 他四面封八面堵 你没有办法 这少女跟他 就这么个关系 昔日 要拉点了 昔日 梦光举暗 人不以为燕 何在 奔在则然而 这一下 这就后汉书上 啊 就知的汉潮 梁红梦光 举案 奇梅相敬如宾呢 啊 梁红 梁红穷 梁红在后汉书上 写着梁红 家贫 家贫 家贫而 结干 叫 结而不适 结身 字号 结身 不是 头了那结 是气贫的结 后边这三条水 急着 干净 结身 字号到什么地方 这么大的学问 梁红 这么大能耐 不是 不出事 不当官 我穷 我有骨气 因为你们当时的社会黑暗 你们这个官僚主义 作风太严重 我不持与之为伍 我也不去 那么带着媳妇 梦光的两个人呢 避于屋 在屋地那忍着 那吃什么呢 当长工 这个米啊 下来 弄这米 这面下来 弄这面 都扛了长活了 那么大学问 不是 就因为不是读书人呢 学而有则是 他不去 他愣干了重劳力了 就这样 每天干男活 回来 这小罐也光着吧 小罐啪 肩上一搭 一进屋 媳妇梦光 看见了 不敢养世君 您别看 都扛扛活了 回到家来 这是我爷们 这是我男人 举案齐眉 吃饭的时候 把这饭都做好了 搁在这案上 这案不是像 咱们现在说的 画案 书案不是 无族约 盘 有族约 这时期也没转 这叫盘子 油转 这就叫 啊 现在有这路盘子 您能吃饭 也能用得着 把这举起来 这汉人不到 您听 吴迪 老师哥说三国的时候 都是席地而坐 等于俩颗膝盖 跪在席子上 然后自己的屁股 压在自己的 这个脚后跟上 这很累啊 这个 反正我不成 你让我这么坐着 我就招了 肯定的 这是 现在大概日本呢 韩国 他现在不承认 就罢了 这地方人 大概还有这样的 坐席的这么一个习惯 跪在这儿 爷们在对了坐着 把这岸 就这菜盘子端起来 举岸的齐眉 得到这儿 就是不敢养生 都不敢拿眼光看 然后递过去 那么 梁红呢 得搁在这儿 撇唇咧嘴 举岸齐眉 相敬如宾 每天两口都能对客人似的 其实呢 这个我后来理解 很没有必要 咱们生活中两口子 这样也有点假 您知道吧 相敬如宾 每天回来都那么客人 日本现在就这样 每天一进门 先生您回来了 两首歌 磕膝盖往下出流 你知道吧 外面的风大不大 雨大不大 来 您把风衣给我 帽子给我 雨伞全都收下来 我说这简单 那没有一个动作 都要举一弓 咱们去得到那儿 娶日本媳妇那干 你知道吧 因为他给你鞠躬 爷们也得给他还礼 他鞠躬你得还礼 妖鸡老损受不了 昔日 孟光举案 就是说对爷们这样尊敬这个事 人不以为厌 没人笑话 就没有一人说 哎呦孟光你们家趁那么些钱 当初你跟他跑的时候 你爸爸就不同意 孟光家族谁都瞧不上 梁红 不能跟他 你能跟他跑了 你是大家族的姑娘 到他们家怎么 他对你这样 每天都扛扛活了 还撇唇咧嘴呢 还牛呢 没人说这话 人不以为厌 人都觉得 孟光这样做得对 人不以为厌 何在 为什么呢 还是这句话 这是蒲松凌根僧蒂固的思想啊 愤在则然而 这就是他的本番 他就应该这样 为什么要举这孟光 因为孟光可不是妾 而且孟光是大家族的姑娘 跟的梁红 这暗含着 可就往上抬着金的奶奶呢 我说的不是一小妾 我要哪一小妾的比您 那好 我不自己找倒霉吗 我说的可是正妻 对爷们这样 人不以为呀 没人笑话 您今天去这算什么呢 不就一句话的事 这是咱们做妻子的 应该办的 这是咱们应择之分 大奶奶 您就好比是金氏梦光 大奶奶一听 走 我梦光了 这还了得 喝 这说进去了 绕进去了 大会儿一听 哎哟 这姨奶奶跟林姨奶奶可不一样了 林姨奶奶为什么挤着地上吊了 什么都不会 天天让这金的奶奶说谷 林姨奶奶 艳人 就是咱们这地方人 北方的人 做真知也不会 就会纳鞋底子 除秀吕之外 需他人而帮吗 就会纳自己的鞋 没辙 天天听他说谷 让他走 让他打向他妈 你听人家这个 当当当的一套说完了 大奶奶听见了 去了 都跟着 这得看看 柴子爷在那个 这姨奶奶 少姨奶奶这屋啊 还没进去 就在门口溜达 这事闹了 让他请我来 妈的妈姥姥 那得盯多的 等着吧 今晚消停不了 这正说着 头额有打着灯 这就来了 一看头额正当前走的是 大奶奶金士 财迪爷这地方有点难受 怎么 抓酒夫妻 自己打搬出去 这好长时间不见了 这可有日子了 一转帘 这大奶奶一看这态度 转身也要往回走 身后的就是少女啊 你别看那大奶奶 她为什么干这事 她是混人 你知道吗 她吃跑 那少女呢 越过她 可就到了这个柴子爷的身边来 不敢伸手转 这种小小的 亲密的动作 如果烙得金士大奶奶的眼里头 那可了不得 那叫金士大奶奶 肯定能看 因为什么 她有歧度之心 并且有歧度之灾 这地方肯定她能看见 那完不了 所以不能伸手转 尤其女同志在这些小的地方 那是很在于 不敢过去伸手 就是这么一个轻轻的万福 大爷 大奶奶她 叫您来了 才连一听 还真给鼓掌 真叫了 真情啊 你说这少女有两下 我以为回来打得跟乱村里 是没有 给医生给屋子住去了 家里整太平 不仅这样 她也到那去 没做的工夫 三言两语 给弄来了 你这啊 她也不说话 也没气啊 你找我什么事啊 就等你说 柴子奶奶说请她了 也没好话 拿手一指柴子 大爷呀 如狡兔三空 和归为 好几个家 你还回来干嘛呢 你外面有家 有这么漂亮的 一菜的 你还知道回家呀 找我干什么呀 说实在我没有用 我就值得气 您是大爷 我们是个副道 我们也不知您在哪 您保密工作 都怎么这么好 这两天 您要再不回家呀 我还真得打证 大神经住哪 怎么着当妻子的 也得看看男人呢 我这就打算 坐车瞧您去呢 原文写大爷 听完这句话 说如狡兔三空 和归为 你还回来干嘛 柴 抚 不严 抚 低头 不严 你这请过来了 你这喊我回去呢 这是质问我呀 我能理你吗 所以低头不严 抚不严 这个地方 写得好啊 各位啊 少女这地方 就轻轻的在大爷身后 要如何人家 胡同龄老先生 你说他一个 七十来岁老头啊 他写的东西 你说这东西 这真金琢磨 轻轻的在大爷身后 肘之 细微 说的也有意思 您各位听的也有意思 这个生活当中 咱们经常碰上这样的事 谁谁谁一说话 你怕打起来 有这种小动作 这一肘之 哎 大爷往前那么一亮下 啊 怎么了 我回来 我自己的家 我还不能回来吗 大奶奶请您来了 您跟着大奶奶 回上房屋吧 大奶奶一看 这地方也得动脑子 这跟我说话 这就有台阶 自己带着这么些人来 要真让他窝回去 那真不好看 我既然已经低头来了 我都梦光了 我问他这句话 他也没答复我 得了 大奶奶也会来事 大爷 别跟我们 负道一般见识 少女可跟我讲了 不少的大道理 你奶奶是真能说呀 说负于气 负于敌 那就好比 是负于子的那么一个关系 得了 您跟我 回上房屋吧 这地方走之完了之后 可又进一步 推之了 这回得动头了 说推 也不能那么嗓子推 这是连推代价 连参叹 能赶紧 能赶紧 少女奶奶这么一伸手 小红在旁边 一看这结果眼 可就要活着 那怎么 赶紧上 身边有老妈子 这里个丫头 不能伸手过去 拽大爷去 这一几位眼 这个老妈子 大爷您甭生气 大奶都这 您瞧瞧 大奶奶什么人 您大概也知道 今天这是真的 想起夫妻的感情来了 您说是不是 主动的从后边上 请您来 知道您回家了 您来吧 来吧 连拖带拽 这个大爷主要的 跟少女有约在先 只要他肯来 请我来 我就应该去 没想到 真该弄来了 而且还主动 说出这话来了 大伙带这么一架 大爷也是 实在默不开 好好好 走走 别拉拉扯扯 别拉拉扯 跟着可就回 上房屋了 少女的地方 一点手 小红 大奶奶一转身 没看见 小红过来 少女奶奶 赶紧让 除了做菜 预不点酒 这样他们俩人 吃点喝点关系 能稍微的缓和一点 我明白 我明白 都按 姨奶奶您吩咐的事 我可就不露面 我销门睡觉 您早歇着吧 还有姨奶奶 您让我说什么 您这一来呀 您别看 就这么一白天一晚上 这事怎么说呢 您你甭废话 你赶紧去吧 是是 这小红 奔厨房 找厨房 赶紧赶紧赶紧 做饭做菜 干嘛呀 大爷回来了 哦大爷回来了 那甭问他 看姨奶奶 今儿晚上得喝点 大爷好不容易回当家 这不姨奶奶家来了吗 做几个拿手的菜 酒 好 给预备酒 一会我们都给送的姨奶奶 别送姨奶奶 送姨奶奶那屋干嘛去 从大奶奶那屋去 干嘛 大奶奶也要一份 干嘛也要一份呢 大奶奶跟大爷 这是一份不能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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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烫到了是怎么的 干嘛不能 他眼睁他就能吗 大爷宇静芬的大奶奶 回上王屋 你可麻烈的 这九个那次还一到 俩人一喝一下就算好了 是啊 他还赶紧赶紧 把火捅啊 这厨子这人都起来了 这举家上下 仿佛过年一样 这家伙 人人高兴 你是 不知道我说吗 家和万事兴 这一家子 您怎么大爷躲出去 天天的跟着手底人 非打即骂 本来的持家就严 他别人性格就不好 举手就打 张嘴就骂 这个大爷一走的 他这点火没地方撒去 更跟这帮人干了 这般受不了 盼着大爷回来 还能有点煮心骨 今天听说俩要喝好 那这最起码有些 消停日子能过 真做了几个精致的菜 拿着酒 送到上房屋 你说这也怪 没有这酒 没有这菜 两口子没话头 你有少女在从家 从中间这个两头 软和着 哎 勾着两头说话 这头呢 跟大爷说 他主动来 这头跟他说 您主动去 他那边就有台阶 两头说的挺好 这事成功了 但是少女不再跟起来 俩人没话头 说什么 一说就得是这个 你逼死姨奶奶了 这现在有酒有菜 这个金氏大奶奶可就有话头了 得了 关起屋来 没别人了 就咱们夫妻两口子 有道是夫妻没有隔夜愁 大爷您算算 这是隔了多少夜了 又来了啊 大爷一看你别哭 你要干什么 我不哭 您要不高兴就不哭 来 您喝杯酒 这不菜已经来了吗 咱们喝两钟吃点菜 好吧 大爷这跟他喝着 吃着菜 您总 咱们大爷出去办一天事 跑回家去 到家里边 一听说这事 疯着疤疤疤的 赶紧就往这跑 一进门 这又等半天 真饿透了 这会儿真一坐定 这饿劲上来 这菜很及时 酒也是好酒 坐这吃坐这喝吧 还真没少喝 大奶奶一看 哼 多亏了少女了 要不是少女这几句话 我要不给这台阶 焉能得到大爷 回到我的屋中 看这意思 这会儿啊 还真是有点和颜月色 得了 我表现表现 我想跟您说个事 什么事 这少爷奶奶 今天来呀 对我的触动很大 哦 大爷一听 眉毛立起来了 怎么着 您别立眉毛 您瞧 您老用旧的眼光看人 人是可以改造的 您知道吗 你改造了 我改造了 您看 说着话 把枕头掀起来了 枕头也有褥子 褥子掀起来 把铁杖递了出来 大爷起来了 是我什么 干嘛呀 给我灌多料 跟我玩命似的呢 明儿我就让他们把这给画了 一个画字出唇 想起少女说的话 天下没有不可画之人 难道说少女把此人给画了吗 她能主动提出来要画铁杖 那就说明她心也画了 啊 啊 气呀 哎呦 大大的一听可真难 打进门到现在了 半瓶酒都下去了 都没喊出气来 可也不喊大爷了 我的夫 明日你要将你这凶器化掉吗 哇 打今儿起 我跟您说 我要学昔日之梦光 大爷一听昔日梦光 如何 昔日梦光举案 人不以为焰 何在 奋在 和然而 大爷一听 我没在家这些日子 小习来的呀 这两句话会是我媳妇说的 她能把这想明白了 你也不必学那昔日梦光 不也 非梁红 你先把这东西都给我扔了 我瞅着她 我寒心呐 我的气呀 往事也不必再提呀 你要能有这样的语言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动作 关键 你要能有这样的思想 你要真这么想 咱们家 永无争日 再没有起争斗的时候 你要真能那样 我是什么人 你是知道的 经不住三两句 好话呀 当时把门打开 当把这铁棍就扔到外头 外边小红带着 还都伺候着 哎呦大奶奶 这是要干什么 明天早晨起来 把她给画了 把我原先呀 打你们的那些个棍啊 什么的都给扔了 我这是喜心搁面 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以前你们也不要记恨我 大伙在外面听着 也不敢搭调 这是怎么了这是 俩人连一瓶还没喝了呢 是醉言醉语的了 大奶奶那名话 今儿晚上怎么样 今天晚上啊 你我夫妻二人 安歇了吧 夫妻碎合 同志们 第三次和好 第三次和好 说这事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当初打 给这个 给打死了 俩人打起来 不就误了 大爷 咱们前面说了 结果取临时 就和好 再把临时又挤死 挤对死了 俩人又不好了 现在 娶少女 第三次的和好 那么还有没有第四次呢 天天得往后听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爱人扑风 能就写出再三再四 这个事情 您看 第二天早晨起来 两口子 刚然起床 少女已经来了 把昨天给的 林依赖的一身 一身又脱了 又换轻衣 还是持杯子礼 进门伺候 铺床碟 扫田瓜地 还是这点事 给两口伺候都起来了 该给这个 打席连水 原文上写 受税 受税是什么 说这个 妾跟正妻 还得交税 不是这税 受税 受语的受 就是给这个 手巾 擦脸用的这么一条毛巾 一个巾子边 这为一对 这字也念税 这是小妾应该干的 她要主动的把这个 投好了 然后递给大奶奶 大奶奶一看 可以真好 大爷也好 大爷主要不观察少女 主要观察金事 一看金事 呵 见着这个 啊 少女 眼光里露出了这个意思 是和善 看他今儿怎么样 都起来吃完早点 输完口了 小红 伺候大奶奶 昨晚嘱咐你的事 今儿可别忘了 忘不了 没等今儿倒上起来 昨夜连夜 他们就都给处理了 大奶奶一听 或者把我恨疯了 一听说能毁 气咔咔就回来 那还等着天亮呢 连夜就全都给烧了 好啊 你们这么做就对了 你在我身边啊 可是多年 我这个脾气 你是最知道 这脾气一上来压不住 都是你惯的 您瞧大奶奶 您怎么怨我呢 打劲往后 你要监督我 你和少氏贤妹 你们两个人 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不能让老笑话 咱们家没有规矩 我梦光了我 少女一听 还行 真听心份里去了 这一家子 这是多面的和睦啊 看这团结 到晚上 这柴爹爷活奋心眼了 柴爹爷娶妾 那好 切实年轻漂亮 到晚上睡觉了 又往少女这屋了溜达 少女呢 还是迎门而去 到晚上西洋 西洋的西 到了这西了 不接纳 送到上旁屋 都是亲自送 连着送多少钱呢 十余日 使一纳 十余日 就半个来月 哪怕少半个月 十二三天的 那也算少半个月了 财长进屋一回 晚上睡觉 上我的屋来一回 打着往后又十余日 然后再来一回 这柴爹爷呀 真想上这屋 天天都想来 他不让 你跟他说极了 他就急 您这要做不对 上大男的屋去 那么这一家的 没有夸少女的 大奶奶呢 其今是一心闲之 这他也决出少女好来了 尤其十余日 使一纳这个事情 人家不拉着 大爷往这屋跑 而且是 非常坚定的 能坚持住 天天这样 人做一件好事容易 难道这天天做好事 每天都往我这屋送 迟了天了 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了 主动找少女 你让大爷上 你这屋来一趟 这才去 心意闲之 但是 自愧不如 甭管从冒相 到年龄 到学识 到大家伙 这个口碑 和他的这个才能 我今世都比不了 心意闲之 自愧不如 底下那几个字 同志们是转折点了 叫积残而寄 惭愧的残 各位 这可太难了 咱们流行的一句话 羡慕嫉妒恨 谁知道在羡慕之前 还有惭愧二字 徒通灵写得高啊 超乎于金人的意识 同志们 他明知道少女好 自愧不如的都 我不如他 惭愧 我怎么这样 尤其想起自己原先 办的那些事 真天亮发现了 但是转而不禁琢磨 琢磨琢磨 由这个 惭愧 可就到羡慕了 这人可比我强 我怎么不行 人家怎么行 都一瓶一瓶 人家能做的 一样一样都好 而且由衷的自发的 让你那么过得去 没有包本 没有掌 没有窟窿眼 就凭整这玉天 就自己想把伙 这伙 逗不上来 也想跟他哪天 查不查不 抓他一叉 抖抖这威风 不成 没接过眼 这这婴子那句话 狗咬尾 没地方下嘴 你找不出他毛病了 很羡慕 到羡慕 可就到嫉妒了 确实是这么个过程 然后到 这个过程可太微妙了 都知道自己不成 检讨自己了 检讨检讨又不检讨 这是人的本性 嫉妒二字上方 我给您披过一回 大奶奶可就犯了这病了 原文上写得好 因残而计惭愧 因为惭愧而导致了 记恨他 这可就要行事了 全书说的现在 年轻少女 跟他的正面的交锋 正面的冲突还没有 一回都没有呢 那么就因为这句话而转折 一夕一天晚上 夫妇偶有反目 小有反目 这两个人呢 原本上虽然没交代 但是据我想 我要给您说这点书 只不定要提起 当初啊 什么事呢 成这么烂骨子一勾 画赶画两口子 就呛呛起来 那么大奶奶呢 现在呢 是处于劣势 大奶奶对大爷 多少有点狗的这劲头 所以说了半小的 也没嚼正出什么来 大爷呢 现在很超然 你是梦光了 对不对 你拿自己当梦光 我就拿自己当梁红 还别说我没扛肠活去 我都扛肠活去 我回来还热饿 他拿这劲了 所以他说完他痛快 他不管大奶奶了 这也是毛病 那么到了清晨起来 同志们 圣怒未息 这可要命 就昨天晚上跟大爷偶这期 还没消下去呢 那么每天早晨起来 打席连水 端树口水 受税 就拿着纸 拿着个面筋 都是少女的活 今天也不外 那么他在梳妆盘变子的时候 少女干一个活 拿着一小镜子 带着身后头 对脸是个镜子 拿着这镜子 他不用回头 他要看自己后边这个法式 带着这些个 三环是否周正 病激是否蓬乱 原文上交代了 林女死就因为这个 法梢乱 劈双甲给俩大嘴巴 他自己能让人说出来吗 所以他很注意这 每天这个头发油光水环 可以说一丝不乱 他很在意这个 没想到 少女 偶不留神 把这镜子 可就摔到地上 啪啪一下 这镜子可就碎了 镜碎不再紧要的 引出来一场 轩然 打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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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接上文 接说一段聊天日幕 叫做少女 上文书说到 少女的能耐不小 拉这么一个梁红梦光的点 把大奶奶给说进去了 柴的奶奶金事 以这个梦光而自诩 这算是和平的写日子 但是 这个黎明前的黑暗 有这么句话 这是黑暗前的曙光 马上这黑暗就要来了 咱们说了好几回了 这个家庭的斗争 您不要小瞧 从今天开始 正式的开始 书说到这儿 也就快到书服了 第一 夫妻晚上睡觉的时候 偶尤反唇 反唇呢 就是 正经几句 那么小庄 尤寒盛怒 天亮的时候 化妆的时候 小庄 尤寒盛怒 昨天晚上那事还没完呢 而且这伙还不小 这么些天了 以梦光自居 就是有圣怒 也不敢使 你一使这圣怒 一番唇一打架 那就什么梦光啊 梦光见着梁红那好 低着头都不敢抬头看 所以忍着 但他又不是忍气的人 这气就得找一人撒 少女每天来伺候他 起床 女人起床 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化妆 往今来 都如是 这个 男孩子行 咱俩起来 胡了一把就出去了 女孩子不成 尤其金氏 跟柴子爷刚刚和好 虽说徐娘半老 倒也风韵犹存 得倒是倒是 早上起来 对着装 这镜子正化 少女呢 拿一小镜子 今天到理发馆都能见到 在身后的 好比这位坐在这 这镜子在这 给你侧着点 他从过那能看他的后边 发型很主要 各位 说这女童子漂亮不漂亮 跟这头发有很大关系 真的 为什么 看女的是这样 我可不是教坏啊 远看头 近看脚 中看腰 男的看女的 都是这么个过程 离老远 别人都不看 先看脑袋 看这发型 西佛爷 最爱的头发 西佛爷有三宝啊 头发 皮肤 肢 这个头发 是最爱 很大年纪了 还没有白的 全是黑的 也不是没有 有 不能让他看见 那么给他梳头的 这个人 必须要手机眼块 把这根白的 想办法给他 顿下去 还不让他 女会 或者说 掉头发 怎么赶紧的 迅速藏起来 不能让他看见 他要是化完装 一回头 一看地上 有三根头发 杀 就这样 那么李连英 为什么得宠 各位 李连英会书头 李连英书头 跟谁小的 李连英为了学书头 乔装改办 混出紫禁城 到前门外 拔大胡同 去学书头 因为什么 拔大胡同 秦楼厨管 花间柳巷 青楼的女子 八大胡同 说着八大胡同 拾好几条 每条胡同 都好多尖 拖着卫姑娘 这拖着卫姑娘 趴一到 掌灯十分 出的集体 这么一亮相 一人一发行 没有重样的 一看趴妹妹 输也输这头 把自己 沾的一把 啪啪啪 把法技打乱 回地松出 再输出去 就得比他那高 所以李连英 跟咬紧小书头 一人会多少样 这么多咬紧 得会多少样头 但是 你要想跟咬紧小书头 有一先决的条件 你得逛 可偏偏连英呢 就逛不了 穿得好 出手阔着 尤其李连英 长得好 李连英 长得不错 手里又有钱 在西服务院面前 是红人 啪也带着人 带着人到这儿了 到窑子 人家高街远迎 进来坐这儿 跟别的嫖客 不一样 别的嫖客 都有话 风月场中 有一套话 那无非是调情 也就这个 李连英 估计 李连英老看他脑袋 姑娘 你这 后边这弯 怎么过来的 这儿后 这儿有一卡子 这呢 这是 哦 对对 你看他老爷 这脑袋 然后给好多钱 他走了 有不明白 这问人家 小 明儿又来了 要找那姑娘 还小这个 这家逛完那家 不到一个月 八大胡同 传遍了 说有这么一位 英的爷 不说姓李 说姓英 说姓英的爷 呵 出手阔阔 可这人逛摇的 跟别人不一样 他来了以后啊 他老跟我们 看我们这脑袋 这边是干嘛的呀 这个 妓女啊 也有公会 每年二月二呢 要妓白梅老祖 都有祖师爷 妓女也有祖师爷 三百六十行 行行就有祖师爷 每年 二月初二龙抬头 这天 二月初二呢 是新媳妇回娘家 媳妇必须这天回门 妓女没有娘家 没有门口回 怎么办呢 这天妓女全歇业 大放假 去拜白梅老祖 大伙凑一块儿 商量 说有这么一个李连英 大家伙不知道 他叫李连英的爷 老来花钱 跟咱们小叔头 不知这位干嘛的 再来啊 咱们得治治疼 所以这个 妓女们呢 就在庙里头 开会的时候 想着这么一招 甭管上谁家去 都要以莲英一露面 得把她这实话问出来 这段书呢 有机会再给大家说 因为跟咱那聊斋啊 稍微远点吧 这个聊斋是 清朝时候写的 可写的不是清朝的事 这个书头 李连英书的最好 小回来 回来给西佛爷弄这头 西佛爷高兴 打这儿 离不开李连英 每天这头 只有他给输 您就知道 女人爱佛子 爱到这份 所以八国联军 进北京的时候 炮生隆隆 都打得张就弯了 群臣 五辅六夫 八的朝臣 都这儿跪着 请假 西佛爷您赶紧走 不走 那还画画 会画画 画荷花呢 李连英这儿 言莫守之多数 这儿不害怕 莫荷 不上色的荷花 难画 这儿还画 大家伙都请 给西佛爷拉点 汉中的 叫翁同和 帝师 进门跪着 西佛爷您还不走 您要知道 不走不行了 那我走 走可走 沉兜胆 您不能这么走 怎么走 您得剪 发包襟 得把您这头给包着 扮成一村妇 您现在这头发都得剪了 西佛爷一瞪眼 怎么 剪发包襟 不成 这头发就是我的命 谁动我这头发 您怎么掉一根 就宰一人 那能行吗 李连英 老出宫 忘记 会说书 李连英跪着 给西佛爷说书 翁同和 一看 这说书的比我都高 李连英就小的这么半段 弄给西佛爷说信了 说您剪头发算什么 您听过三国 西佛爷不爱看三国戏吗 割发如同带手 马上听到那吵吵 可有一节 壮实断腕 要离刺庆祭 单笔金枪 要离自己 把自己胳膊拉下来 拿一条胳膊 捧着金枪 把庆祭刺了 为了成大事 割头发不算 你翁同和没说 东西佛爷愣听李连英 讲 公主拿着剪子 手指哆嗦 不敢给搅 西佛爷把自己长发拢过来 剪子拢过来 咔嚓 也是象征性 脚的比较鸡 往这一摔 讲 这公主还敢给搅 搅成短发 一包头发 走吧 西佛爷 还不能走 您这脸蛋得涂了 得拿锅灰子 您这不有墨吗 这个涂黑了 半村妇吗 不成 西佛爷第二包 就这脸蛋 涂了还行 翁同和又给讲道理 不成 谁动我这脸蛋 跟谁玩命 李连英爬跪着 又说一段书 您要知道 当初 这范随 给扔到猪圈里多脏 扔猪圈里养活着 谁知道日后这位 好 了得秦国的大丞相 那多么样的能忍辱负重 每天在猪圈里吃猪食 身旁边 全都是猪粪 范随就在这活着 日后秦之首相 当初对待他的人 跪在他这 跪在他面前 怎么样 说完那段书 西佛爷 好 画 自己这不画这墨盒呢 把这笔子 涂了 走 上车 风通 还有一事 还有什么 嘴角往下一搭了 这就要杀人了 您这指甲得剪 西佛爷 这指甲您都看过 演戏 轻功戏 戴那大指甲套 那指甲太好看了 养的 脚这可脚不了了 说什么都不成 李连盈 李连盈也不成 这指甲您要不脚 走不了 哪个农妇这么长指甲 让洋人看见 您就必然就露馅了 这指甲剪的 小剪的 自己手都多了 刚才公主手多了 这回西佛自己手哆嗦 把自己的手指都伸出来 刚要捡这指甲 想起一个人来 这宫里还有一个人 指甲长得比我好看 崔玉贵 二太太 二总管 崔玉贵 主子 真主在哪 现在北亚三所 上三所把真主提了 不捡这枝就想不起真妃了 一捡这枝就把真妃想起 真妃枝就长得比西佛也还好 早降 临死 得把真妃处死 这一段书叫真妃类 有机会 给大家说 您就要看西佛也 慈禧西行 开这电视剧 西佛也出逃 清空气有多 这慈禧西桃的时候 他就不请我 这是多好的戏 您琢磨琢磨 说是玩笑 但就这人的心理的变化 女人都爱自己的头发 刚才我说这发型大为乐 您拿我来说 我推这个秃头 推秃头 说北京话 我要是这头发好 又黑又浓又密 我也留起来 什么叫中分 哪叫偏分 说出拍甩 我跟王新刚似的 是不是 哪跟蔡国庆似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头发好 没有不行 所以就索性爽的 就都给推出了 我觉得夏天也凉快 到时就这点也好 搞卫生 每天洗澡的时候 就是打变移子 我也不懂什么洗发路 什么 什么 这个 这双大路 我这也没有 哎 这个 等于每天都洗头 今天 金水大奶奶 书头 就在后面 就在后面拿小镜子照着 他就因为昨天晚上 那个气还没过去 小庄 油寒盛怒 他带着气 他看着对面 这镜子里 这个人 给他拿镜子 这人 这少女 他这狠劲可就上了 这个带看 可就不是 看自己美 倒是就没有那眼神了 他看着这镜子里头啊 可就瞪起眼来了 这眼神厉害 你要看书 常有这句话 说这眼神跟小刀子似的 瞪得完肉里冰 今儿就这座眼神 那么少女在他身后 一开始还给他看那头 一看一会 这眼神变了 少女可就不知道 自己哪得罪他了 头天晚上 他们两口子夜里睡觉 反唇俩人 吵到嘴 别人哪知道啊 那少女也不知道啊 心里这么一寒一哆嗦 啪咔 这镜子掉了 原文写四个字 罪净 破之 就不仅这镜子掉了 还摔摔了 罪净破之 咔可逮到了 这些日子 自从少女 轻衣老奴 母马进府 这伙到今儿个 一直就摁着 他想撒撒不出来 你找他的错找不着 而且他天天跟你讲道理 他跟你说梁红梦光 他绕着你自己 主动的高标准 严要求自己 他往起架我 架着架着 今天忍不住了 原形毕露 这就是人的性格 同志们 江山已改 秉性难移 这人的脾气 你让他改 可改不了 打你有计划 有预谋的 进到我们家来 别看她是大奶奶 她的位置在这儿 少女是小妾 以奴备自居 她的位置在这儿 但是从晋服以来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 占着上风 说的话没有一点让你挑得出毛子来 她能不生气吗 上文说我给您教的 已经由 残 而记 是从惭愧这儿到记恨的这中间的过程 恨疯了 今天一看把镜子摔了 站起来一回手 啪 打嘴巴 可把这位少女给打坏 吓着了 扑通一下就跪着 哗一下扑通 这屋子里头 丫头们全跪 为什么急了 错非这点事不叫事 谁没有个失手啊 说咱们平常居家过日子 谁没摔有东西 不是说成心摔 说两口子打架了 说打这女的下不去手啊 这老爷们气就出不来啊 打媳妇那多寒她呢 我哗哒把电视砸了 五十六寸大彩电 什么高宝珍 好像一万七买的 刚出来的 还是洋货还不过产的 生气啊 把电视弄砸了 舍不得打媳妇 这不算 就说居家过日子 偶不留神 摔个盆 摔个碗 砸个茶缸子 这算什么事 两口子 多好 关系多好 也得有 有点神 扫 扫 赶紧扫了 一会儿孩子 把脚扎了 啊 怎么那么慌 你这都没什么 别说别说别说 不就摔一擦缸子吗 你看 这都不算打架 这个没什么 说两句也可以 她是大奶奶 你给她梳妆的时候 摔一镜子 这是你的错误 反手给一大嘴巴 这已然就够可以的了 但是 我前文书给您说了 少女进府之前的幻想是 偶有小城 有个对我的打呀骂 我是能忍受的 她不知道 从这儿可就开始了 一个嘴巴 玩得了吗 原文上写 我发 揪头发 这还不算 她自己啊 牙字尽列 列字 这一下 这人的原形毕露 当时面目猙獰 疯了 说真疯了 啊 压得这么天的活 一下爆发出来 她可就不能 再容这少女了 少女自以为 挨完这一嘴巴 跪在这儿 就完了 这可完不了 握着头发自己 眼角都能瞪裂了 抡起手来 啪啪啪 可就不光打脸了 那就 有哪是哪 逮着哪是哪 为什么她还得躲呀 还手是不敢 您琢磨琢磨 这少女哪 挨过这个 这就把打着 打 疼 叫 哭 还得求饶 说 夫人哪 息怒 夫人息怒 偶有失手 我不是留 成心的 不留神的 夫人 盛怒之下 您打两下 就别打了 也只能说这话 旁边丫鬟也都哭 也都求 夫人别打了 别打了 不就摔个镜呢 这个大伙要不给她求情 这事还好点 您听着啊 就这些人 替少女求情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求情的时候 跟这次截然不同 当然那受的那个虐待 比这个可就惨烈得多了 大伙一块求情 给少女害了 怎么 你得人心的 你有人缘啊 等于把金氏孤立了 这金氏更生气了 开宗明义 这篇文章 开始就说了 歧度 而且马里方先生 又批这个 有歧度之心 还有歧度之术 还有歧度之才 您琢磨琢磨 他不单单是因为 他的男人 他嫉妒他 包括这些下人 他都嫉妒他 你的人缘太好 这也犯他的计 哦 你们给他求情 不是诚心 我看今天那摔镜子 就是诚心 而能要不求情 还得罢了 今天不是你们提的求情吗 打出个样子 让你们看看 也方显奶奶我的手段 松手了 本来抠着头发 这回松手了 翻身上床那儿 还拿家伙去了 可把大伙吓坏了 大伙一看 哟 还有武器呢 他那武器 不都让我们化了吗 那天喝好的时候 当天晚上 大爷跟他说好了 第二天 把全部武器 全都交出来了 什么铁杖的 拐棍 是能打人的家伙 全收了 今儿又搬床底下 枕头底下 摸那什么呀 这连他的近人 这些丫头都不知道 也不从什么时候 他又欲比一条鞭子 他一伸手 他把这鞭子 他就抽出来 翻身可就拿这鞭子打了 这个鞭子打 就拿鞭子抽人 有规矩 不能抽脸 往身上抽行 爬下去 一下就一滤唇 这要打脸 拿鞭子 能给人打死 真的 这个鞭子 您可别小瞧 这个尤其 咱们长庭附近 这皮鞭子 沾凉水 为什么要带凉水 这鞭子是凉的 人血是热的 啪一下 就粘在这人的皮肤上 再往下一带 鞭子劲大 可就不是光打一滤唇 就着这鞭子 这一条的肉 可是给撕下来 鞭子打人 能打死人呢 所以您常听书 或者常看电视剧 说鞭鞭考打 这是个极形 鞭形是五行之一 比板子打厉害 板子打不入五行 板子打就是 你不招不招揍你 掌嘴 这都是最轻的形法 真正把上大行 叫五行 其中有鞭子 这一行 现在有的国家 还有这鞭形 有这鞭形 您到新加坡 您抽烟 鞭形 鞭你 怎么鞭 三鞭 三鞭您都听不明白 不能一回答 这一回答一鞭子 有鞭形的 过去 一说那个外国话 波罗魔 这还能再来一鞭 再来一鞭 到头了 为什么 好汉子扛不住三鞭子 最极形了 五鞭 对这个十恶不赦 最大恶极之人 五鞭 分三回答你 让你永远记住了 这刑法也够狠的 挨两鞭子 有的就挨一鞭子 一看你不行了 那鞭子就计了 计打 回去养他 他养了你 他找大夫给你瞧上药 然后还管你好的事 让你养好了 养好了再打 然后再养着 要分五回答 您琢磨琢磨 这人受多的罪 人都知道 长痛不如短痛 干脆五鞭子 你一块打死 那就死了 真死了 你受不了 今天把这鞭子 一拿出来 大伙下坏 甭说大伙 少女自己也吓坏了 这回不反抗 可不行了 眼看这鞭子 可就下来了 少女现在已经 这就鼻青脸肿了 您咋们这顿好 窝心嘴巴呀 这头咋 自己伸自己的手 一脱大奶的金石这半子 翠袖双翻 遮粉面 拿这俩手往上一翻 翠袖下来 可就把他给遮住了 连连的说呀 尊夫人暂息怒中 能会听我讲 你看他贵夫地当阳 猪肋儿撒胸肛 这是红梅阁的词 原文是这个李慧娘唱 也是这词 翠袖双翻 遮粉面 尊相爷 容奴为戏中 这红梅阁也跟这差不多 我跟您说实在的 就这李慧娘也够惨的 李慧娘因为什么 李慧娘跟那个陪生 没有坚强 看一眼 就因为看了一眼 说这么一句话 什么句话 很普通一句话 从上假色道 带着机械们 游逛西湖 坐着画船 这画船之上 你看对柜 梅花屋 占着一少年郎 遮花临下 手高扬 裴顿卿裴生 拿着扇子 把这个 梅花呀 梅花屋 把这梅花 花枝 甘枝梅 压下来 伸手要掐花 就这么个动作 一下 李慧娘看入神了 这小伙子真漂亮 就这么句话 真好 假知道在旁边盯着 假知道 这话说我呢 小伙子真漂亮 那必然不是我 偷眼一看 爱谢惠娘 那还出着神呢 吕顺着惠娘的二目 看端详 一看 梅花屋少年郎 哦 勾惹他 引动他的窍停长 惠娘 此季王神也未提防 梅留神 相爷说这就要顺嘴大音 真喜欢 我把你架他呀 假自造 在旁边 奸向 爱我把你 嫁给他 就这句话 说出来 惠娘 就疯了 就吓坏了 回头再一看 干 见老贼 起扬啊 回家 就这一句话 就说了一句 这小伙子真好 真漂亮 真好看 这就到家了 堂号叫半仙堂 到半仙堂 家里敲点 快传众一切 祈祷半仙堂 贾斯道 坐在这 沈李慧娘 跟他什么关系 李慧娘说 不认识啊 就这么一句话呀 说相爷 我能跟他有什么呀 环感狡辩 当着我迎奸 卖孝 如此的轻狂 背地里一定是偷寒送暖 任意嚣张 留着你坏我的名誉 倒不如 今日杀雀惠娘 叫免去余秧 贾斯道 就因为 媳妇说这么一句话 夸另外一小伙子好 当时伸手摘宝剑 清风出窍 守高扬 只见他嗖嗖的乱舵 煞时间摧残了 花容月貌 都断送了娇娘 就给砍死了 你说这李慧娘 你要想李慧娘 今天这还算不错 这还摔一镜子 那就一句话就别歹了 要不今天 我就体会 少女的心情 真吓坏 俩手一脱 拿边的这只手 大奶奶 何必下次独守 如此这样的绝情呢 跟你有什么情可讲啊 你还想还手吗 大奶奶够狠的 这一脚蹬开了 这鞭子可就下去 啪啪啪 这三鞭子就动不了 这拿手抽嘴巴 跟拿鞭子抽可不一样 他可得上劲了 左一边 右一边 左一边 打的这 少女 满地翻滚 惨叫连连 浑身是血 遍体鳞伤 真给打坏了 那么拿鞭子 打多少馅 数十馅 抽好几十鞭子 越抽身越小 越抽身越小 怎么 这打的没 没身 差点给打死 他也累 您怎么拿这边的 啪啪 老这么抽 咬着后头牙 真使劲 这胳膊都抡得不起来了 就这么好功夫 柴子爷回来了 柴子爷听见人说了 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大奶奶急了 正在上房屋 鞭打 小医娘 柴子爷一听 信了就凉 这么些日子 又被蒙蔽了 我以为 这回是回心转意 赖谁 可不赖我柴听兵 赖你少女 你在我面前 说那个话 你觉得你了不起 我都告诉你了 这个人不可以 常理点肚子 他不是人哪 你不去 你非说没问题 到家里你弄得挺平整 自以为得计 相安 素质 今儿怎么样 挨打的吧 但也不能看着少女 让她活生成把子 撞门而入 走 你别说 柴子爷一进来 金氏那边都下不去了 怎么着 你来就不打的吧 柴子 说什么在一看满地的血呀 伸手可就给抱起来了 转身往外就走 这一下是真正吐怒 金氏 这要进门 跟金氏就干 讲理 金氏有的是词 早想好了 为什么 他摔我镜子 他向我示威 我必须要瞧瞧他 我要逗他 这词都可以说 人没问 而且怜爱之心 油然而生 打脸上 那个迫切的表情 就带出来了 这个促劲各位 可真忍受不了了 但他办了一个浑事 他不应该啊 得理不让人 他太浑了 他手里拿着鞭子 一看大爷没跟他说话 把少女抱起来 转身往院里 就跑往外走 盛怒之下 失去理智啊 这金氏大奶奶 登登登登登 愣追出来了 关着门打 这行 追出来 这可不成 而且现在抱着少女 是柴的爷 你这打的可就不是少女了 抡起这鞭子来 还打这少女 他也不敢往这个 大爷身上招呼 他还想打着抱着这少女 那哪有分寸呢 你咱们俩这都是急劲 那个抱着往外走 这个急着追着打 俩人都没话呀 啪 这鞭子可就抽上了 半仙少女啊 可就半仙柴的爷 柴的爷一下腰 把这少女就给搁的当怨了 反身多鞭 一仰手也先给他来一脆的 啪 这一嘴不就打愣 紧在这一手 一伸手把这鞭子 可就给蹬过来 一仰手这鞭子下去 这是真急了 各位 这一鞭子可就抽脸上了 啪 整个从这 给柴的奶奶金饰 就来了一下狠的 啪一下血就下来 这打女的要说拿鞭子打脸 这要没点狠劲可下不去手 这叫破相 真的各位 当然了 我是没打过女的 其实我也没打过男的 我就是一说就完了 我就挨女的打 尤其我们派的 就又没来 您知道吗 练过几天抬肩脑 一米七九 好大长腿 咱们大哥 这一抬腿 好家 我天天说书的时候 您咱能不明白这个 所以在我们家 那没办法 您知道吧 哎 痘真疼啊 您知道 在我们家都是小之以理 冻之以情 要文斗 不要武斗 不能吃眼前亏 这男的要打女的 要真照脸上招呼 也得有点狠心 各位 恰不去手 今天打自己老婆 这是真疾了 这位一大嘴巴 这就愣了 把鞭子夺过来 啪啪 就是这一鞭子 这下下 耳朵一嗓子 这个金氏大奶奶 做了一个非常迅速 非常明智 一个抉择 一转 一转 原文上写 石板 石啊 就是这才 知道往回跑 转折 石板 这才往回跑 柴子也 把这鞭子 往地上一扔 啪啪 咬牙 切屎 这个人跑回屋里头 往床上 这么一扑 这哭才出来 哇的一声 哭声随后 可就骂上大街了 天杀的 天爷呀 他打我呀 这一鞭子 把我打死的 你们看呐 天下哪有 这样的帐篷 这个地方原文写 夫妻若愁 就从这一鞭子开始 投了这几次打 您琢磨琢磨 他打死了一个小妾 逼死了一个小妾 这样恶劣的行为 柴子也对他的态度 头一次是搬出去 说屋里搬到书房 不进他的屋 第二次搬出去 是顺家里搬到别的地儿住 并没有对他的人身 进行过任何的攻击 没有 今天虽然说少女 没被打死 但是忍不了了 而且这次来 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 柴子也这回是真急了 一咬后桃牙目露凶光 那意思你要不跑 你要是不明智 今儿就今儿个了 什么叫杀妻害子 我也来一回吧 大伙 传下来大爷 把姨奶奶抱起来 送回屋去 你们出去找大夫 打 你会打 我不会打呀 你打出个样子来瞧瞧 今天大爷我打出样子来让你瞧瞧 好啊 你打吧 你打死我 你进屋来 你进来 我让你打 你们别拦着我 就听你批着扑着 可就乱了 瓦子 瓶子也给摔了 广荡 书装桌也给拉躺去了 大奶奶您可别就往墙上撞 大伙抱的 这屋里可比外的孩子 你进来 你出来 夫妻若愁 真跟愁人一样 找人看病 给谁看病 给姨奶奶看病 大奶奶不管 不给瞧 这个不给瞧 这也是第一次 各位到第二次 柴子爷不给大奶奶瞧病 那是真起了杀大奶奶的心 君士德重病要死 这一家的人柴子爷说 不许给找大夫瞧 让他受罪 让病魔折磨他 让他天天看着他就那么 哎呦 也睡不着 疼得满床打住 让他死 这个书上 说的今天各位才说一半啊 咱说好几回了 真正的斗争 今天这场是开始 是序幕 这是小打 就这场战争 他给他几个大嘴巴 卧发列字 拿皮鞭子抽数十余下 大爷把鞭子夺过来 给他一下 这只不过是 小小的序曲而已 真正的大打出手 那还得往后听 打起来 给一奶奶敲鞭 大夫找来了 给一奶敲鞭鞭 大奶不管 大夫一看 打得不轻 可有意见 都是外伤 您看这皮鞭子 打得写着呼啦 这倒没什么事 但是就是伤太多了 拿皮鞭子抽好几十余 体无安妇 这身上没好地方 大夫给开药 开支外伤的药 开散热的药 散毒的药 这个皮外伤 最容易的是什么 是把那火含在里头 这人有理往外起火 他好不了 他着急 挨打 您怎么在床上卡 不能动 一动就疼 着急 主要开这药 把大夫送走 柴的爷亲自把人喊来 吩咐厨房 做好的 给姨奶奶 什么堵吃什么 饭来了 亲自喂 少女扮啥 声音 大爷 您别管我 这就是我的命啊 您上上房屋 看看大奶奶去吧 我看他去 我看他当中 我就揍他 你说去不去 只要你气不出 你说 我现在就揍不去 他打你多少下 我打他多少下 那您就别去了 一宿没喝眼啊 这柴的爷够意思 这一宿 这稍微一转身就疼啊 赶紧起来 灯也没敢吹 所有人都得盯着 万一这又不好 连夜就得找带了 哪疼赶紧哪给上药 这个褥子都夹着厚 一宿没脱衣上 大爷 瞪着两眼 看着手一宿 你还别说 就在这样的少屋下 少女也是伤太重 忍了这么一会儿 天亮醒了 大爷我得起来 你起来干什么呀 我得去趟上房屋 啊 到上房屋坐山呢 我得看看大奶奶去 夫人昨日被打 这伤可比我重 你没看这一宿 真比他重 头一样说 这个大奶奶 没有大爷的力气大 他打的这伤不重 大爷这一鞭子就重伤 另外 他打这几十鞭子 挨了半天打了 护着 护着 他这一下太脆了 没有防备 整个 从这 您总 这一下抽的也深 尤其戴这只眼 这眼现在已经都睁不开了 那马街都是强人的 当时那个横劲 对着折腾 这一宿过去 这不定什么样 真打得不清 要不不至夫妻若愁 我得看看 少女 少女 不许去 你为什么要去 我不听 我为什么不让你去 我不跟你说 因为什么 我跟你说不通 说你也不明白 现在 我后悔了 我后悔取他 我要后悔 那这么三回气 连你都算 这就是上天派来折磨我姓柴的 可有一解 我就逗这回气 我不能眼看你去再让他把你打死 我不是大爷们 不都得听我的吗 就不许去 我不管你干嘛去 说什么也不许去 这少女啊 看了看柴的爷 一扒着床帮 起来了 大爷不敢真嗓他 用手一扶着尖筒 那意思想把他按回去 他了然的这么一时 哎呦 就这么一时 大爷这么一扎手 藏起来了 藏也起来了 这汉可就下来了 坐在这儿只是喘的 真疼啊 这就要找鞋 还得瞧不下去啊 你这又是何苦啊 不说话了 您不不跟我说吗 你这少女有少女的主意 我跟您讲道理 反正也不听 您跟我讲的没有用 我就得去 还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一伸手把他的鞋拿过来 亲自摆在这个脚踏这儿 去 去去去去 自己提上鞋 可就下了床 浑身都抹药 穿的是睡衣 拿自己那衣裳 哪身还那轻衣啊 您听明白了 就是奴背穿那衣裳 把这衣裳穿好了 法纪 睡觉 昨天晚上那都打开了 重新拢了拢 别上了 也没法捣着了 都是伤了 面带憔悴 就这么颤颤唯唯 哆哩哆哆的 愣顺屋里出来了 柴子也眼瞅着 就他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举动啊 低头不语 跟着 干嘛 我跟着你 到那儿他打你 我就打他 你上上房屋 瞅他去 我跟着你去 到那儿他说得出 好的来吗 你听啊 你到时候你听 他能说出什么话 我跟你说没有用 真去啊 就这样 脚步蹒跚 步履亮枪 来到后院 上房屋 叫他 往院里 这么一走 这些个丫头 老妈 就觉着 这后机 那我躺一下 这头不 唰就立起来了 还来啊 这玩意不出 人命不成啊 打死一个 逼死一个 这又来一不怕死的 不是他死 就是他亡啊 你没看还带着保镖子 大奶奶不打不骂 混责罢了啊 大奶奶胜动之下 一打一骂 大爷就得动手啊 昨天一边子 喊不着 多得有热事 真打呀 昨天晚上 这劲儿过去了 这边也得找大夫 大夫一来一看 哎呦 这伤 好家伙 谁打的 大爷打的 怎么气得大爷了 大夫一看 这是大奶奶 而且多年的夫妻了 这一骗子打的 这脸上这大邪道 整个这肉都放开 给抽开了 尤其戴这半拉眼睛 这鼻梁子都给砸折了 这伤可重了 这后半样 大奶奶可就不折腾 折腾不了了 您琢磨琢磨 这伤重了 好容易天亮 这才了然 睡这么一会儿 这疼劲儿又上 这会儿是疼醒的的 这是正哼哼的 哎呦 打死我吧 别等我好了 等我好了 我要了你们的命 人人听的都 毛骨悚然 要你们的命 这可就不是 管要少女艺儿的 谁往前递药 递水 都哆嗦 但是 您别瞅 就这一直扮演 那也目露凶光 咬牙切齿 真恨 姨奶奶 您要干什么呀 给夫人请安 这安请不请的 就不吃点了 谁呀 不疼了 听见了 什么人要给我请安 让 让 让让让让让 让他 进来 在门这儿就跪去了 七行啊 跪着走 身上这么些个伤 以七荡族 往屋里爬 夫人息怒 夫人息怒 您再看这边 蒲松林先生 描写的好啊 垂床啊 拿手砸这床 为什么这伤众爬不起来 也想起了巨痛 您怎么这一大道 整个给这脑袋 恨不得抽两半 这种感觉 现在这都包着 就这一直扮演呢 他也想吓着 恨不得就给生死了 那劲头 下不去 一看这是示威啊 好 昨天仗的男人把我打了 今天我爬不起床了 还给我请啊 安的什么心呢 拿手砸这床 哆哆哆哆 这个耿劲各位 普通林先生 写的好 说杜妇汉妇 您得写出来 这个狠劲 可不是说张嘴骂 那么简单了 下不去床啊 我记得我给您 说回了点阎王 那个泼妇的形象 整个 这个胳膊是烂的 这个创血阴席 就他这个伤口上 流着血 把这鞋子整个 给阴红了 阴湿了 阴透了 就这样 没闲着这嘴 对卷对骂 李家你们家 甭管谁上山下下来 跟我讲理 就不认输 最后李二郎 说了你为什么这样 在阴间 把你这胳膊 整个盯本板上 我瞧瞧 我给你求的情 要不求情 你就死了 下油锅 阴见阎王 说的就把你砸了 这是我替你求的人情 你拿着花 吓我谁啊 当初你给小嫂子 生的时候 盘长而长 长得上 扎一截 真 这个事情 是你的罪 不是 这个事情 她嫂子就以为 是自己知道 没有人知道 今天打这嘴里 说出来 这才知道世界上 真有阎王爷 这才知道害怕 在不说这事之前 您总总 扑松令这描写 这泼妇这形象 创写殷袭 还骂呢 而且是据理力争 一句都不让 您总 我们得泼到什么份 今天这也是 光光拿拳头 砸这床啊 砸这山响啊 就这才还没看见大爷呢 这整个包的 一直也一直 抬头 他看见柴蝶在后 抬头跟着 啊 我说敢来呢 小贱人 你仗着大爷 做你的靠山 告诉你 别来这趟 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 姓柴的 你别出门 你可打劲 就跟住了他 早也跟 晚也跟 今天跟 明天跟 你天天跟着他转 我也奈何不了他 打得过他 我打不过你 就这一鞭子 恨不得把我脑袋抽成两半 你柴蝶的能力太大 我惹不起你姓柴的 我可惹得你个姓少 我不管他爸爸是什么如临秀士 我不管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只要你有一点蜡空的时候 你只要看不住 我就把他弄死 今天就把话告诉你这 从今天也别来了 我不用你看 你不用给我来这套假慈悲 要说这个 我比你会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你就保佑着你们家的柴蝶爷 活得硬硬拉拉的 结结实实的 每天跟住了你 就是你的便宜 说出来了 只要是 你姓柴走 我就打死 柴蝶在旁边听着 不愿意 也不接着这挂杂 拿眼看着少女 那意思听见了吗 没词 这都没话 你上这可能跪了 你那意思 他能原谅你 他昨天打你 他错了 你还是像以前的 那么样的对他 你听见了 我不能走 我有一眼看不住你 就把你打死 这回知道了吗 这都可是意思 新的话 简台词没说 让你自己体会 少女抬头 看了看大爷 冲礼磕头 夫人 奴备之罪 还望 夫人息怒 饶过奴备 奴备 向晚 再来请安 大爷一听 好 这是罚我呢 你一天请两遍啊 我得跟你来两遍 你当我乐意看 早晨这边算完了 还跪着爬出去 到门外的站起来 真打话 大爷这才过来 连掺带架 掺回去 晚上 又起来 还这出 这儿 骂得更难听 而且这只抓不了 是连他带大爷 一块骂 那简直的就是 奸夫淫妇的一样 其实人家也是合法两口的 他这个骂呢 怎么个骂法呢 你往后门听 就是 捉句浪骂 什么叫浪骂 就是胡骂 那就是骂人没有好口 打人没有好手啊 原文上 福松凌先生 写浪骂二字 你就体会 就什么难听说什么 一个妇道 张不开嘴的 就是全说了 而且骂的也是一个妇道 骂的太难听 说出的就不能小了 当然了 人原文也没写 这篇少女 一共就这么三四篇指 我得给您说 俩一扎月 都得度转 要给她丰富 那这地方呢 就不能丰富了 其实我要愣 更加编呢 我也能编上来 这词 多少的我也会几句 不能说 第二天早晨起来 又来 柴侣爷一看 好 人家少女啊 往往是服了 这不是大奶奶说了吗 别落空了 死我出去就把她弄死吗 我不出去 这大爷也够狠的 大奶奶狠 可狠不过少女 少女狠可狠不过大爷 您可听这书 为什么这么写 就因为蒲宗陵在封建社会 最后还是男人要主宰这个事情 不走 你不要打死她吗 你不飞 可可死磕吗 你不天天就逗这伙吗 你天天看着去吗 人口口声声要把你打死 你不还去要感化她吗 我赔着 我倒看最后谁是恶人 他觉到什么份上 他是一个大财主 他是一个社会名声 他是一个说现代话 社会人 他有很多交际 全断 自此以后不通调庆 这代那个社会 一个男人可太难了 为了一个小气 打劲起一切社交全面 一切社会活动部参加 所有的朋友 俩字不见 请我吃饭没工夫 请我喝茶不去 谈事不谈 上家来不接待 我有病 朋友的爸爸死了 上家里跪着磕桑头 当时让人拿钱 说哪天哪天开调出病 对不起犯崇丧 我们家也犯丧事 难了各位 我那么一说 那哈哈娱乐 您就琢磨去 福宗领写 自今日起大爷 才是不通调庆 社会活动 全部参加 爱谁谁了 我就跟家看着 我看你们能怎么着 可是呢 这少女还天天去 一天两遍 可是柴的爷爷没好脸啊 是柴的奶奶更没好脸 那我也去 而且 自从挨打那天起 柴的爷 独眠 就一人睡 更不敢往屋招了 就挨打那宿 他是人事不知 重伤没办法 看了一宿 打第二天明白了 晚不晓您走 出房睡去 我一人 柴的爷从这天开始 独眠一人睡 那么大奶奶也很关心这事 大奶奶就让人去问 去问什么 去问这个大爷晚上睡哪 回来的报告是 自从打完假那天起 少女奶奶睡他自己那屋 大爷天天晚上在书房 可是来朋友请他出门 也不出门了 那么这个心呢 稍微有一点 叫烧完 这个 金氏 他这个心态稍微平和一点 就这气还好一点 要听说大爷天天晚上打着就住那屋了 那更了不得了 但他这气 撒不出来 您琢磨 房子的跟房贼都不通掉枪了 哪都过去了 就看着这少女 天天的 他尤其这商议天天好了 他能下床 能溜达 能吃 能喝 能动 他憋着给这少女给弄死 怎么弄死 他没辙 这气出不来 他得找杀气的 他可就打 他的吓人 本来的持家就严 这气一出不来 他天天打骂下人比原先加个杠字 那么下人这些个奴被甚苦 苦不可堪 说苦到什么份上忍受不了了 那么挨打挨得最狠的 受虐待受得最厉害的 是大丫鬟小红 错来小红可是柴的奶奶 监视夫人的近人 他还得指着他 因为过去啊 这大宅门的大奶奶 那不能随便出去 你要真想办点什么事啊 往来传递个信息啊 或者说要买东西啊 你还得指着他 而且有点私密的话呢 你得跟他说 谁在旁边身边 也得有俩知己的朋友 秦会儿还俩朋友呢 你看那金石大奶奶 指着那小红吧 他还怀疑他 为什么怀疑 就是有歧度之心的人 必然他一心懂 各位 您身边您不一定品质 他因为他嫉妒别人 他就有自卑感 他觉得都比我好 都混得比我强 我怎么老这样呢 所以你说什么 他都认为你是冲他 你就随便闲说这么一句话 哎 今儿我可火了 喝今儿我这场书说的 观众高兴 热烈鼓掌 捧我 他在旁边一句 哦那那意思我不吵 我不火 其实你的话不是冲他说 他痴心 这就有妒忌心的人 他的疑心也重 他往 他琢磨人不往好处琢磨 那么这小红有什么让他琢磨的地方呢 他是大奶的的近人 他就跟这大爷呀 关系比较密切 尤其现在俩人 聊着原文上写 若愁就跟愁人一样 夫妻两口子言到这份上了 但是这个家还得要 这日子还得过呀 怎么办呢 就靠这小红来往说话 那么这小红呢 背着这大奶奶 跟这大爷呢 也交心 说您哪 还是这事办左了 说大爷 我是不敢说您呢 您带着这姨奶奶 还外家 您还走 这在一个马手里混饭 他搁不下 他容不下他 说老虎还要打嘴 您就天天这么跟着 这不是事 不是长远之计 这少爷奶奶呢 要死心眼子 每天让他气他来 你不说他生气 我丑都生气 都那样 都打成那样 你还给他请什么安呢 每天跪着还给他请安 这不逗活吗 别讲您哪 眼不见叫心不烦 你们都带走 两头劝 小红实际呢 能起到点好的作用 但是 今时开始起疑心了 我让他跟大爷说点事 他怎么老跟那大爷 嘀嘀咕嘀嘀咕 一聊就半天 哦 坏了 别他们俩再有事 嘿 我这个啊 唐狼午餐 黄巧在后 我这这么机灵 竟防着这姨奶奶了 我不防这大丫鬟可也不成 这大丫鬟要跟大爷俩人要是搞上更厉害 他琢磨这小红 尤其现在这时刻呢 聊斋上写得很好 您就品这聊斋的写这关键时刻 就是他这心思怎么来的 大爷跟大奶的弱仇 俩人那甭说过日子睡觉 连话都不说 每天胡骂什么男性说什么呀 俩人就接着门对着卷呢 这俩是两口子呀 可这头那少女呢 晚上呢不担心 怎么讲 就是晚上大爷不留宿 您爱哪睡哪睡 书房睡 您不用书房 您厨房睡我都不管 您不能在我这屋留宿 不能睡觉 这个姿态是给大奶奶调的 大奶奶每天都派人去看去 今儿晚上大爷睡 他那屋没有 回来没有 第二天睡没睡 没有 连午觉都没去过 晚上一到黑间 这少爷奶奶自己吹灯睡觉 大爷大爷书房 每天晚上 丙烛达蛋夜烛春秋 办了圣人呢现在 每天美 所以呢 聊天原则上也写 今时大奶那心意安 就还稍微的呀 平和一点 一听说少女 那是不当心 每天晚上不留大爷睡觉 这心里还好过点 但是他不上我这睡觉 他也不上姨奶奶那睡觉去 他也得睡觉 他还是有需要 这会儿小红 得这么个空子 啊 他要勾搭勾搭这大爷 找他 啊 那 他是主母 那小红是丫头 是大丫头 比别的小丫头老妈的地位高点 你要看红楼梦 够习人了 那你也是丫头 说卖就卖 说打就打 说死就死 秦文怎么样 秦文的地位甚至于 不低于习人 这套书你要看跟贾宝玉的关系 只不过习人在红楼梦上明确的跟贾宝玉有性关系 秦文没有 但秦文在贾宝玉的心里头 他的地位可高于习人 那到红楼梦里怎么样 说轰走就轰走 说死就死了 连气待急一场病 那么大秦文在秦红院里的那还了的 说死就死了 死的多窝囊 就到那份上 最后没人管 您听那大古词 倒完水都没人管 啊 凶嫂对他你已经这样了 就指你好了能 拿你再卖俩钱也就这意思 对的不好 所以小红也如是一样 您别瞧在大奶奶跟前要得一令 好跟其他人指手画脚的那也行 真到大奶奶跟前不灵 抓个蹿就打一顿 抓个蹿就打一顿 他这火又没地撒去 他冲的是大爷跟姨奶奶 但是他下手可下的都是小红身上 这大爷的多冤 尤其他怀疑他跟大爷有染 往死处打 原文上写 暴之有苦 暴那就是残暴 您琢磨不琢磨 当初俩小妾 一个是他亲手打死的 一个是让他给逼死的 上得掉 他下手多狠呢 他拿人是拿铁杖打呀 说男的俩人动菜刀 您看着都不邪乎 女的打架就是抛头发抓 这女的要一抄家伙 可就了不得了 我媳妇那么打 我没抄过家伙 主要是我也招不出来 不到那份上 是不是 您看哪个女的打架一说就抄棍子 那很少 平常这金氏 这柴的奶奶打人 都预备一个铁杖 还不铁棍铁杖 那就够狠的了 暴之有苦是相对其他的下人 其他下人叫苦不可堪 但对小红暴之有苦受不了 那么小红怎么样呢 各位 书说到这上里吧 我可跟您说了 主席说了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打我 打我当着你面 学少爷奶奶 她跟少女不一样就在这 为什么要说她 趁着那个 三个女人一台戏 您看这金氏这样 少女那样 这小红又一公劲 当着这挨完打挨完打 则您不生气 消了气就得 一背脸 咬牙切齿 在自己的屋子里头 不出声的骂 各位我不知道哪位您懂这句话啊 骂人不出声 就不骂是不行的 但又不敢出声 让任何人听见自己都是死 那怎么办 就是心里骂 假设 屋子里头 一动一静 全都是大奶奶 不管看见什么 那就是已经疯了 一抬头看见这蜡烛了 指这蜡烛 好比他就是金氏大奶奶一样 您看嘴使劲 手底还使劲 不管是抗担子 是枕金 是手绢 这可就给撕开了 他真使劲 撕完了以后 都得藏起来 不能让人看见 看见你这手绢怎么回事 你撕一口子 你这抗担子也撕 你为什么撕 撒口不能让人知道 说他自己一屋 他大丫头 他有自己的屋子 在屋里骂街都不能出声 受这个压制 到这份上 他能够疯吗 那么这些日子 实在压不住了 脸上可就带出来了 这小红啊 出来进去 伺候大奶的时候 因为他再能忍 他呀 是一个丫鬟 他不是刘备 您知道吧 刘备恨 曹子恨成那样 在曹子家住的 你能掏光养晦 每天住在 见着曹子老这样 老这样 曹子拿着张哥们 使君长使君短 玄德长玄德短 您看刘备 刘备心了坏了 也是一七折八花折上 找负 也没好 他心里头 在表面 嘴里说的 跟心里都是两套 您知道 他小红不是刘夕德 他没那么大套会 一开始 在乌鲁曼 慢慢可就带出来了 那最后到什么份上 就一掉脸 好比这大奶奶 给大奶奶端水 大奶奶把这口水 端起来 喝下去 他那心里那活动 是横着这一口水 碰你舌头 就事就把你给噎死 那么那是这心眼 但这得乐 可装着这茶杯 一倍的大奶奶 就咬上牙了 那其他人可就看着 说他心里想的是 不让大家看出来 但他做不到 他狠疯了他了 狠麻了 那么上上下下 这些人 除了大奶奶 多少的可就都发现 这小红的毛病了 就发现 大丫鬟小红最近 拿东往西 丢三落四 最近有点啊 前言不搭后语 说话也朝三不朝俩 往常那点机灵劲 可以就没有了 大奶奶 大奶奶拿他还当近人呢 你别看天天打他骂他 有事还指他拿主意呢 那么这天晚上 轮到小红值班 原文上写直诉 就这天晚上是 他伺候大奶奶睡觉 这对于小红来说 是一官 因为他身上带伤 大奶奶让大爷 给这一鞭子 差点没把眼珠子 给抽瞎了 他这伤不是一天两天 能好得了的 所以到晚上 他睡不着觉 他睡不着觉 他疼 他就要心事 他就得找事儿 找事儿 谁值班 谁倒霉 那么小红一到晚上 该值班 伺候他睡觉 这一夜 那就跟活受罪一样 怎么办呢 他就想把这个 给了断 当初让大奶奶 逼死那个 选择一个了断的方法 是自杀 因为他没有力量 跟大奶奶斗 这小红不然 小红一琢磨 他也是一条命 我也是一条命 扳倒葫芦 撒了油 干脆 咱们喝了吧 别人挨不上你的身 唯独我 我能够进你的身 这小红还真有点道 托人在外边 他们家里头没有 托人在外边 买了一把刀 这早就预备下了 冲着厨子呀 非俩媚眼 让厨子给磨的 厨子老憋着 跟小红搭个搭个 好不认小红 给俩媚眼 喝吧这刀磨的 找了块手机一包 可就掖在身上 他没带过刀啊 您做不做吗 他憋着要刺主 他憋着给他刺刺 但是 他又没干过这个 他也不专业的 他不是刺客呀 他带上这刀之后 可就不会走到了 各位这不是瞎说 您您看着挺简单的 您看演电视剧 拿那手枪 啪啪啪 拿机关枪 您也支持假的 假的那也不会 您拿那机关枪之后 您站着 您就不会动了 因为您没手续 您不知道搁哪 是搁这好 是这么端的 是怎么拿着 是这机关枪 逼着扛着背着 没法 说我们行话 就是你找不着份 这非得久练久熟 你看着容易 哎 往那那么一站一摆一丝 是挺简单的 实际不然 他也是 戴上这刀 算干了 不会走道 他下意识 这手老往这摸 这天晚上 该着直奔 他把刀戴上 那么打白天 他戴那刀之后 神色慌张 少女一看 这小红跟往常大不一样 这腰里头啊 鼓鼓囊囊 咱前文说了 少女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啊 爱看书 喜读内经兵剑书 内经咱说的是医书 要不怎么后来 他医书 他能够救自己 又能救大奶奶呢 他的医书很高 兵剑书呢 就是他看相书 他会相人 他嫁给柴子爷 就因为他看柴子爷的面相了 错不了 那么今天他可就给这小红相上面了 他说 大爷 今天呢 您得注意点小红 还得一听一乐 我注意他吧 我看这小红啊 行动诡异 这个说话呀 办事都不比往昔 跟平常大不一样 而且 面带杀鸡 妥措也 这是原文 可就告诉大爷了 说他呀 起了杀心了 不知道杀谁 但是我能猜出来 可能啊 是要杀令证夫人 是啊 我家里还能有这样的女侠吗 这小红能办出这么有出息的事呢 我这可跟您说正经的呢 咱们别玩笑行不行 这可不成啊 以奴赐主 这可不行 您哪 得想个办法 那想成办法呀 把他找了呀 这一审不就审出来了吗 那您看看看 要是 奴我猜得不错的话 八九不离十 他身上可能还 噎着家伙 我看他腰里鼓鼓当当 我不敢碰 我害怕 而且他要改人 起了杀心了 大爷一听 你甭管真的假的 他信不得少民 好吧 把小红倒来 可是 沈小红的时候 门头留了两个男仆人 留俩下人 那关键时的 你把这制服了 是丫余老妈子 全都疯走 都去伺候大奶去 这不用你们 可就把小红给找了 小红揣着这刀啊 在大奶奶跟前啊 那已经说话都不正常 但在大爷跟前啊 都没事 为什么 他没憋着刺这大爷 他也没想到 姨奶奶会小徒 他要杀人来了 所以他到这儿 到很从容 一进门 给行礼 大爷 姨奶奶 您找我什么事啊 小红 今天晚上 你要干什么呀 这叫闷棍 各位 迎头啪就给一闷棍 这话磨了两口 你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因为你今天晚上要动手了 你有事 你觉得自己败露了 实际没有 我没问你这个 我就问你今晚有事没有 你要干什么 你就正常的回答就得了吧 但心里有鬼的 他就不那么想 难道说我这事都知道了吗 所以小红一听 可就愣了 当时站在这儿 这句话可就答不不上来了 大爷 说话挺凌厉的 平时 含糊什么呀 大爷 我问你今天晚上 你要干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干呢 今儿晚上该我值班 伺候大奶奶睡觉啊 哦 伺候大奶奶睡觉 伺候大奶奶睡觉 你带刀 干什么呀 原文上写二字叫诈问 这是个诈语 福松陵先生写的好啊 尤其下笔干凌 我老跟您说这个 你要看福松陵的文章 没废话 三列光都心汗 水火辽斋记公传 大武艺小武艺 武女七真西游记 啊 薛经山樊立花 杨色狼回家看他妈 王冠夺的名著 您看有废话 您打开您一看 有的是感叹词 有的是语气注词 有的是重叠句 都有废话 就可删可减 还是 唯独聊斋 要不怎么大学里头 您要学古文 学中文 大学本科程度啊 我说的啊 您要能把聊斋 看明白了 基本上这个大学的古文 本科水平 就够毕业 这不是我说 这我们教授说的啊 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说的 干脚 就这两个字 诈问 胡同龄啊 我说实在 我特别佩服这人 要不我也不给您说聊斋 我呢 也学过三套两套的书 我也能给您说别的 被什么打单位 开书馆 我就给您说聊斋 我就给您说个事 这也跟这少女无关啊 您都知道有这么句话 黑眸白眸 逮着耗子就是好眸 这句话谁说的 小平同志说的 但这句话呢 是坊间 恶传 邓小平同志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您现在您到书店 或者您家里有 您有邓选 邓选第一卷 第三百二十二页 这篇文章 叫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这段话是邓小平 一九六二年讲的 当时邓小平 主抓全国经济 那么他 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这篇文章当中 或这段话当中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黄眸黑眸 逮着耗子就是好眸 这个后来呢 老百姓说呢 就是传承了 黑眸白眸 逮着耗子就是好眸 话的意思没错 但稍微有点 小的差池 那么这句话呢 邓小平是听谁说的呢 这并不是邓小平同志创造的 黄眸黑眸 逮着耗子就是好眸 在八十年代 邓小平跟时任中宣部部长 渝部长说跟他聊天的时候说 说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 这句话是我听刘伯承元帅说的 您都知道刘邓大军呢 刘不离邓 邓不离刘 请进大别山 这是刘伯承元帅平常常说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就是刘伯承元帅始作用者吗 也不是 始作用者 我告诉各位是蒲松玲先生 蒲松玲在聊天之意当中有一段驱怪 驱怪 在他的手杆上写秀才驱怪 他亲自拿墨呢 拿笔啊 把秀才俩字涂去 后来这篇呢 就定为驱怪 但是他秀在这俩字上呢 当时就这么一划了 所以呢涂得不干净 现在我们还能从他的手杆上看出来 这个秀才两个字 那么就在这一篇故事都讲完了 后边有个一史诗约 这您都知道 就是蒲松玲自己对这一篇的总结 第一句话就这句话 蒲松玲先生说 黄黎黑黎得属者雄 黎乃猫也 黄黎黑黎就是黄猫黑猫 得属者雄抓住耗的就是好猫 这个跟邓小平先生那个原文是一样 不是黑猫白猫 就是黄猫黑猫 所以您说蒲松玲先生 不是我 个人盲目崇拜 你这句话后来被伟人引用 而且流传至今 到今天甚至还具有指导意义 今天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这句话 使作用的是蒲松玲先生 蒲松玲先生自己啊 凭自己的聊斋 说能读懂聊斋之意的人呢 在黑赛 就远在深山里的黑赛 海角天涯 就这么个意思 都在那儿 真正世间没有能读懂 我 我这个 他是分成乌分 碎成此书目 我这点恨 没人读得懂 你其实不然 爱聊斋的人是多的 我说聊斋 我爱聊斋 您各位听聊斋 也爱聊斋 包括邓小平同志 酷爱聊斋 就跟这个 毛泽东 主席爱这个 二十四史三国演义一样 他这么爱聊斋 不是在黑赛山水间 就在中南海 是 我说的这个可不能瞎说 因为这您看电台有录音 您各位呢 各位名工也都是高人 我这不能说瞎话 您各位有功 您上书店 您打开邓选 第一卷 第三百二十二页 您查询 您再把这个聊斋之意翻开了 在卷三上 不同的版本 有的在卷四上 这篇有的在卷三上 叫曲怪 您看看有这句没有 但曲怪这故事也不错 对机会呢 我给您说说 这个咱们说少女 拉出这么一点来 这是一个闲话 最近呢 我打算把这 蒲松林先生的这小事迹啊 在这书里边 简单的 哪天 得功夫 就跟您聊点 哪天跟您聊点 有些也是痛不经心 你们说文革期间 蒲松林在山东老家 这个木 伯虎喧天的 各位 整个让 学生 都是中学生 就给养了 蒲松林有六枚印章 现在蒲松林纪念馆 存着四枚 那两枚也不知去向 都是在这一场浩劫当中 一试的 等等等等 而且 蒲松林的尸首 就他这个遗体 脑袋底下枕着一本书 中学生呢 不懂把这个书拿出来 就封化了 当时化作纸叠 这书就碎了 但是 目读此书的 中学生都认字了 有数十人证明 这部书不是聊哉旨意 蒲松林 用毕生心学 写的 聊哉旨意 但是带进 观察的 这部书 可不是聊哉旨意 是什么书呢 今儿不能说 说您各位 您能查了 您互相一通知 那我没办法 但我这说书 就是听口 我这 这是书外口 也得留一个 几句闲言勾开 一部戏表书接正文 他还说这段少女 原文上写 诈问二字 带刀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带刀 不知道 就说没有 就说没带 反正 说非要搜身 也能搜出来 但是 最起码展示 你得这么说吧 这就是直门了的 哎我刚才就要 上去就一闷棍 搜大奶奶 你带什么刀啊 就这句话一说出来 把个大丫鬟 小红吓的 真得说三魂渺渺 奇魄茫茫 真吓坏了 我拿一把刀要去行刺 主母大爷他怎么知道的 扑通 那说跪下跪下 就坐这儿 浑身攒软 体似筛糠 那就抖成一个了 话都说不上来了 这脸一下就白了 吓疯了 搜 那大爷不能过去 给丫鬟插一下 衣裳掀开 南下人进来 这会儿可就管不了了 男女授受不侵 说男女有别 这是主母身旁大丫鬟 过去好 掀开衣裳搜身上 这人不犯法行 人若犯法身不由己 到监狱里头就没有尊严了 就没有人格了 您在外边怎么都成 哎 不管您是部长 是局长 一旦你这多少亿被发现之后 接下求 铃铛入运 您就别部长了 啊 马掌了就 哎 过去 恩姑就搜 减其一 检查的写啊 减其一 把这刀可就给搜出来了 把这手间 刀的 抖了开 把这刀 攥在这间 递这被 往大爷跟前一递 大爷伸手把这刀拿过来 大摩哥舔刀口 祸 真下功夫啊 行啊 小红 这家伙 吃此利刃 异于何为 那还说什么呀 还问呢 但得要出个招对了 小红 无言以对 血泪两行 原文写为 福地 求死 大爷呀 将这把刀赏还与奴吗 啊 已然被 识破了 行藏 还要手持 利刃行凶吗 不是 为愿于死啊 大爷 将这把刀赏还 奴婢 奴婢我 以刀自裁 我受不了啊 他不拿我当人啊 人人都知 小红是大奶奶身边的近人啊 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啊 自从一奶奶一进门呢 每天非打即骂 对他人有可 唯独对小红我 日以继夜如此的虐待我 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 活不了啊 真苦那委屈呀 说今天晚上 把主母囊死了 这也是一种发泄 但是现在 这个话跟大爷一说 这实际也是一种发泄 别瞧这儿哭 别瞧这儿嚷 心里可痛快多了 您把刀给我 我自己死 大爷听完这话难受 知道不赖人孩子 赖谁赖自己媳妇 那么他每日打骂 吓人大爷不知道 大爷知道 没有能力都管 我只能管少女一个人 都护着护着过来嘛 说把刀给他 当着面让他抹脖子 捅嗓嚼的死了 那也不成 大爷低头不语 这思想如何处置小红 这少女已经把这俩男下人给叫过来 你们二位过来 你奶奶 去向外边看 这个事情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您放心 那我明白 我们嘴严急了 尤其上旁屋可千万说不得 您咋能够吗 哪知道还了的呀 出去看看有人没有 哥俩出去 一个在门口把着 那个往后走 看看怎么样 为什么把这俩人支出去嘱咐嘱咐 这有话 要跟大爷说 大爷 把小红如何安排 是怎样处置 把这块手筋捡起来 把这刀一包 往这一搁 低头看这小红 那我能怎么办 以奴赐主 杀无射 过去封建社会 你是奴才 你憋着给主人赐死 那是死罪 必死无疑 明日清晨 将他送官 没办法 没办法 我也不能用家刑把他打死 少女一听 摇里摇头 大爷 使不得 怎么 这个事情 您报官 或者让大奶奶知道了 小红必死无疑 以奴赐主 其罪不赦 但是 他说的这个话 您听的就不难受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不能说难受 我难受 很不难受 就不赖他赖我媳妇 但我不能说 赐虎罪 我支持你 姑娘 没罪 我把你放过 那不成 那没有王法 留情封建人的想法 跟现在人是不一样 那你说怎么办 您要听我的 我给您出个主意 你说我听你的 您呐 明天 找个牙婆子 把他卖 既可以全其生 又显咱们的人 咱们得做好事 饶人一命啊 就救他一命 救他一命 就如造浮屠啊 大爷 这个事 不能糊涂 您得听奴家我的 把他卖了 对 随便行个父主 把他卖俩钱 既能够全其胜 我又得其职 这怎么句话呢 我还能得俩钱 那么说 说出这句话来 不就显得少女的人格就低了吗 不是 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 必然有它的原因 人家问起来了 你为什么把丫鬟卖了呢 往小妾身上说 小妾跟大奶奶不合 大奶奶不给买纸本的钱 不给买新衣服 不给带花 怎么办呢 卖丫鬟 这您外边还有借口 既可以全其易 我又得其职 您一定要按我说的这么办 也只可如此 门口呢还盯着一个 大爷 你哪里 找几个人 把小红捆上 所以给堵上 拉着柴房 看他一宿 小红如若 上吊 撞墙 第二天要死了 大蛇耳等狗腿 拿耳等吃饭 您放心 我们看他还看不住吗 另外 内卷的丫头老妈子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知道 明日清晨 出去找一个丫婆子 直接到书房见我 把小红卖了 听着明白吗 您放心吧 这样能吧 挂几个 找绳子 把小红可就给捆上了 那么少女跟柴的爷 两口子商量的时候 小红可就听见了 小红知道活了 打心里头 感念少女 正所谓一言以兴邦 一言以丧邦 人的生死就在乎他人一句话 要没有少女这两句话 不跟大爷说就死了 让大奶奶知道死 让宋当官也是死 那个年代的法律 也得把他宰了 没活路 但是现在不仅活 还能够嫁人 甚至于说就逃离了苦海了 甭管嫁谁 各位 嫁谁也比在这家幸福 也比在这强 您别看捆上了 嘴也堵上了 也不哭了 二目当中尽是感激之情 看得出来 也是人的心描会传神呢 大爷一掰手 给抬出去 关的柴房 那么说这晚上应该他值班 他没去 这一晚上怎么办 少女 把内宅的丫鬟老妈呢 叫起几个来 不能跟他们说小红的事 就说小红今天有病 我给小红瞧病 你们替小红值班 说现在话就倒个班 那么大奶奶呢 别看这大奶奶 尤其最近又挨一鞭子 她并不清楚 这个底下人的排班 哎 您看 单位领导经常有这 单位下班早了 一看 说老王 今儿你值班 啊 局长 今儿我值班 啊 行 晚上没什么事 盯着点电话就得了 别人见啊 别人见 说这他手底兵 他不知道就今儿 局长不知道 今儿晚该谁值班 他们排班 局长不值 找人倒一班 大奶奶那 不许提小红的事 好歹把这一宿 三糊弄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天刚亮 有人就出去了 找一牙婆子来 这事有专业的 牙行的人管 那会儿买卖人 是合法的 啊 现在不成 现在买卖人 不合法 逮着枪毙 那年头专有一行 叫牙行 好喝拉气 就卖这个 干这个呢 到家来 直接进大爷书房 这牙婆子可有点含糊 为什么呢 卖丫鬟找牙婆子 对不对 你找牙婆子得上那宅找大奶奶 大奶奶把牙婆子 或是买丫鬟 或是卖丫鬟 没进过外边的书房 今儿下人直接顺头了 把牙婆子领书房去了 他没来过这地儿 可就不知做哪好了 哟 大爷 认得我吗 知道您柴子也好 有钱 是 托你点事 您还说托什么事 您有话您就吩咐 我府里有个丫鬟 你也甭问为什么 打算卖了 可得找一个好人件 不挑这人件啊 说多有钱 那都谈不上 干什么 这也无所谓 人得好 最主要的不能是本地人 荡乡荡土都不成 必须是老客 外来的外乡人 领着走 还有一个 卖贵了卖贱了 无所谓 全带你一张嘴 最主要的 俩打一个吉成 懂吗 不懂 得快 现在我跟你说完 出去 找这买主去 当时就得说成了 也不许相看 送我这后门 开个柴房 领出去 把人领走 给多少钱 无所谓 到中午饭之前 这事办成了 我有重气 也甭成三破二 都是你的 卖他多少钱 全是你的 我还额外多给 我不知道我听明白没有 大爷您要赔钱卖鸭粉 差不多吧 就这意思 你听明白就行 你就办去就得了 哦 还得 您等信 您等信 那还不好卖 本来这好福利 大丫鬟 长得就不错 又是黄花大姑娘 丫头还真能干 到外边还真得说了一个 主播好了 门口有人等着 直接领到后边 大爷也不露面 那就不能露面了 这位呢 拿无极了俩钱吧 可就给牙婆子了 牙婆子那儿把柴房门开开 这儿绑绳也松了 嘴里堵东也掏出来 话也跟小红说明白了 到他屋里头 把他的衣裳打个包裹 让他拿着 当然 少女在包裹里边 偷偷的掖点散碎银凉 也就这意思吧 把小红春家可就给轰出来 卖了 小红打算 到前面给大爷这一买的磕个头去 那哪能成啊 赶紧走 让这主就买的丫份这位 把小红领走了 很少的钱 得一个漂亮大丫份 黄花大闺女 不成旺 赶紧走 就一邀人家本家 你也甭打听什么事 赶紧领出 走越好越好 今儿一千最好 走出一百里去 得轰到了 就这柴田还不放心 让家里人跟着 得看着 跟出去 跟多远没关系 得看着这出了城才行呢 派人跟着 这把牙婆子重新领进来 牙婆子把这钱拿出来了 哪能都是我的呀 是不是 大爷您看您这个 这怎么分呢 我说了甭怎么分呢 都拿走 伸手拿钱 一定银子 这也是你的 我多问一句大爷 您这是还的什么愿呢 您怎么许一卖丫头愿呢 赔钱 白给我这钱 还给我一定银子 那我没别的 咱们在业务上 常来往吧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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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后门走 也说后门走 别让大奶奶看 把牙婆子轰出去 把小红卖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都办完这些事 他们俩人照样的上后边去 给金氏请安去 金氏都没旅会 说福利已经卖一人了 他都不知道 昨晚呢 该小红的班 他也不清头 他不知道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 小红没带跟钱 那你不是夜班 你就得白班 白天也没来 他有点照 有点 哎 今儿怎么 小红没来呀 啊 等吃完这小饭 他可就问出来了 我问你们 小红这个鸭子骗子 打昨晚就没露 他干嘛去了 还真不知道 这丫鬟懒 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大奶奶 您早上 我们上屋给您喊去 啊 喊去 这是要反的 他是奶奶 我是奶奶呀 半天半天不露 怎么意思 我瞧瞧他去啊 您您您甭这么大干气 您甭您甭您 我们给您喊去 到屋一看 人去无空 一看好 铺盖在这 换洗礼装都没了 都走了 没了 那就得问问了 问谁谁都不知道 这回上房屋怎么交的 那也得回来呀 大奶奶 我们找去了 怎么着 没 咱别打哑咩 什么叫没了 不是找不着了 问谁谁都说 不知道哪去了 跑了 不能好面的 他可跑什么呀 这茬可老点 活蹦半天 一人会没了 找 他狠 他这狠狠要下来 还真认真 这下午没干别的 发动全家 找小红 那哪找去 卖了 找半天没找着 到晚上 掌灯 天黑了 所有人都回复 确实没有 我们都找了 不知道哪去了 大奶奶也不傻 这毛病啊 在大爷那儿呢 好没样的 一个大丫鬟会没了 明天问大爷 今儿晚上不能问 为什么大爷不来呀 那大爷晚上 这个少女来人就来 文丹院里 你骂我我就骂你 你不骂我我就听他 你骂他我也不愿意 每天是这态度 今儿这已经都走了 这半过去了 等明天亮 第二天天亮 他得想词 怎么来质问 这大爷跟少女 你不得来请他 每天美吗 今儿来了 我不问别 我不骂先接了 今儿个 今儿个我就问你一个 真招实对 早早的 倒是完了 坐屋等着 大奶奶 姨奶奶给您请安来了 好好好 来得好 正等这个呢 把门打开 你看 呵 出双路队 每天都是俩人 一块来一块走的 羡慕啊 你有姨奶奶陪着 姨奶奶呢 有大爷陪着 你们是神仙的眷侣 比翼的齐飞 那也得让我活着 也得给我身边留个人呢 就这么一个近人 还给我藏起来了 是卖了 是给害了 还是你们这两天 给他找娘家 我看他这些日子跟你就不对 把他送回娘家 过两天跟我说一声 吹三通 打三通 一乘小叫 抬回来 又来个姨奶奶呀 我不拦的 一个容得下 俩就容得下 姨阳也敢的 叫俩阳也放的 说句明白话死不了 让我也明白明白 让我也知道知道 小红哪儿去了 你瞧 逮着理了 这些日子 他这会儿啊 没法说 他是原文上写 捉句浪骂 浪骂就胡骂 他不知道骂什么 因为这事人家没错 你动手打人 爷们儿趴给自己编的 男人打老婆 在那个社会没错 所以挨完打 他说不出什么来 他就每天浪骂 要品这浪骂俩 在那就是 不知道骂什么好了 逮着什么 骂什么 今儿可逮着了 您听这话 乌言会语没有了 您听这个 闲了淡了 夹轻带棒 说说吧 小红给我鼓跳哪儿去了 少女跪着不原意 我请安来 这话大爷您听对 我没有资格搭话 这地方 就是懂得尊卑 他在这家 给自己找这位置 这态度 永远是最合适 跪着不原意 大奶奶 今儿怎么没骂大街呀 你瞧我这 轻了胳膊悦了 今儿偶然这么一段队呀 我还有点不老适应呢 也会说人话啊 得嘞 打成谁 小红 我贴身的大丫鬟 小红 哪去了 痛快说 好好好 别急别急 急着吗 大热的天 身上就有伤 对你打的 甭废话 卖了 卖了 嗯 大奶奶一听 真卖了 他是找茬打架 这一说真给卖了 他倒不明白了 怎么给卖了 哎好玩意儿的 干嘛把我丫鬟卖了 这一说他愣了 嗯 卖了 卖多少钱啊 卖多少钱啊 干嘛 分你点 你操这心干嘛呀 卖不了多少钱 不及了俩钱 这钱呢 也没留着 今天早些卖的 吃赏饭的时候啊 大爷我贴了俩菜 贴了二两酒 已然呢 消费下去了 跟你说 吃了 昨天赏饭就吃完了 今儿才想起问了 昨天干嘛去了 我说的真轻脚黑 真给卖了 我说柴亭边 你安的什么心呢 我身旁就这么一个人 你还给卖了 卖给哪家了 卖多少钱 我还得输回来 哦 把我身边一个人都 各的各全都卖了 最后好好把我给琢磨死啊 你们俩是羞声的忘想 你们说 你们说 怎么卖的 谁卖的 柴亭边 别看我天天骂你 你今天这事要做绝了 咱们夫妻情分已尽呢 你不是人的你 骂了几句 柴亭边之后 一看低头这火 嘭就上来了 怎么 少女这跪着不原意 这叫怂年坏 这更狠呢 这个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挑和的 你不来的时候 从来没卖过 鸭鸭 柴姐只知道买 可不知道卖 打你进门 弄卖了 鸭鸭了 你说 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这一质问这个 少女 柴姐一看 要来劲 柴姐一看 要来劲 这往前欺负这交 动手 柴姐也也骂少女 写绝了 福松陵写了斋 写的好就在这 这地方柴的奶奶骂少女 柴的爷也骂少女 把柴的爷这狠劲 给逗上来了 柴的爷用手 一指少女 少女呀 少女呀 前要宰了 能有今儿这事吗 听你的呀 听你的 我挨着窝心骂 我憋屈 你听着吧 骂完这两句 衔接柴鸭是扬长而去 他骂少女不带紧要 大奶奶听完这话 叫毛孔悚然呐 前两天要宰了 不就没今儿这事 这是宰谁呀 哎呀 大事 无妙 书接上会 接说一段聊天之一 叫做少女 上回说到 小红 赐主 为随呀 那么柴亭斌 柴的爷 可就听了少女的了 把小红给卖了 这个事 大奶奶今世 不知道 毫不知情 头天晚上要赐主 第二天卖完 一整天不知道 转过天来 这才发现小红连着两天没露面 可就问下来 三等的柴的爷跟少女一来 柴的爷一耍这青皮 卖了 你看着办 今世可不干了 以外就写这么一撒泼 一胡骂 骂的这柴的爷呀 脸上不太好看 柴的爷呢 这活也上来了 今世骂少女 柴的爷也骂少女 这句话可写的好 上回咱们正说到这 说少女啊 怎么样 怎么样 钱要把他就宰了 前日杀却无有今日 这是原文 钱要把他宰了 能有今天吗 他还坐着巴巴巴 他还骂 噗 他那完 小红 小红还得下场 还得下场 不是宋官 要么就打死 要么就被他卖了 也就这意思 你说今天这柴呀 没法说 气得直哆嗦柴的爷 扶袖而去 说完这句话 走了 可这句话说完了 今世吓坏了 话都怕琢磨呀 钱要宰了 就没劲了 把谁宰了 我妈 把小红卖了 跟宰人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不明白 你们谁知道 这句话怎么意思 听了甚得哼啊 我今儿把他骂了 他怎么骂少女 这么一句话呀 你们说 是不是 这小红 他有什么行为 有什么想法 让你们知道了 你们要不跟我说 可没完 大伙大伙真不知道 还不假的 因为这个事情 大伙没参与 不知道 男仆人知道 男仆都在外头 这都是内卷 丫头老妈子 你看我看 你大奶奶 你真不知道 不 这怎么说 前天杀要杀谁呀 宰了宰我呀 这是 我们不知道 哪能宰您呢 谁敢呢 宰你吗 宰我们干嘛 我们招谁了 宰小红 他们把小红宰了 不能 这不说卖了吗 干嘛把小红宰了啊 还拿这句话 干嘛这么说呀 把他喊回来 问他怎么回事 咱不回来 咱走了 一低头一看 少女还真跪着 他必然明白 你奶奶 少女 你说说吧 刚才大爷临走 骂你这句话 是怎么句话 什么叫三天前要宰了 前天要把我宰了 说 怎么回事 少女不知道 不说 没法说呀 怎么跟他说 是 小红前要宰您 被我们发现阴谋了 我们把他生情活达 大爷刚才临走 就是这么句话 说前天要依着小红的 把您宰了 这您就骂不了大街了 这怎么说呀 这话 没法说呀 问众人 众人不知 问少女 少女一不语 捉据浪骂 这句话 可就在这儿了 您看原文 我给您说好几回 这浪骂了 实际原文 是在这儿出现的 这就开始浑骂 捉据 就是拽着衣上 但您要不让走啊 这头骂呀 今儿不把这话 说明白了 不成 大家伙 确实不知 这是怎么句话 少女又不说 那么他呢 就更生气 他这愤怒啊 受不了 咱说了 他这活也是一直 攒着攒到这儿的 骂这功夫太大了 大伙实在一看 不能再骂了 为什么 不用宰了 再骂呀 他就要完了 您怎么他带着伤 他这不住嘴 他这么骂 高掉门 当时不险呢 功夫一大 眼都离去了 两眼都拧了 还骂 他觉得使劲 可是已经生死力竭了 这嗓子已经劈了 而且一只胳膊动 这只胳膊已经抬不上来了 就有点好半身不随 你看这半身不随的人 他自己不知道他中风了 他嘴外边看 哎呦 怎么这还使劲呢 因为他这会儿已经叫上劲了 他更使劲 越使劲越坏 这血憋着这过不去 脑溢血 这个半身不随 别人得发现 一看 坏了 赶紧送医院 这还能抢救过来 等真到动不了地的时候 那就已经拴上了 那就没办法 不能让他骂了 可谁劝得住 还得交大爷 这娄子是您捅的 还得您来 解灵啊 还得是寄灵人 大家伙 跑到头了找大爷 您拿后边看看吧 大爷说怎么了 还骂呢 我还骂呢 我这都看了半本书了 还骂呢 我跟他说说 话不说不明 目不短不透 砂锅不打 是一辈子不漏 干脆 今天小窗说两话 打个千块 咱们明白明白 别骂了 这笑语突起来 不骂 不骂可不疼 你们憋得害死我 还不许我骂你们 刚才我说这句话 明白吗 不明白 让你明白明白 刚才我说 前天要宰的 就没今儿个了 就是说你呢 你们安心要宰我吗 我没安心要宰你 咱俩抓就是夫妻 少爷奶奶是个好人 这是个善良的人 跟你不一样 你甭犯脏心 告诉你 大奶奶 就让你明白明白 前天 小红是安心赐主 怀揣利刃 杀的就是你 这句话厉害 今世文清此话 雅然我语没词了 这对他的打击太大 愣 你能活得劲的 告诉你说 多亏此人 你起来 说着话下腰伸手相掺 可就把少女给掺起来了 贵多半天了 拿个椅子 让少爷奶奶坐着 大爷 在主母的面前 大奶奶的面前 我不能坐着 你不说我说 到现在还不说 你没死 你能活得现在 还能这么精神 骂一个对食 全是他 让你活下来的 他让我活下来的 怎么呢 想听就行 别骂街 我都告诉你 他会看相 他瞧出来 这小红啊 挂了线 他找我 他说小红这两天 面带杀鸡 心怀叵测 他要杀人 杀谁 杀的就是你 恨疯了你了 可我告诉你 不但小红恨疯了你 我也恨疯了你 只不过我不能宰你 也就是了 你把小红挤得得够呛 要宰你 他看出来了 他告诉我 我不能不管 你我夫妻一堂 我夜神小红 搜出钢刀 利刃一瓦 告诉你 这刀 磨得倍快 那天晚上 该他直奔 扑着一刀下去 你必死无疑 就这样 我把刀夺下来 把他关在柴房 刺制清晨 找个牙婆子 把他给卖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可我有点后悔 所以我才冲他说这句话 前个就不应该拦着这小红球 基本瞧出来了 让他把你杀了 与我柴厅 宾河干 这一刀下去 把你捅死 我再打着一个以奴赐主 其罪不赦 我就把他送官爷给打死 不就完了吗 咱们家就算消停了 也省得您今天受这么大累 清明白了吗 走 传说了 你不想知道吗 胡骂 胡骂不行 这是家 不容得你坐这胡骂 都说完了 带着少爷奶奶走 今时这一听 别走 才得也回神猛然的 一抬头一看 今时这眼泪下来 哭了 这结婚这么多年 很少有 哭什么 今时 刚才听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猜出来八九分了 并坐不实 现在柴蝶 咚咚咚咚咚咚咚 把这话这么一坐实 心里边害怕 心有余悸 这人家 这人家少女要不说 怎么办 为什么 冲我对人家这个态度 因为我打人家 拿皮鞭子抽 反正打得不善 是 大爷提的八创 也给我一鞭子 那是大爷恨我 他能不恨我吗 我把他打成这样 每天上我这来 我就认为他是气我 瞧我的哈哈 因为大爷把我打了 他还口口声声要照顾我 那么如果他瞧出来一个人要杀我 岂不是正宗下怀吗 这很合他的心筋 而且与他没责任 别人把我捅死了 人命他盯的 杀人长命 欠债还钱 把小红宋官打死完事 他这气就算出了 人家没有 人家找大爷把这事说了 人家救我 我现在才知道 绝出来难受来了 今世 眼泪下来了 您别走 不走怎么着呢 我有两句话 想和少女说 说吧 我听的 不好意思 这个话不能说呀 几步走向前 少女这坐了 一看他过来蹭靠就站起来 财庭斌并没有远离 不知道他干嘛 过来一伸手 可就把少女的手拉住了 往自己手里这么一钻 往怀里这么一带 温语向前 这个态度可不一样了 同志们 说好话 说甜话都好办 温语不好说 那说温州话不好说 不是 是温暖的话不好说 其实温州话也不好说 温暖人心的话 最难说 老说这个 话是拦路虎 一时渗人毛 伤人的话好说 一句话就把别人得罪 你要想把这人的心 再暖过来 这是六车话 都不见得说得回来的 自己把人家得罪苦了 不是说一般的 妻妾之争 就是斗心眼 平常有个脸子呀 摔摔打打 不是三宾的给武力 真打呀 他能不恨我吗 现在明白了 人家救我一命 我要想跟人说句好听的 这词难找极了 所以福宗陵先生说 温语向前 要温暖人心的话 说出来 打金是这样 人嘴里说出来 同志们可不容易 这个地方可没有假的 贤妹 贤妹了 大爷说的这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姐姐我浑的 你说这个好 首先承认错误 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定要一针见血 不带这事多大 要深刻 叫深发思想根源的 罪恶 你检讨自己吗 小孩打架都是我这个 知道吗 他给嘴巴 他给我错了 错了 你哪错了 谁让你自己说出来 我不该跟您犯照 小孩打架都会这个 你说你错了不行 错了下回改 那也不错 你得说着你怎么错了 这头一句 不用你问 我先自己检讨 而且一语见地 一针见血 我没别的 我浑 这个事情 是我逼出来的 这是第二句 因为我的魂 我逼的 我不单逼他 逼你 逼所有的人 现在大伙都把我 恨之入骨 欲除之而后快 既然起了以奴杀主之心 他冒的是生命危险 为了除掉我 回来他 赖我 妹妹 能够不计前嫌 以德抱怨 你可让姐姐我 臊死了 我说什么 纵有千言万语 难事我怀 我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啊 妹妹啊 妹妹 你拉这手 眼泪扑齿往下 这么一掉 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 叫气不成声 少女哭了 哎呦 不敢叫姐姐呀 主母 您别说了 这可又算什么呢 他这样做不对 按说我不应该让大爷把他卖了 要过来了啊 各位 两句好话可就把这实话要过来了 他要刺杀我 是你看出来你告诉大爷的 可是卖他 可也是你出的主意 这个在柴子爷刚才说这话里的可没说 柴子爷说是我做主把他卖的 但少女这句话可就把自己给暴露了 这句话 招致得金氏 这个思想又有所转变 听见了 可脸上没带出来 还哭着 你出的主意让他卖的 这里都有伏笔啊 有潜台词 他现在不能暴露 大姐您甭说了 跟您说 您是主母 我是一个小妾 按说 就应该把小红法办 或者送到您的面前 您把他发落了 但是我们 斗胆扇砖 自己出主意把他卖了 就愿意全其生 那么全其生 是为什么是为基点阴公 他是一条人命 一言以兴 一言以丧 咱们为什么让他死 如果他真是大胆 赐主 真拿刀捅您了 那必死无疑 他也罪该其死 得把他置于死 一命第一命 他是未遂 也得那么想 没那么成啊 那这事不成 咱们还是让他活就完了 而且也说不上谁对 谁不对 把他打不裂就完事 好 好 做的太对了 处理的完全的正确 就应当的 这事要让我 万我非打的 打死不成 那不又积了院了 又造了孽了 我什么时候能够超脱 没有你 简直我们家不成 大爷 大爷 怎么着 大奶奶 干嘛 我别的不说了 说着话一溜罗群 大爷你看你要干什么 这少女可瞎坏了 不能等他跪去 想着之前 扑通我就跪去了 大爷在旁边一看 这难了 让今世今天 能给少女下上一跪 闲闲可能尽视 天真哪 这么明白的 才得赢 皇帝 不通庆调 在家里头 看着 不错眼睛的 瞅着 到今天 把所有话都说出去 心里也大得痛快 你不要问问 今儿给你好瞧 这话说出 怎么样 傻了吧 这一开始 骂呀 你骂了吧 没想到 普通的一跪 连大爷都动心了 大奶奶 你这是 不能说别的 我给妹妹赔罪 妹妹你起来 我给你磕一个 她的一跪 呼拉一下 老妈的丫头 全跪去了 少女 哎呀 您折瘦子多 大伙儿 赶紧把大奶奶 掺起 大奶奶 这样有伤 你身上也有伤啊 掺我干嘛呀 掺你奶奶呀 那就得脸儿都掺 大爷过来一伸手 这地方大爷做得不错 没掺 少师一伸手 把金饰掺起来 起 你起来 大爷 我想给您也磕一个 那干什么 咱们是抓救夫妻 拜过呀 当初娶你进门的时候 咱们对拜花糖 那会你给我磕 我给你还磕呢 不 我现在想承认错误 我非得给您磕一个 那倒不必 今天你这衣柜呀 大奶奶 连我都想啊 都觉得有这么点 酸不激的 你能明白 少女这心 也就是了 明白 现在全明白 就是明白晚了 以前我做的那些个错事 那些个浑事 如果你能不记恨姐姐的话 那是最好 但你要记恨 也不怨你 等你这伤养好了 你拿着鞭子 你打我 你骂我 我骂你那些话 你再骂一遍 你记不住 我交给你 我笑这干嘛呀 咱就说这意思 要不不解恨呢 老妈的一看 丫鬟都上了 哎呦 大奶奶 你们可别说气话了 这真是啊 咱们一家团圆 去了一个祸害 小活 咱们这一家子 就全都好了 这些日子呀 家宅不合 都是这妖精 他祸愣的 这小红啊 是罪魁的祸首 那老妈的 就得这么说呀 得了得了得了 咱们今儿来个团圆的吧 我们一会儿 跟厨子说 好好弄几个菜 哎 咱们今天要吃点喝点 大奶奶 挺好 我到家 请坐 拿出私往前来 让家下人等 整治背盘 就在这上房屋 就摆下了 这顿饭吃的 那可就别提够 多么样的和谐了 这是在少女 到柴家来 第一次一家子 有说有笑 这么一顿吃喝 在小红赐主之后 取得了空前团结的 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柴的爷呢 就放松了警惕 为什么 压力很大 外界说什么的都有 在古人来说 不通庆调这个事情 是很得罪人的一个事情 也对柴的爷这个名誉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那柴的爷一看呢 家里边既然现在二位 能够兵士前前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我在观察几天看看这 金氏是不是真的 如果能够这样 我就放心 我能出门了 我能办点我自己的事去 打这这么一看 不分敌数 金氏没有拿自己当正妻 拿着当小妾看 每天 跟大爷 跟少女说的这些个话 都是非常正常的话 而且总是在不断的 检讨着自己 但是 同志们 心转恨其言之不早 这句话很主要 那么也就是说 少女把她救了 她感恩不感恩呢 她感恩 她知道不知道这少女把她救了 知道 但她还从这里找出不是来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一再相逼骂你的情况下 你都不说 最后是大爷把这说出来 那么 他替少女设计的才词是什么 就是我不能说 我不能跟他交师弟 而且 是他出主意把小红卖了 这有问题 既然把小红给办了 逮着他拿着刀要刺我 他也招认了 就应该送到公堂 压着官府去 按律治罪 这我这口气才能顺过来 你替我做主给卖了 干嘛 惯他 那别人要知道了怎么办呢 这大奶奶心中转恨 转字用的好啊 本来是不恨的 对他这个救自己有恩的 而且是感念的 转恨 其言之不早 你今天有什么话都跟我说 不能有任何隐瞒 就不允许别人有隐私 家庭暴力是怎么造成的 同志们 就是这问题造成的 所有的家庭暴力 两口的也好 爸爸儿子也好 啊 等等等等吧 为什么都动手 就不允许他人有隐私 你什么事都让我知道 我不知道 你就对我不忠 不忠或不孝 我就揍你 你看 他这是一很大问题 人进 谁没有点自己的事 不愿 就是尽如夫妻 亲如父母 这点事我不能说 不说 你可以有自己隐私 这个我倒是同意 但也不能隐私太多了 现在孩子 爹妈不能问 一问就告爹妈 你这玩意儿 叫干涉孩子的自由 限制孩子的自由 影响孩子的发展 必然有些看法 当然了 跟咱本书无关 咱哥也不提 柴廷斌落空 各位 书说的这不好说了 这段书惨 今天咱们 这段少女的书 柴廷斌有事外出 大奶奶问 婴了 干什么去 您可早回来 我呀 跟妹妹啊 在家做好了饭 等着您 您早回来 咱们今天呢 晚上还要喝一点 这个妹妹身上的商业建好 我这个商业建好 这只值得庆贺的事情 柴廷斌说 好啊 去呀 你在家料理 你看着办吧 好吧 大爷走了 大奶奶今是准备一切 全都妥当了 来人 有 请姨奶奶去 我找姨奶奶有话要说 是 有人到屋里去叫少女 说大奶奶有请您 这原先都没有过 哪能加以请字 少女可就来到了上房屋中一看呢 大奶奶正干活呢 正运衣上 过去运衣上啊 都是烙铁 这火炉子呢 烧这烙铁 他们家呢 是大家族 有这铜盆 这铜盆是割碳的 这个东西呢 很多的用处 又能取暖 又能取火 现在就取得取火的这个用处 这个碳盆呢 上面是有盖 铜的 现在把这碳盆盖摘得去 里边呢 烧着四五把烙铁 一般人家呢 也就有一把铁烙铁 他们家有钱呢 同时烧着四五把 这把凉了 不用再烧等 把这把插里头 直接就蹬那把 哎 有的是 那么这个火呀 正旺 这个烙铁 烧得正红 这衣裳 在桌子上铺着 底下铺着很厚的毯子 不铺呢 就把桌子布都烫漏了 然后呢 这儿预计的小喷壶 往里面上喷水 喷一下 烫一下 喷一下 这老衣裳 一般人自己能干 但是金氏大奶的要干 干的四只 书中代言 娘记得钱文书 她教这个林姨奶的时候 她的针线是很不错的 要不她不够教人的水平 而且她不能挤着林姨奶奶 林姨奶奶就因为这样 她给挤着四 那么我做着 你做不上来 我才有权利说你 所以她干的很四只 专有俩人负责给她 瞪这衣裳 你要运就是为瞪平了 这衣裳有人给瞪着脚 这边给撑着 把这县铝的背直 她拿着这烙铁 拿着喷壶 喷一下水 闹这么一下 一烫这衣裳 把这县贼给走出 这个衣裳得有形有板 正干活呢 少爷奶奶进来 少爷奶奶一进屋 抬头一看 会笑面 看金氏大奶奶 虽然说这烫的衣裳 可是看得出心里那美劲了 嘴点微微的往下这么一搭了 别人要乐是嘴点往上跳 这是乐 唯独大奶奶 这会儿心里可美 但嘴点可往下 可不可以不好笑这个啊 这美劲嘴点往撒着口呢 邵氏有心拔腿往外走 又怕落了礼数 有心不进上皇屋 人大奶奶挑衍更厉害 可是明知道今天要往上皇屋里卖 不雅如就卖进鬼门关 尽了封都城 雨带颤抖 大奶奶 我来了 哦 妹妹你来了 好 好啊 今天大爷有事出去了 我自己啊 这做点活计 闲着没事 喊妹妹你喊来 有些的话 当的大爷咱们姐儿俩还真不方便说 今天大爷不再见 当面罗对面骨 姐姐有两句话 我可要问你 说话 把手里得把闹去 可就处到探盆里头 这捉人的点衣裳 也就不管了 少女 你要进前来 大奶奶有什么话 您就说吧 咱俩就这么说吗 难道连个掌幼尊卑的都没有了吧 大伙一听 这叫什么话 这些日子可是平起平坐 不分敌数 多的也是 拉着手 跟上回叫温语向前 什么时候看着跟亲戚俩似的 今儿怎么还要分分掌幼啊 要论论理啊 来论理 这个少女就得给他跪着 少女可不能问这话 这是大伙想 那我跟您分什么掌幼尊卑 难道还让我跪着跟您说 哪敢的扑通 可就跪着 大奶奶有什么话 您就说吧 不问别的 小事 就问前些日子 你跟大爷跟我说的这个事 见被小红怀揣利刃 打算刺杀于我 是被你看破的刑藏 夜神小红搜出钢刀一把 那时间你给大爷出主意 你让大爷把小红远嫁 他方卖了几个钱 你给拿起来了 今儿不问别的 就问这事 你为什么给大爷出这主意 不把小红交给我 不把小红送到当官 你安的什么心 少氏造次不能以辞自打 造次当怎么讲 仓促之间 说不可造次 就不能鲁莽行事 仓促行事 归为造次 那么这句话没有防备 这些日子关系太好了 而且今世所表现出来的 语言行为动作表情态度 统统都是以前的事不提了 要提也是我少氏提 只有我说你的份 没有你说我的份了 现在 那么在这种气氛之下 绝没有想到今天 陡然的变脸 突然发难 造次间不能以辞自打 没有话多能说呀 少女多能讲 一进门 啪一拉这凉红梦光那点 当时就给说住了 蒙了好些日子 说今时大难的 云头乱象 这会儿没疼 我这说这么了 我我我我安的什么心 我我并没有安什么心 没安什么心哪 你奶奶 恐怕你多少的 有点脏心眼的 我往好了想你 你是让他们都说你好啊 都说我不好啊 以奴赐主 其罪不赦 他该死你 为什么让他活 日后这般人 可就全都有赐主之心了 为什么 有你少爷脑那 行好事做好人哪 有你少爷奶奶护着 谁憋着拿刀捅我 到时候你也最多 就把他卖俩钱你花呀 你给他们好逞腰啊 我再往深了说 少女啊少女啊 你安的什么心啊 你还得安的我死的心呢 我死了你也没有别的 俩子你要扶正 看见没有 我脸上这头 八为你而留 这事能完了吗 这事能算了吗 你脚的你救我一命 你就有功了 功不抵过呀 今世说着说着话 一低头可就看见 这探盆了 这一边的 眼珠子差点没抽下了 回我的容貌 我能让你这么好看的脸道还留着吗 大奶奶 大奶奶 吞 今世好狠的心 好辣的手 探盆之内向火一伸手 可就把那烙铁可就给端起来了 辽诈原文上写 去赤铁呀 欲烧其面 是欲毁其中 干嘛 今儿就把你这张脸先毁了 那么这个铁烙铁 要烙在人身上 这人要死了怎么办 他下手可不知轻重 当初打死一位姨奶奶 逼死一位姨奶奶 他手里依然有人命 大家伙可都知道 众女傅架了一个亡魂街帽 扑通一下 全都跪下 扑通扑通扑通 大奶奶呀 你甭废话了 一抠头 我撤了 好可怜 这铁烙铁可就在少女脸上 可就给烙上 惨嚎一生啊 还手是还不了 这个铁烙铁烙的人身上 同志们都知道 日本县衣兵队怎么样 对吧 就是这个刑法 这个过去审这个江阳大道 最后的一个刑法 啊 就是这招 把铁链的烧红了 往你身上割 这是最残忍的一个刑法 据说就是从这个 商周王之后 开始有的这个刑法 这是酷刑 商周王那个呢 是铜柱子 里边割碳 哎 然后让你把你绑的这铜柱子 是这个 就是由这来演发而来的 这笔直接拿火烧啊 这都厉害 他拿铁烙铁烙了 少女的脸 他把这拿起来 往这探盆里一插 伸手又取那把 干嘛 接着唠 好狠啊 这个地方 聊来原文写的是最好的一点 众仆人不干了 没铲好一生 众仆人呢 这心就动一下 实在听不了 少女奶奶这个喊啊 回想自从少氏姨娘进闻以来 一言一行 所作所为 哪一条 哪一句 也不能今日受此飞行啊 人家落泪 各个相信的 以其代步 全往跟前凑合 伸手拦是不敢拦的 有个老妈子上岁数了 我不活的了 阿奶奶 您老我吧 老奴我愿意身相待 我替少女奶奶死 您看行不行啊 不成啊 这要出人命啊 大奶奶 好狠的心 说出来了 有一个带头的其他的可就敢说呀 旁边压回又弱了 您别老他 您老我得了 众仆人皆愿以身待死 写得好啊 少女没惨好一生 众人哀求一句 这老他下不去 怎么 众怒难犯 大奶奶手里举着这赤红的老他 真不敢再下手 为什么 看不出来 他说得出来 做得出来 平常这见着我都跟闭毛鼠一样 今天跪着拿腿当脚走 往我跟前凑合 拿脸往我这老腿上贴 要替他 我要再往少女脸上唠他敢扑我 他真敢往我脑袋上撞 但是 这个活更大 他知道中毒难犯 但是 他的威信比我高 这个很明显 要不然都是我的家人 在我这都是训练有素多年的女仆人 今天愣为了刚进门的少女 公然的跟我为仇作对 您琢磨琢磨 他在这个家庭里的权威 一旦受到了威胁 他能不生气吗 这个比柴的爷护着他 还厉害 所以今世是忍无可忍 啊 好好好 哎呦 少姨奶奶 我咋心眼里赞成你啊 我要不佩服你的呢 没想到啊 看见没有 多少人替你求情 你够有多么好的人员 他 把这铁烙的往盆盆里这么一喝 大伙一看 哎呦妈呀 您可把这给烙去了 在您老断着这非出人命不成啊 我们谢谢奶奶您呐 您饶了姨奶奶吧 您打我们几下 饶了他可不行啊 一伸手 这不是做医生又献妥了吗 可又把针给拿起来 走到近前的 一揪这个少女的头发 今天呀 要不看在众人讲情的份上 定要见辈之性命 我绝不能让你再活着了 既然大伙给你讲情 人情是大的 少女少女 奶奶我今天让你认识认识 什么叫长 哪右叫右 让你分出个大小高低来 拿着针照的内下 这个针扎呀各位 这个刑法 比刀扎厉害 因为它细 各位您学物里 能弄这点这个压强啊 对吧 为什么多厚的胳膊拿针能带 您拿刀捅不透 就在这地方 他下手又狠 这针得到没了根 他才往外拔呢 扑扑扑 连刺二十余针 原文写二十余针 实际是多少针呢 有交代 因为后本书有交代 这地方得跟您说清楚 一共扎了少女二十三针 为什么要说这二十三针 这可有书 书不能说废话 我这扑的有交代 后文书必然 咱们还得把这书给还上 今天施以飞行 对少女 脸上烙一烙铁 泪下刺二十三针 他没数的 他自己不数 扎人那就多的扎累了算了 您琢磨琢磨 拿这个针往人身上扎 这点使多的筋才能扎进去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个皮啊 人的皮虽然很淡 但这也是皮肉 扎的末了根才往外拔 那再扎 这腕子酸泪 他扎不动 把这针往地上 汤囊囊这么一扔 各位 原文写挥手 而去 不是他走 把他摘走 没话 说人招自己来挥出去去 不是这意思 不看 就这样 这个女人呐 行事行的这份上 到极致了 拿一烙铁扎二十多针 这我都不恨 您回去翻刘斋原文 少女这地方这四个字 就这 太难了 同志们 您细琢磨吧 连看都不看 累了 众人一看 这意思是让走了 那还走得了吗 没气了 也大伙也对得起他 应该奶奶我们把他送去 你不说话 我们也不说话 往外搭呀 滴滴搭搭 这血在地上躺着往下流 您做我们这烙铁烙的人脸上 这个味儿 气味 奇臭 胶臭之味 扑鼻 所有人全哭啊 掉了眼泪往外搭呀 手都软的 为什么害怕 没见过这 拿活烙的烫人 谁见过呀 好不容易把少士 搭到他自己这屋 往床上一搁 你看我 我看你 这玩意儿怎么下手啊 找谁呀 他不知怎么都没弄过这个 你说挨顿鞭子 找药能给上 挨俩嘴巴咱们能帮忙 这玩意儿怎么弄就这几个上岁的婆子都没见过这个 找呆啊 就听办吧 大爷呢 大爷呢 大伙一听 尬 大爷这姑娘回来了 几个人往门这儿这么一躲 稍微晚这么一步 大爷已经进来了 你奶奶在乌的吗 不是 一看这变颜变色的 每个弄哭我都掉眼泪呀 大爷 你奶奶怎么了 你奶奶让大奶奶打了 啊 什么 你奶奶让大奶奶打了 不能啊 这怎么可能的事呢 你奶奶呢 把众人一扒了开 柴田也抢不来到窗边就 哎哟 您琢磨琢磨 这顺这个泪下扎的全是血呀 脸上都已经给烫烂了 惨不忍睹啊 这是姨奶奶吗 啊 大爷站在床上可就哆嗦了 气了 这些个吓人全吓坏了 大伙你看我我看你 大爷 大爷 哎呀 干不去 寸铁无干 金氏啊 金氏 这不愿我柴亭斌呢 你往死路上找 什么又叫做结霸夫妻 哪又叫做多年的恩爱啊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你欺我柴亭斌 太善了 好 好 转身行往外走 干嘛 金氏 今天是有我没你啊 白眼睛起红线 血贯同仁 才得一见 这个少女深受重创 被摧残至此 起了杀妻之心 大官人急了 不宰他不成了 这条命已然完了 就救的回来 这也是残废之人呢 我不管少女死活 我先把你姓金的宰了吧 回头 墙上去镇宅宝剑 大摩哥跟崩黄 苍朗一下 刚风出了欠 把这镇宅的宝剑 手里的密地了 迈大步往外就闯 王清德身后有人 哎呦一声大意 不能去啊 啊 看了 宝剑杀手 转身来到床边上 你还活着呢 碰着一伸手 钻住可就不让走了 大爷 大爷 千万不能够去啊 财得爷这火啊 压不住 不宰他不成了 少女越是这样 财得爷这火越大 这个少女傻呀 他不理解 少女 你今日受此重创 为丈夫 一会儿找人与你调养 生也罢 死也罢 我也不是替你报仇啊 今日胸中这口 恶气不出我焉能为人啊 世上大丈夫 我岂能如此受我旗味的气啊 急了 转身还要到这不撒手 他没有劲 一扒了就开 不敢扒了 不忍的 您琢磨琢磨 这个二十多针 刺在肋下 这都要害 脸上挨一铁烙 那就比死人多口气就罢了 那能有多大力气 就是欢崩烂跳 他也没有柴的爷力气 那手一扒了就开 但不能啊 坐在这衣上 不让走啊 这种事 这种事经常有啊 尤其垂目的老人 有时候你去看他 他拽着不让你走 虽然没有多大劲 但你不敢把他这手给扒了开 于心不忍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我杀死见着 大爷 我明知道是火坑而故倒 我知道 这是一个火坑 我自愿的赴汤蹈火 没有人相逼 您没让我回来 我自己回来的 为什么 驾君时 岂以君家为天堂 您以为您家是天堂啊 我没那么想 我没那么天真 今天跟您把实话说了 深受此难 这都是命中注定 自己命薄 这不能够强求啊 您倘若一时盛怒负气 来就在后堂上房屋 手持利刃 结果大奶奶 叫做砍一田 而复决一 这好不容易 这沟河坑给填平了 我今天受的这罪是到头了 好不容易 我忍受着 拼着性命去 办的这事 因为您拿宝剑 到后台铺 把它捅了 这沟已经填上 附绝又给打开了 我后边还得受罪 是吗 大爷这个话 可真听进去了 为什么 大爷知道 他有向人之术 而且能向己 算命都要算得好的 能给算出来 不能轻易算 给别人也不愿意算 尤其给自己不能算 一不自一 相不自相 给自己相 我算了 我怎么样 算不准 他能够给自己相 他说的 这是自己的命 不由得大爷不信 那么难道说 这事就 罢了不成吗 哪能罢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把伤养好知识 我再去看大奶奶 一句话 透心凉 彻底没电了 来 大爷 刚才 为什么要打姨奶奶 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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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难得而等 一片忠义之心 把姨奶奶又给救回来 好 来人找大夫 别找 怎么找大夫也不让找啊 家丑不可外扬 这点外伤奴既我自己能治 真能 真能 您放心 第二天 自己开了个方子 让大爷派人出去抓药 让人给配 有内服的 有外用的 医术高 真高 自己配这药 自己抹 好了 胡宋良哪儿都好 这这缝儿没留下 咱也不知道拿这铁烙铁烙 好 然后 毁容啊 然后拿这针扎 愣好了 不经好了 这一日是揽静自喜 对着静子照静子 少女看着看着 扑痴一乐 大爷您在哪儿呢 啊 少女我在这儿呢 今日您可要摆上一桌酒席 好好的为奴家我 庆贺庆贺 今日何喜之友啊 大奶奶这铁烙铁 烙去了我脸上的绘文 这个晦气的文章 都给我烙去了 从今日起是波云见日 可就有好日子 来过 书接上会 接说一段聊斋志目 叫做少女 上文书给您说到 最惨状 最惨烈的地方 就是动一飞行 今天是拿这个烙铁 把这个少女的这个脸 给毁容 不单这样 拿针就刺了二十多针 但是少女呢 不认为这是痛苦 上回书咱说了 人家有办法 自己会治 磨点药好了 你说这么重的伤怎么治好的呢 这个跟平常积累一点知识 那是很有关键的 人掌握知识越多呀 还是好 平常看见的医书 都会给自己治伤 这个你要学个中医 您知道 医不自医啊 相不自相 大夫很少给自己开放 他有个头头脑子 他找另外一位大夫给他看 自己也自己看 不容易看准了 可是外伤好办 说拿烙铁烙 这也归外伤 而且上回书咱们说的这儿 这天是懒静自喜 对着镜子这么一照自己的容颜呢 跟这个柴的爷柴廷斌说 今天您得祝贺我 有什么喜事吗 你看没有 我脸上的绘文进去 什么绘文 不知道 二十六桌 不是那绘文 您说那是绘文中学 我脸上啊 原先啊 倒霉的那文 咱也不知道啊 这咱说书咱们也得 凭良心 我也不知道哪道文算绘文 这大概个人不一样 是抬头文呢 还是鱼尾文呢 还是这哪儿 归哪儿管 我要知道 我先 哎 但我媳妇 我太太不能下得去手 咱就说这意思 后来我也琢磨 我也没有什么倒霉的事 那我从小小这个 一步俩脚印走的挺好 虽然我不是什么大腕 哎 但也有三五个朋友认识我 你拿这两天北京电视台 每天晚上 波维君臣斗 这我在上厕所 就是把我认出来了 因为我上公共厕所 我们家住那地方还得上这个 胡同上里的公共厕所 我住平房 您知道吧 这个家里头没有这个 卫生间 跟楼房不一样 我在公共厕所 我这正蹲着呢 哎 这位进来了 哎 这位他也方便 现在你咱们跟我聊两句 你等我方便完了 你在外边 你抽个烟 你等会儿我 估计他蹲我对脸了 老爷估吧 你说这 我还偷回预言作语 没法子 我也不能给他轰出去 这不是我们家的地方 说的不错 努力 努力努力 你得赶紧努力 把你这书说好了 我先努力 把我这手接完了 我说您蹲我对脸 这玩 看着这玩 实在的难以为求 所以您说不是什么味儿吧 也有仨俩人认识 哎 电台里面有声啊 这电视上有影 这就说明这命不错 我还是这句话 人得知足 这个低标准呢 要求自己 过去都说高标准 要求自己 这不成 这活着太累 你拿我们同龄的 那要老看 你比我高的 老看这几位 挣钱比我多的 不成 受不了 当初这个穷的时候都在一块 怎么现在他有钱呢 你净生气 你自己把自己气死了 你看这不如自己的 就我们一块的 当初的这个小伴们 小朋友们 大浪淘沙的相反 亚沙求求 叫沙里邓金呢 不是都混出来了 不是说都不如专业 也没有 哎 有跟我这个 仿佛上下的 混的还不如我呢 你看他 你看他 你心里你就痛快多了 这说不好听 那叫什么 这叫气人有啊 笑人无 可您要翻过来 我要跟您说 说好听了呢 这叫知足 您听我们的劝人方不有吗 他人骑马我骑驴 扭向回头又见 推小车的汗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哎 打强的板分上下 谁又是十个穷 九个腹地 那不一样 这个慧文呢 即便有 那也别老去 啊 当然柴蝶也不懂 他这么一说 柴蝶就这么一听 哦 你这慧文都没了 烙没了 你看大奶奶趴着一烙去 现在整好了 把我这慧文 烙去了 重新长出来 这个现在没有了 打今儿起 是不好的事情 跟我全都永别了 打今儿起 咱们是一步比一步走得好 净是好事 柴蝶也听着高兴 好吧 但愿啊 如你所说 真能够到那份上 那是最好不过 那么这少女每天怎么样呢 朝夕 是敌 就伺候这个 啊 大佛 敌出嘛 伺候这金氏 说白了就是 朝夕就每天 一早一晚 还去 当初你打我骂我 我那样的 伺候你 现在你拿烙去烙我 没有一样 根本就不记仇 这个不记仇 不是嘴上的 和行动上的 那真是思想的 根本就没认为你这样做不对 那反过来 这金氏怎么样呢 各位 有转折了 我们叔说了好几回了 真正觉悟是金氏洞落铁的这一瞬间 为什么 就是众服接院待死 大伙都跪下为了少女跟他一人干 这个时候觉悟的 原文上写 自知身同毒夫 不是不明白 各位 为什么这个金氏思想是有转变 这说明跟他平常接触人 说话办事很有关系 咱们一再强调 金氏是个能力很强的人 很能干 他并不是废物 不是一味的蛮横 而且是很有手段的一个人 你看他挤着死 临时以奶奶的这个方法 步步为营 可以说 很有头脑 那么这会儿他想明白 就是当他要拿铁烙去 再烙少女第二下的时候 犯了重度 大伙托杂了 这都是他天天调教出来的兵 这些人 对他应该是唯命是从 说一不二 现在公然的跟自己反对 不是挑衅 是公然的就开火 当时如果这第二烙铁要下去 这几个老妈的丫鬟那就烦了 就得跟自己动着手 话说的客气 我们愿意替姨奶的受辞 那就你跟我来 什么叫党派 这就叫党派 什么叫拔创 这就叫拔创 我来 当时就没敢下去 要把这烙铁烙铁又改针了 他认为拿针扎比这烙铁 轻一点 大伙过意的去 但是大家伙 同情死的这一刹那 自知深通都夫孤立了 就由于这一点认识清楚 导致后来大的转变 导致后来今世的结局 有所不同 就是因为这么一闪念 他认识到自己被孤立了 他要改变这局面 他为的可不是这个少女 他为的是什么 他为的是这家 能够听明白了 他至家最严 就是因为一个少女 我把大伙都得的 都不听我的 这可不行 所以他要改变大伙 对他的这种看法 那么他有所动作呀 他怎么样呢 这今世啊 打这儿起 有事 实时或少女啊 一块相伤 而且 言辞凭善 你不是朝夕逝敌吗 你不是每天来伺候我来吗 我也成情 有事啊 还跟你商量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事 说家里头 非得你少女拿大主意 也没有 开门七件事 无非呀 就是柴米油盐 酱醋茶 就这些个事 是这鸡毛蒜皮的事 应当我就能做主 而且向来就是我做主 这回不紧 我跟你商量的办 一开始 他要找少女商量这些事 柴米油盐都跟着 保护啊 动烙天都不成 柴米油盐 柴米油盐那天晚上要动保健 要宰你 现在两败俱张 他每天还去 柴米油盐呢 幸福少女 因为少女说了 没事 我这个惠文一去 他不会再动口打我 打这儿再没有了 你放心 你不用跟着我 那柴米油盐也不放心 柴米油盐老跟着 那柴米油盐 跟这一看的 跟原先确实不一样 头一样说 这金氏 不骂街了 原先这捉句浪骂 真了不得 逮什么骂什么 什么难听说什么 现在不及了 由捉句浪骂 改成言辞凭善了 可你家这个态度也好了 言语的也温和了 最起码呢 能过日子了 这财听兵回来 审这少年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 他还能不能带打你 您放心吧 这回是万无一失 那好 那我可就再信你一回 少女 说实的 我是真寒了心了 如果说 这金氏再折磨你 要把你给琢磨死 我绝不能让他活在世上 我得替你报仇血恨 你一再的说 你上我们家 就是被受罪来的 那是你认为 我不能眼看你受罪 因为少女跟他说了 我上你们家来 就是一苦思甜来的 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 有好的就别给我吃 每天我就吃刺的 每天我就干最中最臭 最浪 最累的活 我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不成 你自己说行 我不能那么对你 您放心吧 绝不能够了 打这起 绘文没了 彻底的好了 你看他现在掌握这态度 你看他对我这样 少女 说现在的话就很阳光 这人 您放心 走您的 这样才听冰台放心 那么打这起 每天他去伺候金氏大奶奶 金氏大奶奶 自知 身同毒妇 认识到自己被孤立这个问题了 天天对他好了 那么这一家的不就和谐了吗 打这起 就应该没输了 那哪成 突然间的 这金氏啊 这金氏啊 得病 得了什么病呢 原文写啊 害饮食 就跟吃有关的病 这最讨厌 我老说 得什么病 千万别得这吃不下 喝不下的病 这痛苦极了 因为现在我们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这一个 真的 我一代的 我没事的时候 我老反省自己啊 人的欲望是多的 我想娶四个太不成 国法家规 据所不容 我媳妇也不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不干 我想当官 你说我当什么官 我现在估计也不成了 就咱们这匹话馆的官长 归这辈子我都当不上了 区长 我这辈子恐怕没戏了 哎 你相信 东城区南区的区长 北区就跟我甭提了 你说这权利欲也没了 你说这个 金钱 人对金钱有欲望 你说我现在就给自己定 你说我挣多少钱算够啊 你说你说这个这个 我小的时候我就 对这钱就麻麻糊糊 因为我小时候就不太缺钱 哎 我父母也给我 哥哥上班也早也给我钱 我自己要说点像 你能挣点零花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我花钱还真没怎么准得过 啊 现在你说房子也买个 媳妇也娶了 这还有什么更多追求 来个三亿五亿的 怎么干的 花什么 是不是 也就这意思了 啊 我呀是没地儿玩去 我有地儿玩 我跟您学 我也花三十五十 我听别人说去 没有比我说的好的 您要有您告诉我 我陪着您去 您知道 您说哪哪哪 您说他说的 月破说的可比你强多了 甭说三十六十我都去 我花钱跟人学习吗 这没有 所以你说我现在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那大的欲望 我想挣四个亿 挣不来 就得凭这三十三十一嘴一嘴说 吃喝不愁 老婆孩子都指您那三十三十的 没问题 够花的 要不我老捧您各位 确实一是父母 怎么来就打这来的 您别瞅瞧这三十三十的 哎 指着您那 但我说挣四个亿 挣不来 凭这说书 因为我不会别的 所以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是吃跟喝 小时候 您说现在什么吃 您吃不起 您甭说这个涮羊肉烤鸭子 啊 酱斗子 您甭说这个了 您对对吃都没问题 再贵点 什么叫鲍鱼 是是什么 烟锅您都吃过 而且吃吃现在都不让吃了 见识上就有了 那几位 反正因为吃板的 撒鱼往那一扔 这几位都捧了肚 都挺严肃啊 都是大味啊 他吃的时候 你可没看见 其实我也不见识那几位 也没过劲 这东西 你这不好说 他真没吃 没准人 因为做这广号 人就是不吃 这也没准 咱们还是这个 相信人家 这些个大味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不能够从这个 消费方来杜绝这问题 我个人认为啊 治标不治本 是不是 你想让这鲨鱼活着 你不能打他 谁打鲨鱼 你打谁 谁把这鲨鱼鱼拿下来了 鲨鱼什么罪口 他什么罪口 你不是把鲨鱼鱼鱼拿下来 你提拿下来 扔海里 把你胳膊腿撅了 扔海里 你杀鱼杀鱼 就撅你一胳膊 就完了 你看这漫漫 我估计就 还要人道主义 还不能对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法律 不归我说书的管 咱们也是 瞎聊天 这叫犯干体 各位 总而言之 咱说咱这书就是 得病 别得这个 跟害口有关的病 吃不下喝不下 您说这多难受 就这么一个欲望 能满足还不成了 金氏大奶奶 这罪孽来了 吃不下喝不下 那不单那样 就吃一点 喝一点 你得维持生命 得活的 这肚子胀 这都有 各位 南边有个胃胀器 男手胃里头胀 他这不是 肚子胀挺大 哎呀 这怎么回事 这就得停食 平时消极 吃这个 开胃的 吃点凉的 吃点酸的 吃点甜的 慢慢对付着来 总想开胃 今儿吃个苹果 明儿吃点山椎片的 好 把这点石给消化下去 给打下去 不成 越吃越干 头三天不闲 到后三天 起不来炕 您琢磨琢磨 这肚子这么老大 要是 你现在的科学 我这么想啊 可能是干肤水之类的 这最难受 腿也肿 肚子也挺大 这水下不去 就是排便不烫 大小便都没有 又不能不吃东西 人得活着 坐着不是 躺着不是 浑身没有力气 他自己呢 不那么认为 他怎么认为呢 他认为是气骨 哎 气骨 我没事 他还强逞着 大伙儿可 瞧出不好来了 怎么 说话都有点颠倒了 而且 老不吃东西也不行 老不排便也不行 大伙儿看出来了 今生药啊 得大病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找小四吧 找小四干嘛 头头冲着大爷吧 大爷怎么样 恨其不死 略不顾问 这就是原文啊 写的就这么好 什么 得病了 什么病 大奶说气骨 你们看什么病啊 你们看的不像 已然就好几天了 根本吃不下东西去 那肚子砸那么老大 连尿尿都不尿 好 就叫你们看 这几天 最好死了 大爷您别这么说 怎么说呀 死了清酒 省得我拉宝贞 宰他了 他死了 去咱们家一祸 我把少爷奶奶一扶正 这就算齐了 找我干嘛 请什么大夫 请什么大夫 不行 他要说不行 谁敢请的 再有的钱 得他花呀 不管 财连够狠大 这也是金是行是行的 这给财连实在是挤得到这步 可得这一机会了 这回你是自作孽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绝不能让你再活了 你可算报应临了头了 姓金等 夫妻一场 我把你怎么的都不解恨 就让你得这病死了 放消我心头之恨 恨其不死是略不顾问 打劲儿且还别提 谁提骂谁 他得病 谁不得病 他得病爱着你 什么事 人吃无骨杂粮 哪有不得天灾病业 他得病得病 您那请大夫 少许多快死 死了吧 死了我掏钱罚送他 他是我媳妇 是你们的大奶奶 那没有不得病的 得病有什么了不起的 天养人 过两天自己就好了 他说这话 大伙没办法 各位 这不是瞎说 他说不请没法请 尤其妇科过去 往大门门里边请大夫 那不能随便请 也不敢随便来 来之前都得打听清楚了 长妇少女 是奶奶得病 还是小姐得病 得的什么病 什么症候 那进内宅 给妇道看病 规矩大了 有德性的大夫是一样 没德性的大夫是一样 专有一路大夫 专吃宅门 吃宅门什么呀 因为宅门里头啊 就撕孩子 小姐跟男徒 长挺冲的肩 怀孕有孩子 这个胎 在肚子里头 想往下打 让这路人知道了 那得狠狠的敲诈一笔钱 才能把这胎给打进去 那说找正经大夫不行 正经大夫 父母不敢惊动 你惊动家里人去 请正经大夫 父母知道 甭请钱给打死了 想偷偷的 你请人来 人家不来 为什么 人家不能够随便 下虎狼药 尤其这个 坠开的药 就是把活人 变成死人 由活变死 这不成 说他还没降生 没降生 他这条性命 我与你两性旁人 凭什么我就下药 把你肚子里 生命由活胎 变成死胎 这缺多得得各位 所以这个 堕胎 这个事情啊 哎 这个这个这个 也不能说 这个过去 很多人吃这一行 啊 你要看过去 这个门口 命馆门口挂的 叫圆光寻物 砖打鬼胎 就干这个 专门吃这行 圆光寻物 你东西丢了 他能给你圆 他拿圆光一找 他能开天眼 刚让你找着了 拿拿拿 你找去 这还无所谓 这你找不着 回来 你跟他要死要活 最难的 就是这个 砖打鬼胎 就这个 你这样 他找着他了 你提这事 那好 头到处 二到处 三到处 绝后处 啊 那挣钱最狠 就是这行人 但跟本书无关 对机会 我再感觉 说这些的内幕 就完了 没人去请大夫 大夫也不能自己来 大奶奶这病 可耽误了 起不来看 眼看 一天不如一天 那每天 谁伺候他呢 少女啊 少女现在跟这些人 一块伺候大奶奶 少女一看 这病不对 怎么样 以这个一礼而自沉 他跟机会大奶奶说 大奶奶 现在咱们不错 您要得这病 眼看啊 病的还挺重 我会点医书 看过两天 懂得点这个医书 我虽然说不是大夫 我还行 我给您看看行 我给您开个药 您吃吃行不行 大奶奶行什么 少女要给我看病 要给我开方子 不吵 这口不吵 怎么 别看他自己 现在后悔了 那他也得防着少女 这就叫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就因为我当初对的太惨了 我那样的虐待人家 他虽然现在不敢跟我动烙铁 这个大奶奶有根 为什么 我是正妻 她是侧使 她是小妾 这些人你别看 因为他敢跟我干 可有意见 他要敢跟我动烙铁 这些人也不能跟他玩得了 一小粉上 那大伙也看不下去 但实际上 他给我开方子可不成 我知道他给我开什么样 完散高单 神鬼莫测 这里头给我下点什么按劲 我吃一下 就这肚子是下去了 别的地儿犯病了 再给我要死 所以他还防着少女呢 不不不 不用 你就啊 替我上上心 你就替我呀 多受点累 我这病啊 我自己有根 气骨这个病啊 三天两天气一下去 就没事了 不用你看 不用你看 你给我开房子 我也不吃啊 我不吃药啊 那上你就别逗激烈了 一看这态度 那都能算了 家里可乱了 怎么 咱一再说 金氏大奶奶至家罪言 上上下下 没有不怕他 每天你别看他 往屋里的弥足 一尊活佛的想法 干什么活 叫井然有序 也不用他多嘴 你等他多嘴说 好的是骂街 不好的嘴巴就上去了 所以谁没有 个眉高眼睛啊 谁非得挨他这嘴巴去 能够在他要求下 把这活尽量的都干好了 那是最好 到最后训练的大伙 不用说 每天天一辆 大伙一许床 各司其职 各干各的 要不怎么说 这金氏工作能力呢 还是强的 这手底人 都请问 他这一病 家里没住心股了 少爷奶奶说是 替他受累帮忙 他不管 而且这是老好人 见谁说话都刻刻唧唧的 怎么都行 我们大伙偷脸 他看见他也不管 这回算放了硬了 家里活没硬干 就是 前大奶奶这屋 他现在烙炕出不来呀 就这屋每天还有人归置 还在他跟前伺候着 现他们一伙殷勤 下盛的地方 全不管了 值日扫除 也没有了 勤洗勤化 也全吹了 整个这家呀 大歇功了 这还好办 闲着没事 就要行事 男男女女凑着一块 没事干呢 也不能老睡觉 头两天可得心了 补补教 第三天就叫睡 睡足了 那干嘛呢 逗个小牌吧 下个棋吧 没事一块抽毁的烟 传火老婆舌 就开始干这个 大爷先开始不履会 大爷头几天挺美 好可病 恨其不死吗 什么时候死 看大奶奶 老说死的老不死 怎么老不死的 他运气 过几天一看呀 他想找人问 没人了 哎 眼前这人都拿去了 来人 连喊气不死没人 他一看 不对路子了 这大奶奶要不管 这帮人 何就不干了 我来吧 他把这人 全都召集起来 他召集的呢 都是男用 这女用都在后边 人也不上 前面来 你们替我传话 告诉后边这老妈的丫头 这不像话这些日子 怎么意思 山中无老虎啊 猴子 哎 不对 拿自己比猴子也不行 你们这 这这这这 这要反的 是怎么着 他病了 他要死了 哎 那是你们的便宜 没人打骂你们 可有一解 你们也不能 蹬鼻子上脸呢 这该干的活还得干的 你们瞧瞧 这土这么厚 没人管 没人擦 这院子里头 这么乱这么脏 水缸里的水也不满 卢灰也没人倒 匹匹也没人披 这这这日子过不过了 大伙当着面 唯唯弄弄 大爷您不生气 这个大奶奶病 我们都着急 您早给找大夫呢 病早好了 那我们也不至于急什么 咱还怨我不给找大夫 打劲起我自己来 把账本拿来 他哪管得了这个 您别看柴子爷外边 交际行 柴子爷也有文化 家里也有钱 这个不灵 男主外 女主内 你要是真说干顺的事 行 你要没干过 乍以接手可不成 这就是您看 红楼梦 哎 叫王熙凤 协理宁波府 各位 这点书是我最爱看 就王熙凤 协理宁波府 这地方 真得有 鼓掌 谈兵之风 就啪啪啪 发放军警 接过来以后 有我的时候 你们怎么样 没我的时候怎么样 当初我没来 我不管 人王熙凤 多话说的多好 我没来的时候的事 不算 打我来了 从今天开始 我可是媳妇 我不是太太 你们呢 可别怨过 因为我年轻 脸酸 没有个体面 这话说的 我可不懂 什么叫多年的婆子 什么阶级 什么成分 没有 放在我手里头 咱们就试试看 下马威 先治了呀 所以您要看 这个王熙凤 协理宁波府 这个上目录啊 这句话啊 是上目录的 都是大习目 就这一回 就说王熙凤 由这府 到这府 这派头 而且这府的事 还不能扔 还得他管着 这府他还要监管 他又要强忍着 他累不累 他累 他受得了 他受不了 那他要施展这威风 要耍这手段 让梁府人都怕我 看着我都含糊 所以王熙凤 才要使出百万的解数 把这宁国府给弄好了 太难了 这大宅门 要是打算 把一个家给管好了 可是不容易啊 现在柴的爷就碰到这样的难处 你想管好了就管好了 他不接手管还好点 他这一接手 家中盐米 不食 自尽 没吃 没了 什么叫盐哪 叫米 一查账 没有了 支完钱买 过两天又没了 说这不够吃一个月的吗 不知道怎么没 问谁谁都不知道 谁是管盐的 谁是管米的 谁应当对这事负责 柴迪根本就不知道 柴迪一看 干啰 加油呗 这些日子 不单是盐米 这丢东西就多了 哎呀 我不知道管家这么难啊 你奶奶咱上上 你来了怎么样 我看你有俩下的黑 又会自己治病 又懂得看相书 这样你先给算算 那盐米哪去了 这我来不了 大爷 你要想啊 把这家治好喽 要一个办法 还得大奶奶来 大奶奶这病一好 马上他们就都老实 原先什么样 现如今还能什么样 但他好不了 是 我说我给治吧 他不让治 大概其呀 是怕我给他下药 请大夫 本您又不给请 那完能好得了吗 这得了病了 自己能好了 还甭说不给治 就是给治不是当天能好了 叫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哪是容易就那么就好了的 万没想到 要打成布 这家还得指着今世 马上 马上 以你说 还事要与他治的好 当然是治的好啊 要是不治 那是万不能够 这才下定决心 要给今世大奶奶治这病 来人去请郎中 找大夫 郎中带着人 背着药箱子来了 进内宅 给大奶奶一号墨 大奶奶跟别人说 是气骨 大夫 号墨诊断 也是气骨 但不能写气骨 写气欲之症 就是欲诸气 出来跟柴德爷一说 柴德爷 这个令症这个病啊 是由气上所得 倒是对病员 头一节他还生气 我都没气骨啊 你要说这病打气上所得 头一个得是我 您这是气化 俨然的已然做成了症 这个病可不好治 那么下以何方呢 主要是要下疏肝平气的 那么这个气 一定得把它给平下去 老郁节至此啊 这是个病源 就即便这回要是治好了以后 也得落个病根 先生说得在里 那就请您下方子吧 好吧 看病的先生 给下了个方 派人到药铺去抓药 回来是少女亲自煎药 和煤网上送 让别人送 自己送的 又怕她犯疑心病 这人要得病 让病拿的 是容易犯疑心 金氏大奶奶 把这一剂药喝下去 没见什么效果 两剂药喝下去 一共是三天的药 再往下一喝 一看那肚子 呼呼呼 又长三圈 话也说不出来了 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将然的就要不省人事 气息而奄奄 要死 这大夫的 换大夫 要找一个大夫 还可以开的是这药 人家一诊断 也是气愈 再熬得这药呢 少女端这药去了 大奶奶 就遮劲了 根本就动魂不远 不会说话 这药不对 您不能喝这药了 那意思我喝什么药 这个您这个病 不是气愈所致 大奶奶 心的话说 我听你的 连这俩大夫都说 我这是气骨 气愈之症 那还怎么着 我这叫什么 食鸡奶鸡大肚子脾鸡 这就没有高明的大夫 高明的大夫 怕一针就好 这药我不吃 我不吃 我怎么得等死啊 你那一次又让我换药 不换 听你的不行 本来已经都快死了 愣把这药给喝一次 喝完这药 彻底的算 没劲了 为什么 这就跟死人一样 大爷一看 各位 诸位列位再齐位 不是我不给找大夫 我找了 恋的俩大夫都给开这药 一天不如一天 一时不如一时 一阵不如一阵 一会不如一会 眼看他要死 我呀 对我媳妇得好点 我掏出钱来 什么叫受益 哪叫棺材 你们去办去 趁得有口气 提前都穿好了 等药咽的气一僵了 可就没法穿了 抓紧夫妻 发气一长 风风光光的 我就把他送给我们家祖坟 他在我们家可立过功 了不起 大卫庚大爷这还没死呢 少民也说 你别老说这个气话 你既然已经给他都找 大夫抓了药了 你这又何必呢 再吃一剂药看看 这还怎么吃 没关系 想把牙关撬开也能吃 可在下这药的时候呢 把大夫那药啊 就给拽一边了 下的什么药 下的是他自己抓的药 他暗含着使出人去 在药铺抓了这么几位药 这个药可不是知其余的 把他抓的那药 搁在这里 大伙可是触目惊心 这事柴子爷爷也不知道 你奶奶这行吗呢 你们甭管 这药真吃出娄子来 我担 我担 你们甭管 这个药铺都留着底方吧 这方是我开的 你们拿着 有朝一日真吃出人命 对簿公堂 你们就说是我的主意 要是我派人抓的 要是我亲自下的 亲自兼得了 我亲自喂他 喂出人命来 全有姨奶奶我 这是打进家来 独立的自己的完成 这么一个事情 那还投一回 他拿大主 他做主 没有 就是卖小红 也是他提出建议 大爷子 这事大爷子不知道 换药了 把药给换得了 在端到了金氏的面前 金氏想不喝也不行 不省人事 牙关难起 得拿这勺 把牙撬开 掰住了 拿着这个勺啊 一点点往里引着药汤 这不勺啊 有这么一个条吗 顺着一点点往嘴里倒 不能倒极 倒极了枪 喷出来了 一点点倒一点 是一点倒一点 是一点 把这一碗药汤的给灌下 你说这碗也是 什么叫药刀病毒啊 就得说成少女 给开这药 这药喝下去 就看这大奶奶 沉沉睡去 过了有这么一个时辰 五脏六腑之内 鸡咕噜这么一响 猛然间去睁眼 说了话 好长时间说不话 蹦不出字来 来人 要伺候人 已经用大奶奶行了 喊来人呢 大奶奶您等着 不成 不成 来不及了 老妈的丫头 什么事来不及了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 十清三仪 就是吃顿饭的功夫 拉了三回 十清三仪 这个连泊 这是点的 这是赵王 问首帝也认 现在清国又要发兵打咱们 咱们现在无兵可拐 没有将才 有人提连泊 连泊多的岁了 赵王一条 八十多了 这还能带兵打仗呢 你们谁向他那儿看看去 连泊还行不行 有人是使者呀 就到连泊家了 一个地连泊 你胆小八十多岁人呢 要不怕他背不脱 看年纪带八十岁 看样子能活二百多 这还是少说 这八往这一坐 这脸红扑扑的 说话嗡声嗡气的 吃饭特别的能吃 他这吃饭不像八十岁人的岁数 使者一看真厉害 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吃完这顿饭 吃饭这这么块功夫 他练着拉了三回 这还好 猴化石 说有的火化石 这比火化石还快 这连老将军呢 猴化石 直肠子 吃多少辣多少 回复赵王 赵王很担忧 就知道他不行 那没办法 连伯自己还很逞能 所以连伯这次出征 大败而归 而且为国均去 他自己得了很重的病症 他还不知道 他认为能吃就好 他认为吃得多拉得多 这是很正常的 他不知道他这已经好汉的经不住三抛西 何况八十多岁的人呢 他还很逞能 那么今天 普通灵用这个 整反着 他这病 全在这拉上 为什么 他这是多少天机的 这个可难受 我们有一个老演员 相声演员 比我还长一辈 就在兴业相声会馆的舞台上 这汉就下着了 他就跟他这斗活着说 着底 着底什么意思 我们行话 人家赶快奔那结束的地方 马迁 着底 这不成了 这斗跟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看这变颜变色 那就赶紧的吧 说完这招鞠躬下台 鞠躬都是斗跟他在头了 你明白吧 上来的时候是捧跟他在前头 下来就是斗跟他在前头 他已经等不及了 没头往这个 后台就跑 到后台就啪啪就摔着地 然后捂着这肚子 就后台打滚 他疼了 脚着疼了 哎呦 妈妹 疼死我了 活不了了 我的妈妹 他一看就怎么了 这还不假的 真疼 这汗 离着潮衣院进 就给老夏送到潮衣院 潮衣院急诊 他说这可能是胃的问题 疼了 接着我就一检查 连头天晚上吃的 待他今天的早点 待他的中午饭 待他刚才吃的晚饭 这四顿都拖着一块 他从头天晚上的吃完摊凉 这胃就没动 就没渴化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他又吃早点 又没少吃 然后中午饭又晚饭 等于四顿的一顿都没消化 圆了大还在这 经过胃的凑事 他的胃里一共有十四种食品 有油切膏 有肘子 有馒头 有饼 有米饭 还有各种副食 一共十四种食品 人家那看的辈子清楚 都能照出来 人家都能说出来 你的胃里都是什么东西 很好吃 拉起 然后给输液 给老演员输液 头点晚上留在医院观察 第二天上午又输半天夜 因为他怕他岁数大 拉虚脱了 回家 没事 相干无始 就是了 没消化 说白了就是 说老话就是 他合伙不动 这就是胡吃 胡吃海塞造成的 这就老年人上岁数 他的胃动力 没有那么强了 今天 金氏大奶奶这病 那么多天 滴在肚子里头 十清三一 一顿饭的工会 拉了三抛 好了 大病若失 说当时就好 那也不是 但这痛快劲就别提了 没劲 浑身软的 但是眼也睁开了 话也能说了 脸上的红色也回来了 哎呦 心里的高兴哦 他这个地方啊 他最想笑的就是少女 越发觉得少女可笑 因为金氏是非常要强的 怎么样 你不让我吃这药 我连着吃今儿怎么样 好了吧 深而乎之 一边声音 一边他喊这少女 各位太生动了啊 不好笑 就他自己这没劲 他还声音的 少女奶奶 他要在各种斗争上 要胜过少女 你就要看他多妙强 现在虽然他知道他对不起少女奶奶了 他也知道少女奶奶被他打了 受虐待是不对的 而且自知再这样下去 身同毒夫 他肯定要注定是失败灭亡的 他要缓和这 但是他这个半开玩笑 也得说我比你强 深而乎之 说女化妥 今有如何 怎么样 女化妥 他给他起一外号 含着他 你又懂医吧 你又懂得这个药吧 你要给我下药 你要给我瞧病 我不听你的 其实怎么样 少女能跟他置气吗 少女笑而不答 这能说上 少女这表情 大伙都这表情 旁边坐老妈子 全这表情 逗 您还说呢 您还几对人家呢 大伙都一乐 给他乐毛了 怎么意思 你们乐什么 这要和原先 原先那你抄家伙了 你们敢乐我 这就铁杖子 拿出来了 鞭子也举起来了 在那打了 现在知道不行了 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 你们乐什么呀 难道我说错了吗 大奶奶 你还不知道呢 您吃的不是大夫给您开的药 大夫给您开的药啊 吃下这一副 您这病健重 吃下这三副 您可就要死了 又换一大夫 这药再吃下去 简直的您就没有气 爹的大爷 已然被您换装过了 那我怎么现在 我又缓上来了呢 您吃的是 少爷奶奶给您开的药 偷偷的少爷奶奶 把大夫那药给扔了 换了他开的药 您看那地方的 还在我们这儿呢 我们出去抓的药 您以为怎么着呢 您还笑话人家呢 家 今世文清此话 抬头看立眼 少是佳人 涮下眼泪下来了 说妹妹 你要尽钱些呀 主母 您怎么样 数日来 受此负载 而不值得 负载呀 天赴地宰之恩 我这些日子 受你活命之恩 我这儿还不知道 你可让我说什么好啊 思前 享后 自己种种 非人之言行 真得说呀 毁清了肠子了 惭愧无敌 无敌自荣 到现在跟少女 不知说什么 这才叫以德抱怨 我这儿还犯脏心呢 我还怕人下药 咬死我呢 人家大夫开尿 不管用 我要不吃 他给我开尿 我死了 确实感激 那么他原先 对少女 原来上叫叫心意 得知 他伺候的 他也知道 他好 也感谢他 感恩戴德嘛 对他的这个 所作所为 是赞许的 但今天 少女换完药 他得活命了 这个感激 不一样 那么当时 当机立断 你们听的 今后 一切家政 习听尊便 都归你管 我不管了 以少女之才 不是管不了他们 是没有这个地位 没有这个权力 现在权力下巴 这不能下手 以什么来付诸实际行动 哗啦一下 枕头也把大串的钥匙 全拿出来 把这钥匙 往前一推 上去一看 朱姆 您这事 你甭配话了 我对你的感激 我没法说别的了 这个家 以后就是你的了 都没说是咱姐俩的 咱俩共同指掌 这家没有 都是你的 你说什么事 连我都听你的 只要不嫌弃 你拿我当个姐姐 我拿你当个妹妹 说是你看 这把钥匙的密码 我现在跟你说 这把我再告诉你 大伙认识都听过去了 您甭说 您甭说 就怎么样 今后词要是少爷奶奶说的 谁要是不听 谁要不服 她说的话就跟我说的话一样 你别看 我跟她和好了 跟你们可没完 大伙一听 还两次气骨 这算又活了 这个事 你跟柴的爷一说 柴里也高兴 没有几日 大奶奶这个病 全愈了 那么这个大爷 在自己家里 风风圣圣摆下 这么一桌酒宴 要给一妻一妾 两位夫人同时压惊贺喜 说到此处 不就是告一段了 应该是大团圆了吗 那能够吗 当初你拿烙天烙人家 你扎人家 二十三针烟之道 报应循环是就在眼前 好 上回书给您说的哪呢 说到和好 怎么这么好了呢 你别看那金石大奶奶 别的不明白 这他明白 范仲怒不成 这都要跟我干了 这才开始回心转意 又搭着在她的这个病当中 少女对他无微不至 这么一照顾 最后把谜底揭开了 没有人少女就死了 以德报怨 对少女怎么样 这回是真正的感恩戴德了 跟前几次都不一样 没有任何做作 那么主动把钥匙都拿出来了 打这以后 你涨家 那就完全的放全了 过去的家庭是这样 男主外女主内 一家之主啊 尤其像柴亭斌这样的家庭 女主人那是很了不得的 那么少女呢 也是诚慌诚恐 但是柴亭斌这回看出来了 大概这回是真的 连钥匙都交了 而且交完钥匙那天起 真就不管了 完全交给少女 柴亭斌背下这么一桌酒席 要给二位啊 喝一喝 一个呢 脸上慧闻尽去 一个呢 重病 重生 本来就要死了 当然柴亭斌不管这事 他就不提了 刚一听金氏大奶奶死的时候呢 根本就不管 瞎呗 现在呢 好了 好了 给两位 一块喝喜 酒席宴前怎么样呢 这个金氏 抢的 拿这酒壶 原文上就用的抢字 抢这干嘛 给少女斟酒 咱们一再强调地位问题 这可太难了 这个不是假的了 就是当初 他对林氏那么好 他憋着把林氏给治死的时候 他为林氏做了很多 衣裳没有可以穿我的 粉没有可以查我的 花没有可以带我的 但是亲自动手 为这个林 去劳动 去工作 没有过 这个形势还是不能打破了 这回全打破了 亲自 直呼 拔展 给少女 真酒 财廷斌旁边看着高兴 一期一切 其乐融融 如此的和谐 看着高兴 财廷斌乐意 那么这个太客气了 少女还受不了 她的出身呢 并不高 她什么出身呢 她家里头是贫世 里边有学问 但是很贫穷 当初呢 媒婆来说的时候 就是为了钱 把少女嫁到他们家 也就说 她的父母在这上头 犯的是不对 为什么 明知道 财大奶奶 今世如狼似虎 这不是说 把闺女送进火坑 这根本 就是把闺女 往死路上挤 这就送进了坟墓一样 那也卖了 为了是改善家庭的环境 当然 这段书里头 并没有说 她在家行酒 如果确实 咱们按照 有的书上起名字 叫少酒娘 她在家里行酒 说家里有那么多孩子 甚至于更多 那你要把酒娘给卖了 这个还可理解 但是我翻了若干版本的了斋 确实没有一句 提出来 少女在家里头 是行酒 没有根本就没有 所以咱们就说是少女 她太跟她客气 少女还受不了 这中间呢 借故离席 就说我回去了 喝酒喝多了 啊 回去歇会儿 今世大奶奶不让走 累了 躺我这炕上 大爷您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外出发 该干嘛干嘛去 给轰了 你要干嘛呀 今儿我们今儿俩一床睡 有点贴旗话要说 跟你没关系 连他呀 这可深了 这比那直呼拔展 又进一层了 大奶奶跟小倩能睡一被窝 这太难了 你要翻开中国的书上 没有 这聊天高就高在这儿 写了很多没有 包括画皮 那天我在电视台上 又录这画皮 给我六分钟 你也知道我这习惯 我这书封 这风格 六分钟让我说画皮 没办法 也得说 我就说这话皮 最起码我得点到了 这是普通灵的创举 就是 鬼呀 在皮上画完这块 呸在自己身上变成人 以前并不是没有 在元朝的杂剧里边 您看 有过这样的 宋朝的都有记载 宋元时期 但没有人写的这么细致 这么好 这个鬼能够写成这样 到美的程度 只有扑松灵 这个争灵厉鬼呀 写的面脆色 那么 锯齿 森然写的这么恐怖 扑人皮于榻上 爹 就是我最爱说画皮 就这几句 扑人皮于榻上 吃彩笔而会之 挤而制笔 举皮 做震衣状 配于身上 遂化为女子 就一个鬼 这么稳的 持彩笔 绘着 然后制笔 扔这笔 然后举皮 拿起来 还得照着 看看 然后就跟他 抖了叶 做震衣状 就跟穿叶上一样 这么从容 底下写王生 做受福而出 看完这个 没敢愿意 爬出去 这种人有信 没名字 这叫蒲松凌 对他的评价 这种人就不配有名字 你看完这个 你当初看的是那面 好的那面 走马路上 跟瞎搭子 三问三答 这么晚了 姑娘 怎么一人走啊 典型的流氓语言 这头一问 这画评 您打开书 投了几行 就这三问三答 写绝了 说和素叶独行 小妹妹 为什么晚上一人走啊 电视剧 您都看了 人聊得也不那么些 和素叶独行 您再听人 这鬼说这话 画皮鬼说这话 就勾着你往后问 你问这干嘛 我的忧愁 你哪懂 问完你也帮不了忙 何必多问 这可给你留着下句 不由的你不上钩 王生接着问 那么你有什么忧愁啊 小妹妹一人坐着 喝啤酒呢 过去跟瞎搭个 妹妹我请你喝酒 有心烦的事 跟哥哥说呀 您在影视作品里 不都看见过这样的人吗 倘若我能够为您 尽这么一点力 帮上忙 您看 您能不能跟我说说 而且 原文上写 不辞也 一不容辞 那我就跟你说说 我怎么回事 我是说大家 都是跑出来的 我是小气 那大婆虐待我 不堪其虐 这我才跑出来 底下第三个 笨哪儿啊 河瓦 上哪儿有准地儿没有 您听这回答才干净 我 这个勾的你 这这玩意儿 半夜走到马路上 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 没地儿去 自己又表示了我要帮助你 那怎么帮助 先来找个地儿吧 给带到家来 这是王生问话皮 三问三答 到他们家来 您再听话皮 问他这话 哟 怎么这么清静 你们家里人呢 你们听听 说我们行话 这叫靶黄 人不说你们家没人 人说你们家人 从哪儿去了 得问问你们家 都有什么人 这什么地方 王生 没这心眼 摘尔 书房 书摘 摘尔 这就是三问三答 又反问一答 人家这扑松凌 写得好啊 就在这地方 所以我给您说聊摘 咱们前头勾着 后头连着 有的能给您说 有的不能给您说 话皮啊 对机会得给您说一回 但是前半段呢 咱们操说 为什么您都知道 话皮大概的故事 您都清楚 主要后边 您不知道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话皮后半段 怎么回事 就是王生让 话皮鬼把心吃了以后 尤其现在的女同志 您要回家看看话皮去 不可理解 王生的妻子 陈氏 在王生死之后 在王生背叛他 而且被利鬼 把心都吃了以后 您看陈氏的那种反应 和朴松玲的评价 不能为现在女士 所接受 哪个女的 也想疯了脑袋 你也想不通 哥林自己身上 绝不能带来办 他这朴松玲 写的东西 有魅力就在这地方 现在写 一个七根切的关系 到什么份上 到连他 没有过 您翻别的书 您看 您找 找不着 没有 说这个 正妻主动 拉着小妻 一块睡觉 好到这地步 后边又写了 一块吃饭 叫 吃必杀 食必邪 有事 必然跟 少女要商量 吃饭 必然一块吃 那么好到什么份上 既姊妹 都比不了 难得像俩人 这样 亲 这样近 亲姐妹怎么样 都没到这份上过 聊斋里头 您要看亲姐妹 动手打架的也有 当然这段 我得跟这个少女 往后哥哥 不能一块说 因为这也是 杜福汉妻的 咱就竟给您说 这个马介斧 和这个 再说这个 都恋着说 我这就没有男听众了 都是女听众来 听着过瘾 好高兴 男的不行 就受压抑 这个听完了 这也够呛的 让媳妇给弄 管成这样 还有 也有亲姐们 动手的 好打着血瓢似的 这个聊斋里都有 叫食必邪 事必伤 天天在一块 那么忽然有这么一天 少女 这种歇着 就听 打上去来了 了不得了 大奶奶病了 快看看去吧 少女赶紧往后跑 赶跑到后边 一看 这大奶奶犯病 心妹 就是心疼 心口疼 别的地儿疼啊 都好办 唯独这心疼 要人命 尚不来气 心脏病 说现代话 心脚痛吧 这一疼可难受了 浑身就抽了 脸色如青 整个这脸全清了 气也喘不上来 话也说不出来了 鼓得这心口满地 打滚啊 拿脑子撞床帮 他拿脑子撞床帮 解疼吗 不是 他想自杀 疼得难受 这疼可在他身上 但看可在这些人 这些人一看 也不知道什么 有的这病 大伙啊 又抱又懒 想给他控制住 控制不住 少女进来 大伙可就有了 主心骨了 你奶奶 您快看他吧 少女一看 这病我虽然说治不好 但是 我学过 他老看医书啊 这得拿针扎 大伙一听 那那 您会吗 我倒是会 可从来没扎过 试着来吧 那您快点吧 哎哎哎 少女赶紧跑回自己的屋里头 拿针 拿银针 您看是针酒啊 都用银针 但是现在 针酒可不用银针了 就因为科学技术发达了 那针能做得很细很细的 这针酒啊 这是中国的一个绝技 医学上的奇迹也是 有的扎针这么老长 这儿进去这儿出来 还能动 醒针不得动吗 你看平常他们扎都这么长 但是 就一般扎针也有这么长的 也有这么长 也有这么长的 都不一样 长短 粗细都不太一样 就最普通的这么长的针吧 你要扎进去 外边就都这么长 你算进去扎进去 得二寸多 跟那儿行着 行针 你这儿觉得酸了脏了麻了 这还不算完 还得动 还得动这针 你琢磨琢磨 这针上哪儿了 它在里头这么长 它奔哪儿去了 你不知道 你要真说外国解剖学 把这儿拉开 这没有能割一根针的地方 都是肌肉 神经 血管 这针在哪儿走 外观解释不了 所以这是个谜 现在中国好多人会扎针 也解释不了这个 按着穴位下去 它就那么小的 这针从这儿进去 能顺这儿出来 您说这眼上能动针吗 这我可亲眼见不 扎眼睛 这么长的针扎进去 你自己不敢 旁边你也不敢 除了扎针这也未敢 心有不敢看 真看见这么大针 钉进去受了受不了 这可不是我们江湖上那个 那我会 拿一缸钩 顺这儿 顺这儿点进去 没有了 然后且说的 得要钱呢 最后拿一盘子 顺这儿挤 可顺这眼进去的 他说他能过去 顺这儿挤 挤挤挤挤挤挤挤 别的手指都不用 就这一个手指的 挤到这儿把这分出来了 让你都看见这钢猪了 他不能拿手这么挤 这么挤 你就怀疑的是假的 就一手指头 就顺着眼皮 这儿推推推推 一就这盘子 拿起这盘子 要钱 这是绝技 可是呢 五分钟您就会 我要告诉您怎么练的 五分钟就会 回去练一礼拜 这叫眼炸子 常话叫眼炸子 七窍分珠 这么大七寸钉子 扎鼻子眼里 吞宝剑 吞铁球 这叫海坑 敏青子 大刀剁 海剁 拿肚子 拿大菜刀 削木的棍 然后往这一刀 走 得拉出身来啊 各位 一拉没事那不行 在这皮上 滋滋滋拉 愣砍不进去 大刀剁 垫在这儿 当当当 没事 油锤灌顶 双风灌耳 铁齿排泪 银枪伺猴 吃灯瓣 踩玻璃 上刀衫 踩碳 把碳 哗一下 搁一炉子里头 把脚扒一灯翻了 旁边有人拿铲羊 啪啪啪啪 整个这厂子里铺满了 这位脱鞋 翻朝天凳 晾这脚底板 都晾完了之后 左越两门 右越两门 把裤腿板上去 然后踩这探上 打拳 打 各种各样的姿势 没事 完了又晾那脚底板 黑的 你以为烧坏了 烧糊了 没有 旁边有人拿手劲 啪这么一擦这脚底板 拖着这脚 我就现在这腿上不来 这些筒筒我都会 我都学过 为什么那会儿他们不瞒着我 我小也大 跟他们一块演出去 都交给我 和奶我也练不了 为什么我没下你功夫 你真得回家练 最简单是这个 吃针认线 和这七跳分钟 这俩是最简单的 别的你要是 练这村宝剑 好 马上就能练了 冬天就能练了 白菜一下子就能练这个了 拿这白菜帮子 写书呢 得费这么二三十颗白菜 您这功才能算练成了呢 一般人下不了这功夫 我小时候家也没那么些白菜 让我练这个 这都是假的 跟您说 但是呢 也有绝技 功夫是真的 叫功夫不亏人 您不管练什么 你都得下到那功夫 包括我们说书 也如是一样 这个少女 没扎过针 把银针拿来 按照她认为的穴位 其实呢 就不按这穴位 也管用 主要就为拿针扎 只要你把它扎了 这就算行了 拿这针 多了多多 这人可就多了 有按头的 有按脚的 你奶奶 您扎 扎哪 我这个 大开旗吧 砰 给银针扎上 扎上 好了 扎完这针 也甭等性针 当时不疼了 您觉得怎么样 浑身是汗 这衣裳也都脏了 满地打滚啊 脑袋也磕破 这个狼狼 就甭提了 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现在觉得 就你扎这地方疼 你扎这是哪 我也不会扎 我就按着穴位 那么扎 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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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这心呢 刚才疼的 你可不知道 要抽 怎么个疼法 不知道 拽着疼 我都没法活了 大伙一看 你奶奶这道行大了 扎针也会 喝 晚上柴迪回来 你说这事 柴迪说 这什么毛病 我也不知道 我就按着医书 我这么琢磨着 一扎哪 这就给扎好了 像那个 你找人看看 那这病根 没有 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十了天 又翻一回 少女拿针过来 扑一扎 又扎好了 过了六七日 十一日复发 六七日又发 这来的可就快了 拿针这回再扎好了 这少女纳闷 这什么毛病 按说我按着穴位扎 要扎对的的话 应该不再犯 怎么又再犯 他这一怀疑 一合计 他说出来 今世呢 可以就动心思了 今世一琢磨 对 他现在都不犯脏心 你能给我去根 你不给我去根 留这病根解闷玩 三天让我腾一回 然后我好指着你 打这以后 你大权在握 你就更随 因为我得指你 他现在都没这么想 他顺嘴 他也跟少女聊天吗 是啊 妹妹 你这叫什么病 哎呦 得这么一病可罪你了 难道说三天爱你扎 两天爱你扎吗 哎呦 大姐 这话怎么说的 不成天还是找个大夫 看看 你这两下就行 扎着还就管用 就不疼 过些日子再看看 就在失业晚 大奶奶这种睡着觉 就听有人叫 今世 今世醒来 今世速速 管你行 今世大奶奶 朦胧之际 怎么一抬头 一看呢 面前站着一个人 轻衣小貌 不认识 你是谁呀 你把我唤醒 做什么呢 随我来 说着话 转身往外就走 今世可就跟着 这个人在头前引路 今世后面跟随 一会儿来的一座大庙 好像是个庙 原文上写 似乎是这么一个庙 并没说确实是庙 而请 鬼影晃动 也没有确凿的 这么一个地方 说这就到了阎罗殿了 那大奶奶就认识了 武殿阎罗 有胖管 有小管 还有牛头马面 这都没有 看着烟雾缭绕 也看不清 似有鬼影晃动 有一金甲神人 用手一指 对 金氏跪下了 上神 您把我拘在这儿来 干什么呀 甭废话 问问你 是金氏吗 是金氏 金氏 你自己作的这些个孽 到了该报应的时候了 金氏一听这话可就傻了 自己干过什么还不知道 自己受的这些罪还不知道 当初 投了这两个小借 他们死 这个与你还无关 这是二人速报 什么叫速报 就是他们俩的前生 办了恶事了 这辈子该得他们俩受罪 所以严谋也让他们转世投胎 没人 哎 机缘巧合 安排他 到你们家来 到你们家 让你把他治死 这就是上天安排好的 所以你把他们俩也治死了 没罪 你还甭嘀咕 那我有什么罪呀 这少事无罪呀 你为什么下手那么狠毒 拿鞭子抽人家 给人家闹嘴 还扎人二十三针 现在这一样一样都得还给你 说挨鞭子这事 不提了 为什么 柴庆斌抽了你鞭子 这怼了 而且抽你这鞭子 比你抽他狠 这就算过去了 那么连着扎你三回了 够零头了 够二十三针吧 现在这三针也免了 你说这鞭间多公道 你说这玩意儿 全给你寄着 咬了命 四只工草天天的茶 谁做好事 谁做坏事都寄本上 这道鞭间 这一辈子干的好事坏事 你想不招认不成 那有诈 瞎说不成 要给您说鞭间的书多了 说的好的 真正我跟您说 编的好的 就是这个编书人 您听杨家将 叶沈潘红 假扮樱桃 但说的可都是 阴间的话 八王来着 阎王爷 扣准来个派 叶沈潘红 告诉把潘红带的 阴间那会人都迷信 问潘红 说的这一辈子坏事 潘红愣一见都没敢隐瞒 知道到阴间 实话实说 这就是写的好 你要到阴间再说瞎话 那就不是过去古时代的人了 他不敢 所以潘红 啪啪啪全说了 怎么害得杨家将 一句不敢隐瞒 但是希望阎君把我饶了 为什么敢说这话 我有我的苦处 所恨仇人三个 没报完呢 您等我回去把这仇放了 有多少岁 有多少冤 我姓潘的盯着 您不能把我拘这儿来吗 您放我回去 再给我二年的寿就行 阎王在上一听 够狠的 潘红三军四命 大元帅 你回去 你这仇人 哪三个呀 头一个就是八王千岁 杨文爷一听 哦那绝不能放你回去了 那二一个呢 二一个就是扣了 我其实就是扣准 这盼管 双手没花乱 都这种血呢 气质哆嗦 喝这老棒子 都快死了 还咬着我呢 第三个 六郎艳钊 杨家将都让我害死了 唯独杨艳钊没死 不成 为什么那么狠 就因为他把我 儿子攀爆给打死了 七郎利匹攀爆 他让我一个人死了 我让他杨令公 把儿子都得死了 有一个活着这辈子 死不瞑目 你把我罚的哪去都不服 就这样 阎王爷舅坡下 八王千岁好 我还你杨寿 回去吧 所以您说这编阴间的书啊 能编到杨家将这 假扮阴曹夜审攀红 前辈的说书的人 动脑筋呢 研究到家了 我就给您操这么一说的书好听 现在这是阴间 也没说是不是阴间 但是这事儿可都有 现在你还差多少 差一烙铁 差二十针 还告诉你 越犯越密 你这病 不挨足了这二十针 不挨好了这一烙铁 你没有好的时候 回去吧 一袍袖 打翻在地 猛然间惊醒 是难科一梦 信吗 不信 这扑松凌写的 都到这份上了啊 都到这份上 今世还不信 我怎么好边做这梦 我现在对少女可不错 让少女假手扎我二十针 给我一烙铁 她也下不去手 为什么 少女 跟柴氏生了一个男孩 产后失调 气血不忘 她得了病 在这个期间 今世照顾少女 到什么地步 各位 如奉老母 我对她有这样的报答 在她个人想足以 弥补我对她身上的那些个酷刑 所以她根本就不信 梦见这话 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天亮 时候即犯 吃东西 吃完早点 这病就犯了 那赵方抓药 少女拿 拿针 他这么一扎 好了 少女扎完那第四次 顺嘴说这么一句话 昨天晚上啊 我又翻书来了 大姐 您这病要想去根啊 往扎针不成了 那这怎么着呢 得啄 什么叫啄 真酒真酒啊 真是扎 酒呢 酒是啄 跟香似的那么一东西 因为我啄过 我啄这个 后来我就不啄了 我倒不怕烫 这个呛味受不了 我又 而且他让我啄着 我这二人不能啄 这都碍事的肚子 往这啄 啄一会儿行 也不是说一会儿 他不能啄 然后我拍电视剧 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跪着 倒是啄着了 第一头 我又演一王爷 我演这个 咸丰的兄弟 从这个道光死 开始演起 道光死 我是儿子 我得跪着 咸丰死 我又跪着 然后 跪为皇叔了 到了同志 佛爷了 同志呢 得花柳病 十九就死了 没演了一集半 他就死了 我还得跪着 然后是光绪 光绪继位 我又跪着 就是死一个登基 这就两回 又死又登基 这又两回 又死又登基 我演的王爷赶三朝 这就老得跪着 净跪着的戏 可把我累坏了 肉的深沉的 您看着坐着行 真跪着受不了 这还带着护膝 人家给预备的店 什么都弄 那也不成 咱干不了这个 这个街行如歌山 真是那么回事 现在得说呢 拿这针灸啊 拙 说白就是他 他是说者无心 今是听者有意 我给他一唠天 他还我 他绝不能拿唠天唠我呀 就硬在这一拙上 这拙能去根吗 我说不准呢 反正昨晚我翻一书啊 您这病除了渣枝 再拙 那是好的快级了 拙 把这都预备好了 这么一探 这可不好受 各位 烫伤最难 比拉个口子 说骨折呀 这个疼啊 都能忍受 唯独这探 而且不好好 受完烫伤 这皮肤跟原先的 就不一样 整个组织 但是还有比烫厉害的 就这拙 拿烟熏 拿这火在远处 虚着 虚着 为什么这个熏肉 各一个味儿呢 它这味儿个别 什么熏肉 就是拿烟熏出来的 这还不算最过的 最过的您知道 就是这个腊肉 尤其到四川 他把这烤肉挂厨房 兴许挂二年 就是炒菜的烟 拿这这么熏 愣把这块肉熏熟了 您算了 这块肉得成什么模样 这人要是拿火烤啊 拿烟熏 这皮肤坏 根本治不好 哎呦 这难受 好不容易 把这一支 爱酒 给啄完 如去大病 心里痛 二十针 今儿来了一针 又爱一烙铁 还有十九针 别去了 妹妹 咱都今儿个吧 少女厅愣了 今儿干嘛呀 再扎我十九针 甭居地方 够十九针就行 少女厅 您这不乱来吗 我们是大夫 瞎扎哪行啊 这得有穴位 没有穴位 甭管 扎够数就行 您怎么知道 您这病十九针就好 跪拜于榻上 就在床上一翻身 扑通跪地 我求求你 就扎就行 这才以梦时告 把话都说 我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 你原先说不信 不吵 你说你不信 我信 你也得信 扎 少女一听完 那大概其实有这么当的事 那就扎吧 扑扑扑又给十九针 针疼啊 你这心疼的时候 你扎完 她是姐姐心疼 你这针扎着疼 也就不履会 现在 又扎完了 又熏完了 她心不疼 甘给十九针 那也忍着 心里也是乐的 十九针扎完了 打这儿再没犯过 这病就算去根了 这就是当初我给您说 她拿针扎少女 是二十三针 一针不能多 一针不能少 全得抱在你身上 打这儿以后 培养这孩子 少女有香人之术 给这孩子起名叫 针 柴针 长到八岁上 少女说了 这孩子 有汉院像 能进汉立院 有这样的像 果不其然 十五岁 就高榜得众 十八岁 晋世 而成汉林 考中 晋世的就 这一年 大爷 大奶奶 柴氏 跟金氏 四十二三 那么 如夫人 也就是少女 不过三十许 这都原文上写着 那么最后 在结尾的部分 他写了一个事情 值得一说 就是自从 少女的爹妈 把少女 嫁给 柴氏之后 家里边是报复 一个是柴子也 给的这些钱 另外 再干什么 全赚钱 但是 休于士林 就是都是 贫氏的那个阶层 愣把少女的 一个娘家爹 给开除了 你什么人呢 你把姑娘 卖有钱人家 这样人不能理 打这以后 在贫若文氏的 这个队伍当中 没有了 给开除了 直到外孙子 又当上了 汉林 由近视而汉林 这样 士林才又 重新 接纳少使 把这个 柴寸的老爷 才重新 接纳回来 爱你们家 出了这样的人物 我们才能 结交你 为什么要说这点 虽然说 跟他们说 就投了这些个无关 但就在 那个社会 也代表 蒲松林自己的 一种意愿吧 他对这个 读书重与不重 是很看重的 他对这个 贫世 做出这样 龌龊的行为 是很厌恶的 因为他自己 是个贫寒的文士 那么在这之后呢 蒲松林 有这么几句批语 又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呢 我后来回家 分析了分析 没有多大意思 也没说出 什么样的问题来 他就写了一个 杜夫 这个杜夫呢 假清刀 很幽默啊 他那晚上 到睡觉的时候呢 跟自己的男人说 别这装了 去吧 上小倩大屋去吧 这儿可就 被闹屋了 他又闹得好 他听窗户根去了 他听俩人在里面 窃窃私有 听不明白 他生气 生气到什么份上 他说了一个 很幽默的结局 您自己回家 看书去 这一段 聊斋志木 少女 书说至此 告一段落